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早安 道之中子 讲到第十四句的经文 借钾袖珍 昨天 有网络传来的一封讯文 是 98年 9月12号 正宏副堂 它里面 大概 的内容 我们 稍微 解说一下 那刚好 就配合我们 现在所讲的 借钾修真 这句经文的含义 它说呢 红尘到处是病毒 问土进土在何处 天地间 正气不足 邪气难足 卸态淡乱 人心不够 那他说呢 那他说呢 我们现在的 这个人世间 到处都是病毒 那我们知道 现在 在流行的 一种病毒 就是H1N1 那这个病毒 那这个病毒啊 以前被叫做 出流感 那现在呢 可能没有人 在干叫出流感 那现在这个病毒呢 还在发威之中 那么陆续 得病的 或者是说 因治病而死亡的 这个数字啊 还是 在雷架当中 那尤其是 进入秋冬之期啊 那可能啊 这个病毒 不会更加的蔓延 那除了这个病毒之外 我们这个世间 病毒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吃的菜 吃的饭 有很多毒 我们喝的水 也有毒 甚至啊 我们吸的风气啊 也有毒 所以一个人 如何能够逃脱得了 这个病毒的侵袭呢 啊 当你住在这个社会环境 这个 地球 世界啊 没有一处你是逃得掉的 所以说 都到处是病毒啊 那这么多病毒 在我们的 生活环境之中 那我们唯一 可以抵抗病毒的 就是身体的这一份 抗体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的正气 那一个人的正气 那一个人的正气 他是从内在他出来的 他一定是自己 在三宗五常 五元八德 的这种原型作为上啊 合乎自然的标准 那么这个病毒 不是自然的标准 那么这个病毒 不是自然的标准 那么当人如果能够 生活上回归自然的标准 那么他就有足够的抗体 也就是他有足够的这个正气啊 能够抵抗病毒 百毒不清啊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毒啊 很持久的 侵占在人世间的环境 那可能呢 所有的众生 也没有办法 住在这个地球很久了 那所以 老师问啊 净土在何处 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净土 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 那净土在何处呢 那我们试着 来分析这段讯文啊 它里面也有提到 那天地间正气不足 邪气难走 这个正气不足啊 这个就是世间的通病 世间的现象 那每一个人呢 他被外在的这些毒气 五一六成所沾染 那内在呢 又有自己的那一份 贪生吃闹 杀到淫落 这样的一个邪气啊 内外交通之下 人没有不生病的 所以呢 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 将内在的这一份 毒气啊 能够洗涤干净 净除干净啊 那么至少还能够抵抗病毒 一段期间啊 那他说 事态动乱 人心不古 上师古道 失去本心邪气制 事态动乱 那我们已经分析过 这种现象 那人心不古呢 当然就是 人没有办法 何物天地的法则 回归自然的生活 所以造成呢 事态动乱 那上师古道 古道是什么 古道就是三高五常 五轮八等 失去了这个本心啊 那所有的这些邪气啊 自然就会来侵扰你 其实病毒随时充置在我们的作伤里 那有的人还活得很好 不受病毒的侵害 有的人呢 一下子 就得到病毒的感染 那这个都是因为 他自己内在的 那一份正气 那是不是足够呢 所以呢 数日不差 危机四伏啊 不晓内省改过向善 邪恶积聚 日久成熙 迷失方向 乱了方寸 无力反攻 任邪恶赏事 恶讯循环 那老师在这里指了各种的现象 那都是因为 因为我们呢 没有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那我们本心本性所发露出来的是自然的生活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习气毛病 被尸间的五一六成染造 习气毛病加上五一六成 结果呢 无力反攻啊 那么 当这个人世间带入禽兽的世界 那我们现在何止是禽兽的世界呢 简直是问乱不堪的世界 那这样的世界 他说土耳门啊 耳门觉悟了吗 你们觉悟了吗 那么这种事情 谁可以说真正的觉悟呢 如果不是深陷痛苦的泥沼 然后有勇气有智慧拔出来 没有人了解到那一份痛 那一份苦啊 那所以 今天我们修道人 跟着世间的这些现象啊 在生活 我们感受到世间的苦 感受到 人心的那一份苦力啊 那我们是很清楚了 我们应该帮助老师 帮助先佛 来觉悟自己 哦 觉悟自己 就是让自己回归自然 回归自信 只有自己觉悟了 那么 你才有办法去觉悟别人 哦 所以 老师这里问 你们觉悟了吗 哦 哦 那后面接着讲 所信这人间啊 唯一的净土 自信佛堂 在独儿的身上 哦 这个人世间 还好 有一个佛堂 可以让我们摊死 哦 我们就在这个佛堂里面呢 可以呢 安身立命 长处久安啊 这个佛堂在哪里呢 他说呢 就在独儿的身上 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这个自信佛堂 那么这种道理呢 我相信 在道场的人 都已经很清楚了 老师传给我们道之后 我们内在就有一身佛 那佛在的地方 当然就叫佛堂 这个佛呢 会发光发亮 它会呢 弥满整个世界 所以呢 这个会发光发亮的佛 就是我们的自信 从自信呢 来下功夫 从自信来解决 所有的问题 可是呢 他又说 男儿独儿心中那层明灯 却昏明乌暗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明明知道佛那里 佛在那里 可是呢 这个佛不灵啊 我们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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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份自信佛 不灵光 不要说 智慧神通的 我们能流露出一点 那一份 所以我们灵灯 迟灯 心 这个 是非真假的 那个心啊 我们灵灯 很难去 辨别清楚 孟子说 测瘾之心 是非之心 辞让之心 羞恶之心 那我们这些心呢 什么时候可以流露呢 都是在 回忽其伟的状况之下 那么所以呢 那一盏明灯啊 忽敏忽暗 来到造场 听到了这个 经文的道理 听到了人的 讲述者的修办经验 也许他就可以 在那一份 勇猛精心的心 可是呢 离开这个讲堂之后 离开这个道场 那他那一份心呢 已经消去了一半 回到家 看到家里面的 种种的一切 而进戒献权了 结果呢 那一份道心 已经没有了 这忽敏忽暗啊 这忽敏忽暗啊 这是我们修道人 最大的警戒 他说一日修来 一日空 一日不修 一日空 这个修 就是 让我们自信佛党 忽敏忽暗的那个障碍 要把他修除掉 因为自信佛党 本质光明的 他是光硕硕的 他那个光能 是持续不断的 但是呢 今天忽敏忽暗 是因为呢 外在的障碍 把他掩盖住了 所以你必须去修 把那个掩盖呢 把它修掉 那建立东方照二过 何时向前 抵达底岸 如我们 耳闷想过吗 建立东方 好不容易呢 做一件善事 做一个好事 结果呢 接下来 犯了两个过错 那又退后两步了 进一步退两步 所以何时向前 抵达底岸 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 真正的 回归进土 回归一天 所以想想这个道理啊 我们真的要在戒胜恐惧当中 我们每趟这一步 是不是就可以保证这一步呢 不会再退后了 当我们有一份 健性的力量 有一份智慧的发漏 我们是不是呢 可以常保住 那一份健性 那一份这种智慧 那一份明明的功夫啊 常常的保持住 二六十九 不理这个道 这个是修行的功夫 他说 忍忍诚心 瘦 忍忍 把这个诚心 拿出来 以诚心 助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扫除贪生吃 赤字心怀 常保持人 将我们的累劫 累世的脾气 慢慢的来扫除 保持那份真心真性 制止了情怀 莫再制造毒素 污染环境 人人扫清世界的毒 用道德伦场 有己作己 再造祥和 清本之事 那他说呢 不要再制造毒素了 那么你想想看 我们世间人 其实 当我们有一份 起心动念 是恶的 是为自己的 那就是呢 自己在制造一份毒素 来污染这个人世间 这个起心动念的毒啊 是比其他所有 外在的毒 还要毒 那我们说这个 贪生吃 妄宜 杀到无奥 这些呢 都是我们 起心动念的毒 那么你如果没有 这些起心动念的毒 你怎么会去 做这些事情呢 你不会说 下来很重的荣耀 然后去种栽 用很健康的水 给人们饮用 或者是说制造各种的 扰乱人身心的 这种产品 甚至呢 是伪药 你就不会制造这些毒素了 所以 所以污染环境的 事实上呢 不是 不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最重要的是 人 内在的那一份 这个奇迹毛病啊 污染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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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气候 变迁 这个温室效应 那这个温度呢 越来越暖 越来越热 这个呢是毒素啊 这个不是自然的啊 那没有自然 当然呢 它就会累积 那种不好的能量 结果呢 人类呢 自食恶果 所以人人要少去世界的毒啊 这个世界的毒 人人有责 人人等着 来回归自信 回归能力钢厂 回归清净平等 那么 世间的毒 必然会消失 所以 他说用道德轮场 有几错起 道德轮场 才是清净世间 最重要的 一个要素 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道德轮场 那么 他就不会再造毒 所以这个毒的环境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由己做起啊 想要有清净的世界 由每一个人做起 这个叫呢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一切呢 都是因为自己的不好 造成这个 事件的现象 这是真正的回头 回头诸己莫作 勉力重上共行 真正的回头 就是 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回归自然 就是 以伦理道德为标准 现在我们不要说 参产打坐 我们不要说 这个 宋经念国 那个都是一种手段而已 真正在生活之中 运用的 是道德倫理 是这些 三宫五常的标准 那儒家应运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把这个人道做好 整个世界就会 祥和 世界的赌 就会清除 这个是 从每一个人的生活 下功夫 那所以由己做起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好 我们 不需要靠别人 不要再指责别人 不要再突挺别人 不要再要求别人 一切才会自己做起 这个是真知真见 如果说 把心放在外面 不断的去抗争 不断的去对立 造成整个社会的问乱 这个就是毒素了 人人能够到那里修上 回归到葡萄场 那么这样呢 世间 真正的会达到世界大头 那这是 最近一篇 这个先口的讯文 老师的讯文 所套计我们的 我们今天 借着讲 这个借假修真 来体会这个道理 那个 借假修真 从 刚才这篇讯文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 那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 假的 假的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些毒素 毒素是假的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 这些团生吃慢 这些杀到银药 这些是假的 因为我们自信呢 本来清静 本来光明 清静光明的自信 没有这些东西啊 那没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怎么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污染呢 这个事实说不通了 那可是现象已经造成了 那可见呢 我们自信呢 已经迷妹很久很久 那所以 世间 我们可以说 看得到的一切 都是一种假象 都不是真的 你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个世间的现象 是因为人心 所反映出来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商楼大地 是我们人心的变现 这是火在 这个内容经上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知道说 当这些 现象啊 能够从我们内心去 去感受到的话 那么 这个外在这些现象 都会因为你内心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有一个 日本的博士 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因为在网路上 已经流传很久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消息 水 水 他可以因为人 的一个 给他的一个讯息 然后呢 他会呈现 他那个喜怒哀乐的变化 水在 水 他说呢 水啊 在那个 江水的瓶子上 如果贴上这些 正面的 的这个字啊 不管是 什么字 哪一国家的字 哪一国家的字 只要是正面的字 等它贴上去 那这一瓶水呢 那这一瓶水呢 就有一个正面的磁场的 的一个元素 那它呈现的结晶呢 就会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 贴上一个负面的文字呢 丑 恨 杀 死 等等呢 这些负面的文字啊 把它贴在这个水的瓶子上面 结果里面的水呢 变得混乱不堪 它那个根子结构啊 可以说是 丑陋不已啊 那所以 水会看呢 它会看懂的这些文字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 它会感受得出来 这个真的是 相当的灵啊 那水也会听 它会听啊 如果说你每天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对你非常恭敬 用这些正面词 正面的话 每天的跟它讲 那么它的这个分子结晶呢 也是变成非常透亮的结晶 就好像钻石一样 那你如果每天都要讲这些恶言恶语 这些负面的话 那它的结晶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看 那不管你是用哪一国的语言 那不管你是用哪一国的语言 东东都是这样子 所以它会听 它会看 它会看 感觉 它会知道 你如果每天去看它 每天去观照它 它得这个水晶子啊 一直保存在一种很好的状态 所以它们做了一个试验 在那个日本有一个琵琶 那它曾经受到地震的影响 所以湖水混浊不安 那台湾的水 所以 举出来做化验 它里面的根子 也是能问问不已 结果它就请了十几米的门市 在这个水 这个湖水的附近的 来做这种 祈送祈祷的工作 就一直灌通这个水 我们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赶快好起来 用这种起头的力量 结果做了三天之后 再把这个水拿来化验 果然它里面的根子结构 又变得很透亮 原本那个非常不安 非常混乱的这个风子 已经呢 回归到很安定 祥和很透亮的结晶 那所以 从它的实验 这个科学的数据 我们知道说 水有这个见蚊觉知 那它这个见蚊觉知呢 可以依照人心的这个 变化而产生感应 那水是属于矿物 还是属于植物 还是属于动物呢 那如果 论真的把它归纳起来 水应该是属于矿物 那么矿物它是 所谓的无情 没有感受的 那无情的众生啊 在佛经的话来讲 那么无情的众生 它也会有见蚊觉知 那它的见蚊觉知是怎么样来的 那佛经说啊 这个就是 这个无情众生的 这个 这种法性 每一个 大陆文都有它的性 性称为法性 这个法性在人的身上 就叫做佛性 佛性 是它那个灵影觉知啊 会更加的敏锐 所以在人身上 真的有佛性 那佛性跟法性 有没有一样呢 其实佛性跟法性 是同样一个性 同样那个性啊 都是呢 圆满无碍的 这个就是佛经讲的 情与无情啊 同源走至 同源走至啊 就是 它都是依此的 那个本来的 那个大本体的自信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 的那份智慧啊 是同自信发落出来 所以同源走至啊 这句话的道理啊 可以说得很深很细 那种细微的感觉啊 细微的印证啊 我们必须达到佛菩萨 圣贤人的标准啊 我们才可以知道 但是呢 透过佛经的道理 透过这些科学家的这种理论依据啊 我们也可以知道 佛所讲的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都是有它的道理 哦 它用这个道理呢 现代的人 用它的智慧 是没有办法去印证的 但是科学家呢 慢慢的去把它印证出来 那可以知道说 佛的智慧啊 真的是无量无边啊 那如果说这些科学家 也能够来学佛 来了解这个佛经的奥子的话 那么他们对于他们的科学实验呢 可能会有更加的突破性的发展 会让世人更清楚 佛所讲的真理啊 那我们知道 水既然是 人心的反应 那么整个山额大地 是不是也可以依照人心的感应 而产生出它的变化呢 那这个答案呢 相信是肯定的 那所以我们说 天灾地变怎么来 人心的感应来的 那么这些 这个山川河谷怎么来 也是人心的感应来的 那每一件东西呢 都会印证人心的变化 而产生啊 那所以我们看 我们现在这个证次 这是一块大理石 这个石头 在我们刚才讲的 石头也有法性 那么石头的这个法性 它可不可以成佛呢 如果 如果在我们刚才所讲的 法性跟佛性是一条同一个性 那么石头也可以成佛 那石头怎么成佛呢 石头是根据 我们自己成佛之后 它就跟着成佛了 所以成佛不但石头 成佛在我们 人身上 我们内在的自信身上 我们内在的自信身上 当我们的这个自信呢 是一种圆满具足 清静平等的 那么我们看所有的大地 山河 整个天地的一切 都是等我是一种的 都是我内在自信的印象 那么这些呢 工中包罗在 我的身心之中啊 就好像 米勒祖师 把整个万国九州啊 包罗在 它的大肚里面一样 所谓放之 则米六合 卷之则退场于命 那么这一个自信啊 没有大没有小 没有方没有远 没有幻没有内 它通通都包裹 所以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那就是我们自信的变化 那这个自信啊 我们必须去把它开启 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到法性与佛性是同一个性 那么你对于山河大地 这个呈现啊 那个都是我内心的变化 整个三宇宙大地啊 就是我 就是我而已啊 所以山河大地 它是为了成就你 来呈现这些像 那山河大地变化了 也是因为你造恶 你的脾气烦恼 把这个本性染潮了 所以造成了 你看不到这些真相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身体跟影子 是一体的 那我们看到的影子 其实是身体的假象 但真的没有身体 就没有影子 影子它的变化 是从身体的变化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世间的一切 也是这样子 世间一切的变化 其实就是我们心的变化 那么心的变化呢 是这个 刹那不可做摩的 所以呢 山河大地的变化 也是刹那不可做摩 只有回归到我们的 我们的本性 本性啊 那个圆满具足的本性啊 我们才可以说 它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金刚金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影子是假的 山河大地是假的 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相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就是我们那个 圆满具足 如如不放的本性啊 所以想想 六道如为什么来 我们心的变化来 心变化什么 就产生了那道的这种降生 你就会到那个降生 那个波度上 呈现出来 那你今天会在地球上呈现出来 也是因为你的心 达到这个地球 就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你今天到这里 看到到的这个现象 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 所以这个道理 那我们说 说不当的再告诉我们 不当的再告诉我们 不当的希望我们清醒 那所以我们说 古来圣贤皆寂寞 那么这些圣贤人 他们讲的话 众生不相信 而且不愿意去做 那么这些圣贤人 只好用自己的 这个身体力行 来做出来 表演给大家看 做出来视线给大家看 那么如果 有人能够照合他的视线 来跟选着 异度异居的来做 那么他也可以回归到 本来的自信 这个就是圣贤人 寂寞的原因 那寂寞的原因 是因为 他还有一个动作 还没有做出来 那他这个动作呢 他在思索要怎么做 如何让更多的众生 能够接受他 所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接受他所讲出来的这些话 各种一言一行 都能够让他们 有所启悟 所以圣贤人 他看起来是寂寞的 那事实上是因为众生不了解他 众生跟圣贤人 这个距离太远了 差距太大了 以至于认为圣贤人 都是特立独犬 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埋头好办 其实 这个是圣贤寂寞的原因 但是圣贤他不是这样 他内心一点也不寂寞 他内心 希望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百姓 能够走向圣贤之路 那这条路 真正的带给他们 生活 幸福 快乐 圆满 自在 那所以 了之道 世间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假象 那么你的心 还需要什么变化吗 那你不需要变化了 你的体现方面 也都是虚妄的 不如说你想赚钱 你想拥有一个事业 一处好感 拥有一份理想 圣上的这个都是虚妄 那都只是一种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有他的必要的经过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执着 这些人 只是过程 过程完了 就必须把它放下 所以你不需要 太过于追逐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下 不要过过的去追逐 不过过的去追逐 外在的这些东西 反而让你忘了 你内在很有人 内在很有人 反而更加丰富 更加圆满 更加光亮 只有向内参求的人 才能够真正了解这种道理 所以说既然是现象都是假的 这个天地是假的 那么我们这个肉身呢 肉身也是假的 好 人家说我 我是故我在 我因为能够自搞 所以我存在这个世间 那这是 这个 是比卡尔要讲的 西方的这个哲学家 那其实呢 他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说法 也是不成立的 那我师故在 我都没有了 我怎么会有师呢 你看思想这个师啊 他是心上有一个 有四个格子 有一个大堂地在那里 大框架把它矿作了 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堂 去绕 去思考 去运作 你的心就在这个田上 那怎么会对呢 我是无性宽广的 我是无量无边的 既然是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我怎么会对这个框框给控住呢 所以 我是没有师的 事实上连我都没有 什么是我 你想想什么是我 我这个 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我的产品 我的公司 我这个身体 这都是我的 但是呢 你想想 真的是你的吗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随时可能会破灭啊 那不管是什么因素 那随时都会不存在啊 事业 事业也是一样啊 现在经济不景气 那么倒闭的就会打堆 所以事业也是 不能够久住 那么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是我的吧 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 如果身体是你的 你可以叫他不要生病啊 你可以叫他不要老 可以叫他不要死 那这个才是我的啊 我可以真的掌握住这一件 这个才是我的啊 我最近有一个新闻 一个叫做大白杀的这个艺人啊 他想要变成美人鱼 想要重回这个演艺界啊 所以他拼命的减肥 然后呢 去做美容手术 希望让自己呢 变成美人鱼 变成这种 演艺的一个明星啊 那么在演艺圈 必须用这场摄像 来让自己立足 用这种摄像 来迷惑观众啊 可是想一想 他的这些动作啊 他可以让自己 久住到什么时候 那如果说 射了一圈了 然后呢 把自己的变年轻了 你可以维持多久 你有没有办法 抵挡得住 老化的现象 抵挡得住 使谁不牵引 那这个说起来啊 这个演艺界是 没有办法去清楚了解 只有修行人 当然演艺很远 也可以是修行人 那只有修行人 那种豁达的 那种清澈的 那一份智慧 才有办法 让自己觉知到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不是演艺界 这样而已 整个世间的人 都是这样子 向外追求 看这个外在的 这种表象 所谓的皮相 那这个皮相呢 那这个皮相呢 把自己呢 这个心呢 更加 更加的迷惑 因为为了追求这个皮相的美好 所以呢 你不洗一切 去追求他 去追求他 那么你的心呢 本来是向内的 向内呢 可以见到圆满 见到光明 结果呢 人一直不断的在向外 那这次向外的结果呢 结果就造成 自己的心迷惑出了 迷惑了 看不到本性本性 那结果追求的假象呢 也是虚幻而不可 做什么 钱是你的嘛 钱 你也不可能带走啊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带走的 只有功德 只有正业 那我们下半分 希望呢 能够让自己带更多的功德 那希望以后能够脱离这种人身上的束缚 人身的束缚 我们可以回归到一个永远的勒手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追求的是千秋名 万事利 那个才是 有追求的意义啊 所以老子 他曾经有一句话 他说呢 吾所以有大万 唯吾有生 其吾无生 吾有何万 他说我有一个大幽幻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肉身啊 台湾话叫无心啊 他说 其吾无无生 吾有何万 当台湾薄心 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 我就没有什么游玩了 那么这个老子这句话呢 表现了一些境界上的说法 那就是一种 空无的一种观念 那么我的肉体都没有的 我自然就没有受到肉体的拘束了 那我就可以 逍遥自然 你看我们没有肉体拘束之后 我们马上去除 五种神通了 所以鬼 他的这个神通的能力比人强 那是因为我们人本来也有 我是被肉体拘束住了 没有办法使用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使用呢 因为呢 你追逐假象 你不是借假修身啊 你借这个放弃真的去追逐假的 结果你本来的啊 就不断的再流失掉 我们说智慧 德能 想啊 通通 流失掉了 智慧是本来 我们人人人俱足的 结果我们没有智慧的 人生最大的智慧 就是如何 让自己呢 回归自信 回归里天啊 回归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才是最大的智慧 那么拥有这种回归的力量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看透一切 世间的假象 看透一切 人情世故 的这些包袱啊 那么看到不是说离开他啊 而是说呢 你如何 知道圆人 圆满的去面对他 那么你今天没有这个智慧 所以呢 你就跟他所处理 被六道人为处理 对公司家庭束缚 对七恩子爱所束缚 所以一直在这个 这个圈圈里面啊 轮回不已啊 不晓得什么时候 可以跳出这个轮回 那你今天 没有明事来告诉你 你没有好好的 在公格上下 下官方 来修持 你怎么会懂得这些道理呢 老师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肉身 来修持这些真理啊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当然老子讲 其无无身 无有无患 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么悠患了 那么老子的道理呢 他没有讲得透色清楚啊 那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清楚 那当然我没有这个身体 我就没有悠患了 那是因为 我从有身体的限制之中 已经超越出来了 已经拥有那个智慧 拥有那个德能 我超越了这些人世间的障碍 所以呢 我可以呢 没有悠患 我可以逍遥自在 那并不是说 我只要没有身体 我就可以逍遥自在 所以你看 鬼道 鬼道他并不能逍遥自在 他虽然有 无所相当 可是呢 他还是受拘送 他被拘送到鬼道 他也不晓得怎么脱离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见闻觉知啊 没有办法体悟到 我们自信 本来光明 本是圆满 本来亲近平等的 那个大本体 他没有修行 没有明示的指引 所以呢 他不晓得 所以今天我们借甲修真 那这个道理是很 很需要的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肉体 好好的来修此的话 那么我们到了鬼道 人死为鬼吗 到了鬼道 我们还是继续的淋落 继续的被束缚 所以了解老子所讲的这句话 那是真正的 这个借甲修身的一个方法 我 知道肉体的痛 世间的苦 知道眼前这一切的 这个 这种 有限性 那么我 努力的 禁禁不懈的 从这个困局之中 脱身出来 那么我就可以回归到 我的本 本性本性 回归到那根逍遥自在 的原始面貌 这个是老子这句话 他们的争议 那所以借甲修身 今天的这个客体 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肉身 能够在此时走客 接受到明治的教法 接受到这个大道的训细 所以呢 能够利用这个有用的肉体 好好的来努力修持 那你没有这个肉体之后 你想要再修持 也已经不可能了 那所以 老天这样大道的可贵 是可贵在这里 所以想想 到底是灵性比较重要 还是肉体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 用我们的观点来讲 借甲修身 那么 灵性跟肉体是同样重要的 那为什么肉体也重要呢 你刚才不是说肉体是假的吗 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透过假的 得到真的 这个 那这个能够得到真的 那个这个假的重要 是重要在这里 好 假的 能够得到真的 那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肉体 我们不晓得 这种事情的苦 肉体上的痛 那种有限性的那种束缚 没有肉体 也没有办法承受 这种大大的传承 明师的指寿 所以在 迅文里面告诉我 所有的众生要成就 都是从人生 开始修行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说法的话 畜生是不可能 畜生是不可能 修道回 回归本性 那么鬼道也不可能 地狱道更不可能 他们都必须 成人生的样子 然后呢 积功累得 然后呢 才可以跳脱 又到人为 那这种观念呢 在 各种宗教里面 都 并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很 很详细的说明 那今天邂逅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 得到这个肉体 能够 又生同 明师降到 大道普传 所谓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那我们又 得到了 那么这么好的机缘都让你碰到了 你不好好的来修持 你不好好的努力的来跳出 就到人为 努力的回到我们原来的老家 那么你想想 你现在都不做了 你要等到什么做 等到你有肉体了 可是呢 已经没有大道 没有明师来找你了 没有这个环境让你熏起了 那么你也是 买了也是没有用 那所以 现在就到 最好的时机 就在此时时刻 当你有幸 能够听到这样的道理 你就应该了 好好的来 碰下功夫 好好的来回归自然的生活 我今天呢 是为了众生而活 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因为我知道了这个道理 让我知道了众生的苦痛 如果说 众生都能够跟我一样 了解到这样的道理 那么大家一起回礼天 大家一起回归那个 这个逍遥的根体 那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从痛苦之中 把它拆拆出来 我可以知道这种痛苦的那份角色 所以呢 我更需呢 这个慈悲喜舍 要来 带领更多的众生 来回归到 他的本来面问 那所以呢 现在的 现在的众生呢 不容易劝 我们所谓的刚抢男话 斗争兼顾 不容易劝 而且现在的贪生吃慢 越来越深重 那科技 带给人类 一时的方便 可是呢 带来更多的后患 我们算是以科技 所带来的 跟我们受到伤害 所比起的 可以说呢 都不偿失了 那没有办法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走回脱路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 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科技对 虽然对我们伤害很大 可是呢 我们如何利用科技 好好的来弘法立生 好好的来帮助众生 好好的来帮助众生 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点 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点 虽然科技呢 毕竟把我们带到世界末日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末日 无限的延续下去 那它不要到来 这个是我们办得到的 因为在佛 讲所谓的时空的问题 它那个时空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 它说几千万年 多远多远的这个国度 它这讲的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那人如果能够修到那个境界 而悟到那个境界 人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了 所以呢 时空呢 对于觉悟的人 是没有意义的 觉悟的人没有时空啊 觉悟的人没有思想 没有念头 所以我们刚才讲 我师父我在这句话 是错误的 我都没有了 怎么会有事 那我在 我在哪里呢 根本就没有我 我是一个大本体 我跟所有的众生 都是一体的 那所以 了解到 众生的根性 我们就要 用各种方法 我们这里 用一个 例子 它说呢 有一个老女人 她养了一群公鸡 那么她很 相信 整个地球 都是因为她在转 因为呢 太阳就是因为 她的公鸡在叫 所以才会 升上来 所以她跟人家讲 我是最伟大 你们不可以欺负我 你们不可以没有我 如果我 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她常常这样跟人家讲 那每个人都笑她 这个人 狂妄不已 这个人 她九分啊 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所以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世间人的现象 不晓得她在说什么 不晓得她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法 神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在说什么 那跟这个老女人是一样的 那么她 听到村里面的人都不相信的话 结果她就离开自己的村庄 另外一个村庄 到另外一个村庄住的时候 天上就说 只要她的公鸡一叫 太阳就晃 早上就起来了 那她更相信呢 太阳是因为她的公鸡 才会升起的 那她是公的主人 所以她最伟大 一到她又迁离到 其他村 事情都是这样 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她的 大家好 道之中子 讲到借甲修真 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她说呢 智人用心若静 那么智人 当然就是正修行 已经到达策务的人 已经修行到最圆满阶段的人 那么她的用心 表示说她还是处在人世间 对于这些 待人接物的道理 她已经能够 用最圆种的方法 来面对她 那她所谓是圆柔的方法 就是指 像镜子一样 她的心像镜子一样 镜子我们知道 是光明 是无瑕的 那她因为光明节亮 所以她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物像 这些景象 都完完整整 毫不遗漏 没有的 呈现在镜子里面 那当圣人 她在面对这些人情世故的时候 她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就是 你所呈现的样子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人 她造出来的样子就是好人 你是一个善人 她造出来就是善人 当你有不好的一面 当你有这个罪过错的一面 她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你不好的一面 罪过错的一面 那这是智人用心若静 所以这个智人她不会跟人家争 她看到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她知道说 诶这个地方是不圆满的 这个地方是有需要去修正的 她的内心会知道这个标准 但是她不会去跟你 说你 说你 她不会去强加于你 那也就是说 圣人的标准 她不会把她的善 她所谓的美 所谓的好 强加在众生的身上 她只是很自然的 如如实实的 把本来的面目 把本来的真相 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是智人 所以 讲到这句话 来呼应我们今天 讲戒假修真 我们对于 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于世间 有所谓真假 喊爱 对错 善略的分别呢 那这个分别呢 就是因为你的心呢 有所偏执 你的心没有办法像镜子这样子 如此的呈现出来 你是偏心的 你喜欢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情 你好恶某一个人 那么这个 好恶啊 会在你的言行之中 表现出来 你的心是不诚的 你的内在呢 不够诚恳 所以呢 表现出来的 当然也就不够诚恳 也就不够如实 那我们说实相 实相的道理啊 就是 大道呈现的 自然的状态 那大道呈现的自然状态 它没有区分 你我 没有区分对错 没有区分好坏 那这个是 成语中 行于妄 的一个修行的道理 那我们说 借甲修真 我们看到了 世间万事万物 然后体现到 我内在那个如此的 本来面目 透过万事万物的这个 启发 跟此点啊 我应该 悟出这样的道理 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生命的现象 就是来到人世间 来了解这样的道理 因为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有想到 很多人情事故 你都还没有报关 有些 所谓的 现在 我们说业障 你必须去还清 有你的 这个使命 与责任 你必须去把他了 这个是我们人 来到人世间的 的目的 所以当你遇到 各种 尚爱 各种境界限前的时候 那个绝对不是 无缘无故 现前的 那无缘无故 有一个人来诈骗你 无缘无故 有的人呢 来批评你 或者是说 伸出手 对你 指责谩骂 或者是 打你 这个呢 你要想想 一定都是事出有因 这种 人世间的 人世 时空 这么多 为什么 只有你呢 会刚刚出现状况呢 那么这个要想想 那一定是呢 我在跟 他的对应之中 有一种因缘的牵引 那这种因缘的牵引啊 是很维系的 这种维系啊 维系到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事实上 我们说是英国 那英国的道理呢 在中国 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说呢 被佛家 他特别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是 这个是佛家的思想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 相信英国 就会受英国的报应 那不相信英国 就可以不受英国的报应 这是有可能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相信英国 你还是一样 会得到英国的报应 那么所以说 你面对各种的烦恼 障碍 你都一定要 欢喜的去面对它 然后呢 去把它解决这个问题 你绝对不是逃避 你不是恐吓 或者是说 你用各种权势的看法 去把它压抑住 这个呢 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生活之中 有太多这样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各种问题 那你在各种问题上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得有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得有 你过婚了没有 其实呢 这个都是功修功德 何修过得 你不能够靠婚 不能够妻子儿女 不能够这个丈夫 泡清晰 都不可以 你必须自己去面对 你自己呢 要去解决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事情呢 还是同样的 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会造成你更多的烦恼跟痛苦 那么 会有此时此刻 你当下去迎接他 去面对他 然后呢 去跟他化解 所以解 解决啊 还需细灵人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戒侠修真 最主要的真相 所以真假 我们可以说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真假是一呢 因为呢 真的里面 它的一个波动 会产生假的 真的里面虽然没有假的 但是呢 它心得硬简 会产生假的 那个心得硬简呢 是人在无知 无影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们说动 所谓一动不如一镜 但是这个动呢 是它的一个 时空背景的因素 那它动呢 就会产生各种的相出来 那只要呢 一有所 心有所扑植 这些相呢 就会成为一种偏执的相 成为一种妄想 那人会把这种妄想 当作是真实的 那这个是因为人 不觉的欢喜 不觉的欢喜 才有所谓的 各种人民对待的产生 那我们小小 我们生活之中 我们要面对的人情世故 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以前小时候 还有父母 他可以帮我们处理一切事情 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呢 父母 他没有办法 帮你处理各种事情 父母已经老了 那么 你必须承担起 照顾父母的责任 现在父母的问题 是成为你的问题 合理的问题 而且你要 这个 干心情愿的 你要泡泡洗洗的 帮父母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啊 我们今天讲孝道 那现在人都不喜欢听 那因为现在的家庭 都是小家庭制 所以啊 这个媳妇也不喜欢跟公婆在一起 甚至呢 儿子也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有 不敢 养儿长老 这样的一个观念 都必须自立自强 都得靠自己啊 即使是老了 还是得要靠自己啊 那这个是因为 食道混乱 人心扭曲啊 下道温弱 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下道温弱的 整个社会的状态 他那个不安的状态 拨杠的现象会更加明显 因为在人主要的一个基本德行 已经呢 土跟瓦解 既然教导已经瓦解了 那么人想在其他的德务上建立起来 那是不可能 你要透过制度 透过整个 团队的一个规章 或者是透过整个社会的氛围 你要来保有整个社会的秩序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 也是自标不自本的做法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家庭出生的 那家庭呢 是夫妇之间出生的 那夫妇呢 夫代表日 夫代表月 日月合起来才会米 日月才会和和 和和才能够产生整个和谐的状态 他就懂得孝顺父母 他就懂得呢 能够在孝顺父母的这个过程之中的交往子女 所以交往子女是从孝顺父母开始做起 那你说孝顺父母这一边的责任我不要完了 我只想顾我的儿女 把她顾完就好了 结果呢 所有的这些 因缘果报 通过跑到儿女的身上 那是你的问题啊 那是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把问题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那孝道就基本的东西没有进了 结果呢 你把这种 没有进到孝道的这种因缘果报 结果 丢到孩子的身上 那孩子以后呢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你才会感受得到 你以前怎么会这么做 但是那个时候呢 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除了说 这个问题 家庭的问题之外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多 我们呢 如果能够好好的来分析啊 好好的从这种 人文制度来分析啊 那么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世界问外啊 天灾地变啊 它所有解决的方法 都是在家里面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现在举一个 生命的意思 也就是说 人 都会有生老病死 那么 人面对生老病死 通常都是被摆布的 的角色 被玩弄 被死神的玩弄 人完全没有力量去对抗 生老病死 尤其是现在人的这个 毛病啊 这种病啊 越来越多 那种情况的病 产生一大堆 那现在的医院 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 科技的文明呢 也相当的发达 可是呢 对于这个病啊 却常常束手无策 没有药可以移植的 你最好的设备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你看现在H1N1 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流行性的感冒 那么 流行性的感冒 那流行性的感冒 竟然呢 扩及到全球 让全国 全世界的人 人心恐慌 那医师们束手无策 只能够用了 这个疫苗 只能够发展了 这个抗药物啊 来抵制它 但是 这个抗药 抗药的这种 药品啊 抵抗的这些药啊 它用多了 会让这种病种啊 又突变了 结果突变之后啊 那医学家呢 丢了伤透脑筋 又没有办法对治 它必须啊 去 开发更新的药 更抢药的药 来抵制它 来杀死 这个病毒啊 那这样 想想想这种现象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 人世间所讲的 冤冤向盖 现在我没有力量 抵抗你 被你杀死 将来我更有力量的 我就把你杀死 那杀来杀去 结果呢 到底谁会赢呢 好 愿愿相当何死了 那么我们面对 这些疾病 面对这些病毒的状态啊 我们只能够认下解了 跨解的道理在哪里啊 跨解的道理 在于人心的祥和 人心的坚信 那我心 如果说没有贪嗔痴了 你没有想要杀爱对方的念头 你跟他和平共处 那么这个病毒啊 它自然就不会这么猛烈 它自然也就和平起来了 所以 我最近 因为呢 在家庭里面 面对了这些生死的问题啊 让我特别的感触 我的妈妈 在 今年 去年 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就因为呢 这个 上土的功能缩解 那尤其肝脏呢 肝脏呢 肝脏也有硬化 甚至长肿瘤 吐血不止 那么就这样离开了 那么我们会想说这是老人病啊 老年人 他就会不种病 他 会因为病而死 这个我们那时候理解 可能是这样嘛 但是没想到 一年之后 我的妹妹竟然也死了 这个消息啊 让所有的人非常的震惊 那我妹妹呢 她可能还不到40岁 虽然妇文上也40岁 但是呢 她实际的年龄 可能是38岁或39岁而已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40岁 40岁就离开人世间了 那病因是什么 病因是 不明人一 不明原因 然后就过世了 那理想想 这个人世间 就从无常而到来 它是让人不可想象的 那我死神的招手啊 你没有办法抗拒 那你唯一抗拒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 你在此生 你对于这颗心的一个羞耻 你对于这个世间的奉献 所谓上 所谓功 所谓德 你做了多少 这个是你可以跟死神 谈判的筹码 那这个道理呢 要好好的讲细细的讲 才能够打动人心 才能够让众生呢 真正的从这个 迷妹之中醒过来 好 我们说我妹妹四十岁 就走了 不明原因就走了 你 留下两个孩子 留下两个孩子 一个下于上小学 一个在上国政 年纪都还小 那整个家的家计啊 就家务啊 本来都是她的超纸 让她自己还要工作 那丈夫呢 在外面工作 很久才会来一次 那你看现在呢 现在这个父亲呢 要单独的面对一切 那么想想 我们在生活之中 常常听到说 啊某一个人 又怎么样了 我们什么人的亲戚 啊什么朋友 他又怎么样了 这样的讯息啊 常常传到我们的耳朵 那我们呢 有时候呢 感触很深 有时候呢 无关痛痒 你看我太太她每天在 家的地方工作 那她在工作 的这个阶段啊 看清各种 生死的状况 那对她来讲 那可能也是 不痛不痒了 偶尔会有很大的感受 但是呢 总是一种 不痛不痒的心态 那想想 如果说 今天 躺在我们面前的人 是我们的家族 我们最最爱的人 那我 我看着她 我射手无策 我不晓得怎么办 把眼睛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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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想跳出六道輪迴 我們都想解決問題 可是呢 人們自己都生死 甚至這些疾病 只是生此之前的花爆 那這個花爆的問題 花爆也是一種報應啊 你種什麼因 得什麼果 這個果 還沒有結成之前先開花 這個花就是你的報應啊 但有時候花是很漂亮的 那當然就是善果 好果 有的花是很不好看的 有很 意象跟意義不好的這個花 那可能就是惡果 那壞果 那這個你都必須去承受 所以 特學就特別去研究 楊仲宜 這個大上人 他當時啊 他對於這個病的態度 以及呢 他對於這個病的透測 的能力啊 竟然可以透過用腳的 然後把這個病呢 把它 把它治好了 就一句話而已 就把它治好了 那所以呢 從他的經驗之中啊 我們可以知道啊 這個病啊 的成因啊 其實是 有他的源頭的 我們說病 第一個有可能是病床口入 我們吃的東西 沒有吃 吃對 沒有這個 吃對營養 沒有按照 這種三餐比例的標準 你隨便吃 無亂吃 不定時定量而吃 結果呢 就吃出病了 那你不按照你的體質 不依照呢 這個 這個營養的這種成分 結果無亂吃 這個也生病了 那麼生病呢 那還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呢 熱感通寒 熱感鼠熱 這種 這種 這種通寒 鼠絲燥火 這種影響 也會讓人得病 那這個病的病因啊 就是外因 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你的病 這個外在因素是呢 對現在的我們來講 外在因素太多了 這個太多了 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 的飲食啊 叫做飲苦食毒 飲的呢 都是那個 有毒的 或者是 有病訓的 食毒呢 就是吃的東西呢 都是農藥 都是化肥 都是這些毒藥 甚至我們吸的空氣啊 都有可能是不乾淨的空氣 那就是整個大環境的供應 所引造出來的 那病從口入 這個外因呢 那就可以找醫生啊 你 你必須要靠醫藥 那這個醫生呢 也要看你的因緣果報 你要找對醫生 找出你的貴診 然後呢下對藥 吃對了 吃對了這個處方 那當然你病了就好了 那當然你病了就好了 這裡面 牽引著很多的這種 因果細微的項目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意義論索 這個是沒有辦法意義論索 總之呢 吃藥 看醫生 病治好了 那這個就是呢 你的 你有那個福分啊 不受到這個疾病的干擾 好 這是外因 再來就是 內因 內因我們是講 心理的這個層次啊 你的心境影響到你的肉體 結果呢 肉體就生病了 好 你的這個 婆氣 事實上 肉體就是指 人的這種 體溫啊 上下流竄 體溫 生到腦了 你就腦熱 體溫下降了 那麼你就 雞在腰了 你就會 得腰的症狀 雞在腳呢 腳 腳走 就沒有辦法走路 雞在那裡也會得病 所以呢 有一種這個心理的病啊 那這個心理的病啊 這個就是中醫 他研究的範圍 所以中醫呢 他能夠講到這個層次啊 他是比西醫呢 還要更 更深入 那西醫當然 他沒有辦法講述這種 心理的層面 西醫雖然也有心理醫生嘛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向中醫 他講到這個人的五臟六腹的變化 是因應了整個天地五行的變化 你看有個肝 肝為什麼會隔病 用三肝 這個我們這場聽到了 你生氣了 喜歡那個發我 喜歡罵別人 喜歡這個兇別人 這個沒有傷肝 你就會得肝病 肝肝肝炎 會得到低肝 吸肝 得到呢 這個肝硬化 肝腫瘤 肝肝 加上 交臉 所以 肝得病 胆也得病 這個是夢 一個人喜歡發夢 一個人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自己這種充公惟 我賭這種齊情 他就會得肝病 那我们说丹鼠梦 这个木啊 是淘质的 也就是说木是往上涨的 那木呢 是欣欣向荣的 那木是呢 这个草木团圣的 那这个是正常的木 有健康的木 所以阳梦 阳梦就是这样子 所以木呢 它的这个本质啊 就是人 人以理智的人 那所以木性的人呢 它是有仁慈之心 它对人呢 非常非常的友和 对万物呢 它也有这个 慈爱帮助的心 但是呢 如果是阴木的话 如果说这个人 它没有这种修养 常常生气 常常发梦 就会让自己的 我这个木性啊 会成为阴木 阴木呢 就是喜欢碰中 喜欢 不服手 喜欢呢 去做一些 为非坐牌的事情 我就是故意要 跟你不一样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像很多年轻人都有当地 那为什么 因为呢 它就是喜欢跟人家不一样 高兴利益的 喜欢发梦 喜欢呢 有自己的个性 它有个性呢 结果呢 就是造成阴木 就伤肝嘛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肝的药是最多的 很多知道口 火气大 口气重 那这个就是肝火 肝火药 所以呢 要调肝火 那现在看一看最多 是因为 现在 得证病的人 也是最多 那肝火的肝 肝病啊 那更占是 可以说是 国家的病啊 国人的病啊 更是占第一位 那所以这个 要导致去降服它 年轻人 太有个性 不偏从父母的话 不偏从师长的话 结果呢 就给自己 累积那个气 预计着肝 结果呢 就生病了 这个病呢 你只要能够 柔心 受气 接受这个 父母师长的调教 孝顺父母 公庆师长 那么这个病呢 就会慢慢的化成 那我们心 我们说到心 心脏的病 心脏是有什么生起的 我们说爱恨情丑 心是爱恨情丑所生起的 那你喜欢一个人 喜欢到了这个无以复价 用尽各种的手段 用尽各种的方法 就是想要得到这个人 那得到的时候呢 看待这个人的确定 结果因爱深恨你 或者是说你没有得到 结果呢 就恨对方 恨女方 恨了所有的人 谁造成你 今天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那你就恨谁 就爱恨交加 或者恩怨情丑 造成你的心 得定 那心病 现在 也是很多 心脏病 心肌梗沙 心心血管 发生病变 各种 高血压 血液 缺寶 这种血的问题 都是属于心的问题 那我们在 社会上 也看到 很多 很多人 有一些都是 这个 很有名的人 然后呢 就走到外面 结果呢 一下子心肌梗沙 走了 甚至呢 这个年纪很轻的 这些青少年 也会中风 也会得中风 然后呢 因为这种风 造成了 这个植物人 造成了 家人的 这种负担 也是有 那这个 心病 心病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对于事情 的这种 爱恨太明显 爱恨太明显了 就产生了 这个心的疾病 我们说心 心属火 这个火 是体 是我们人 里面的这个温度 那这个温度的不协调 火是属于上升的 火气上升 这个火呢 上升 这个血管就累积在 我们的这个脑里面 所以脑产生的疾病 也是心所延伸出来的 那 脑 比如说这种 脑年痴呆症 比如说 这个脑血管 倒裂 那 比如说这种 失眠 甚至呢 我们说 精神病 这个呢 都是因为 爱恨情仇 造成新的火气 激在 这个脑里面 所引发出来的疾病 那么 火的本性 有 羊火跟 因果 羊火是正规的 火 我们说 这个 心属火 火是属于礼 礼貌的礼 那么 火性的人呢 他是光明的 因为火相声光明 火性的人是 光明坦荡的 而且呢 这个人呢 很有礼貌 他这个人呢 很谦虚 那虽然呢 这个 这个动作是很快 也就是说 火性的人呢 他会 动作会比较急 讲话会比较急 可是呢 他是正大光明 他是这个 依照 这个法律制度 将非众取的 这个是属于羊火 你那很明显 那个 关注帝君 我们叫关注帝君的脸就是红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火性的 那他的一言一举啊 都是合物道德文理的标准 所以他一个是守法守理 这个是羊火 那羊火呢 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呢 这个 那羊火 你不去保养他 结果呢 你让你的爱 你的恨 超过了你的本性 明媚了你的本性 结果呢 就造成阴火 那阴的火 那就非常可怕 那阴火在烧啊 那阴火在烧呢 他就会把整个神经系统 把整个人的精神啊 通通会杀毁掉 反射在我们心上 身体上的血管的疾病 心上的问题 精神的问题 这些都是心 这阴火所造的 那所以说 对于这种 人世间的变化 你必须用 淡然处置了 那我们讲到 疾 疾是 疾味 疾味是 互相表理的 那疾呢 疾的病啊 疾味的病啊 就是怨恨 忧失 所产生的 疾 埋怨 你那个疾呢 是埋在心里面 那埋在心里面呢 当然呢 就累积就是病 就是 赌障 所以 如果会发赌 排泄就不正常 你的盖泄就变得相对的弱 胃肠的功能呢 就相对的减轻 可能说体胃不好 或者是说胃不好 那有时候会带好 胃的功能太强 也会造成病 那个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呢 他想太多了 事实上 没有 没有这些现象 你看上次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在报告一个 胃病的情况 就是因为胃功能 蠕动的能力太强 结果引发他的 胃病 引发他胃病 结果造成他人 三餐也吃不下 人越来越消瘦 可是去检查的时候 你都会什么病也没有 你都会很正常 很健康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呢 因为呢 一时的这种怨气啊 怨气 忧失 也想太多 烦恼太多 忧郁 沉重 欲气 积极在那里 所以造成了 一时的那种脾胃啊 他的这个运作不正常 那他的运作不正常 把这种脾胃的症状传送到脑 结果脑就下命令 现在脾胃开始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呢 要好好地去顾手 结果就是因为脑 不断地在下命令 说脾胃是不健康的 其实是自己认为 自己的品味是不健康的 所以这个 中间这些医生啊 他们对治这样的病啊 他们就是用科学仪器 来帮他们诊疗 而且让这些病人啊 看着他们诊疗的结果 比如说这个扫描 超音多少扫描 就让他看 你看啊 我现在帮你做超音多少扫描 一边做一边让他看着一门 你看你的病 你的胃都没有什么毛病 你的皮没有什么毛病 肠胃也很好 做了这个断层扫描 做了这个 什么的 一大堆的检查 通通让他知道 你的病是没有问题的 当自己知道 病没有问题之后 他就释然了 就放开心怀了 他就也不再去想东想西了 也不再去埋怨东埋爱西了 结果呢 病渐渐就好了 我们知道 脾 脾手土 那土呢 就是养土跟饮土 养土是正常的土 这个养土啊 他表现在我们的德性上了 我们说 仁义理智性 这个体土啊 就是代表性 那信是什么到底呢 信就是说 人眼为敬 你讲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心意 你的诚意啊 那你讲的话你要做到了 那你做到了 不管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都不要再埋怨 你都不要再担心啊 也不要忧虑啊 你就好好的表现出你自己的那一份诚心记忆 成于中心以外 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是信用 所以没有信用的人 常常也会产生脾胃之病 你看脾胃 脾胃的病 胃肠的病 在我们现在 好像更多 因为脾胃很容易出毛病 尤其是一些乡下的 一些农人 老年人 常常因为埋怨 埋怨儿女 这个担心儿女 担心家庭 结果呢 常常体胃的出种 像要溃养 胃足症 或者是说会溃养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肝炎 小肠 大肠 牺牲不正常 各种肿瘤 在胃的也很多 肠胃也很多 那么这种相爱系统问题啊 都是你埋怨者加成的 你的一股气堵在脾胃里面 所以呢没有办法消化 造成整个肠道的消化系统都形成问题 那么这个是在肠 在脾胃在胃 我们好像都连着脚 其实呢它里面还有细分的道理 如果说是在这个武藏 武藏所因 那因呢就是比较是属于 你面对的这种小背 你的平背 你的平背 所造成你的这种伤害 你埋怨你的你的同事 埋怨你的同学 或者是说呢 埋怨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担心你的儿子女儿 担心这些小背 结果呢就会造成 脾胀出问题 你埋怨大人 埋怨你的上司 你的长官 这个就会是厂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 皮属土啊 你要这个 有羊土跟阴土啊 你要变成阴土的话 你就是生分器啊 你就是埋怨啊 你就是不停啊 你就会这个 那我们要把阴土呢 翻过来 成为阳土 那我们再讲 肺脏的病 肺脏的病 就是呼吸系统 那呼吸系统有麻病啊 那呼吸 呼吸属于 这个肺 肺跟皮脑是相表里的 所以皮肤的问题也是属于肺的 那肺脏怎么引起呢 肺脏是因为 你喜欢 你喜欢这个 脑 脑人 三脑筋 你那种三脑筋啊 这种情况啊 不断的累积就会产生肺病 或者是说你 悲伤 你会悲伤 常常呢 面对事情呢 无法自主 不有自主的就悲伤起来 这个 喜人忧天啊 那这个悲伤呢 就产生你的肺 肺的症状 你的 脑人的事情太多 也会产生你的肺的症状 那肺 肺的症状有很多啊 你的这个呼吸系统 造成问题 肺 肌水 肺腫瘤 那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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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呼吸 呼吸道 障碍 或者是说 整个皮肤 精神 气色不假 皮肤 这种 脸色萎靡 等等啊 这些都是肺脏 所造成的 一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肺 在五行的德性里面 肺属于这个 筋 五行属筋啊 那德性啊 德性属于义 我们说 人义理智 这个义啊 就是属于肺 所以当一个人 他没有道义 他不讲义 义就是 我们上次讲到 合情 合理 合导 的言行举止 那就是意义啊 你没有言行举止的标准 那么你 常常在那里 想脑筋 或者是说 你常常会悲伤 悲伤 自己做不到 我产生了 各种的 难过的现象 那就产生了这个 呼吸 呼吸到 肺 肺上的满病 那肺 肺属于义 肺属于筋 筋 筋有阳筋 跟阴筋 阳筋呢 阳筋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这个 高怀的 一种喜乐的 一种 我们说乐观的想法 你看金呢 就是 这个 一块在那里 你看金的那个筷子 就是他非常的刚硬 他非常的坚强 那他也代表一种 一种折善固执 这样的人呢 是属于 阳筋 他对于人生啊 都是正面的想法 所以呢 他 都会积极地去处理 各种事情 他不会萎靡在那里 也不会消极 他会像钢筋不洗一样 像这个太阳 那种力量一样 那种力量一样 这是属于肺 那阴筋呢 就属于那种 消极的状态 悲悯 悲悯 或者是说 烦恼 这样的状态呢 就产生肺病 再来就是说 肾病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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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剩的病尤其像婦科的現在人也是很多 那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婦女太操犯了 現在婦女要走出家庭 要操犯家庭 要操犯事業 要操犯兒女 操犯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現在婦科的病很多 那男科的病 我們說腎臟病也不少 現在的男性的性功能不全 或者是說這種社務性腫瘡 或者是說這種體力不佳 等等都是因為操擾繁星 都是因為生活在煎荒恐懼之中 就會得到這種腎臟病 那我們說腎臟是除水 水 羊水是正常的水 羊水是乾淨的 羊水是滋潤的 那羊水呢 那羊水呢 羊水就會造成 這個土石流 就會造成水災 就會造成呢 這個臭 臭水溝的水 那臭水溝的水就滋潤 會發臭 那麼你也要煩惱了 你要洗腎 那現在洗腎了很多 整個排泄出了問題 那這次為什麼操掌的事情太多了 你的金髮的事情 捆髮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羊水 要把它恢復成羊水 不要讓它變成陰水 陰水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盛在這個武德之聲 它是主治 智慧的治 那這個治呢 那這個治呢 在我們 的這種 修行的這種經典來講 治是最重要 治是 所有的修行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文 也就是說 當我們 不離了 我們就會產生智慧 當我們心病了 那個智慧啊 油染而生啊 智慧本來 圓滿具足 結果呢 今天智慧 沒有辦法具足 沒有辦法朗線 這個都是因為 人對習俗所攔 對於整個人情世故的 這種 文理細節 給障礙住了 變成理教吃人 那因為你的智慧 沒有辦法流落 所以你認為理教會吃人 那這是我們大概說 五臟的疾病 這個是內陰 這個是心裡的病 心裡的病啊 要透過你的調心 我們說的 今天說的這個 借甲修真啊 你要借著這個身體啊 來把你的心調好 借著這個現代啊 有這些民師 有這些同兄 有這個大道 在執導你啊 你要趕快把他調好 所以這個 人義理智性 你要把他做好 五常治德 你要把他恢復起來 這個呢 支持我們今天修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的 所以修行人 他本身呢 身體要健康 他精神要清朗 這個要 清安自在 修行要達到這樣子 人家才會對於修行 產生嚮往 產生肯定嘛 那今天修行人也是病濟奄奄的 那你怎麼樣去影響別人呢 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自己啊 也最近因為受病所苦啊 就感覺到這個病啊 一定要把他克服 把他治愈 那當然找了很多方法 那如果說 你的病因是從心裡引起的 那麼你必須重新挑起啊 你找外面的醫生 是沒有辦法治你的心裡的病 心理醫生也沒有辦法治你的病 那因為呢 你這個人情事故 你都沒有做好 你在這個周圍環境之中啊 你跟人的互動 是不協調的 那不協調你自己的 又把這個垃圾啊 放在你的心裡面 躲在那裡就 就生病了 那你氣不順了 你就生病了 這個病呢 心裡的病是從 氣躲 這個活發了 這種現象所以 所產生的 那所以 在公司上 在家庭裡面 在學校裡面 或者是說在道場裡面 你都要記得 把這種 仁義理智性 這些德目啊 把它實現出來 而且呢 把這種 仁義理智性的德啊 協調在整個 身心裡面 絕對不是強加的 也絕對不是呢 你要求別人 或者是說別人強加於你 都不是這樣子 你自己內心 要有所覺悟 因為你做人沒有成功啊 你這個做人 到底沒有做好 所以呢 就累積成你的病 我們講 做人沒有人過來 那希望呢 大家不要聽了這樣之後 就對後學 產生的反駁 那很多病呢 其實原因很多 我們只是講心裡的病 來分析它的原因啊 因為我知道 很多道場的 這個前輩啊 我們說 全人 或者是典傳師 或者是這些 法師 陌師 那他們的這些 病的產生啊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是為了這個道場 而累積下來的 也就是為了 眾生 而產生這個病 它有一種 頂結救世 這樣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這種原因呢 我們沒有辦法 去了解 也沒有辦法去解說 我們看到很多主師大的 他走的時候呢 也是視線病態 視線病態呢 這個病呢 到底是從而來 人人沒有辦法說 他修 修行修得不好 也不可以說 他做人做得不好 他在某種方面呢 在這些修行方面 都做得很好 可是呢 他還是呢 得病而死 這些是 很多文理細節啊 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心理層面 講說的 你看那個 孔子 去看他的學生 染伯扭 摸了他的手 說實語 詩人也有詩集 詩人也有詩集 哎呀 沒有辦法救了 這個人 這樣的好人 怎麼會有這樣的病啊 所以孔子也很無奈 你看好人也會生病啊 那麼我們今天 從心理的方面 來 來細說 希望能夠藉著這個心理的調養 營養的協和 讓我們的身體呢 達到一個沒有病的狀態 這種沒有病的狀態 這種沒有病的狀態 是我們現代人 希望去追求的 所以到過病啊 也能夠讓一個人覺悟 讓一個人覺知 走向聖險之路 這個是我們今天講病啊 病的意義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具體啊 那我們還有一個 心理上的病還沒有講 那這個心理上的病啊 那就 就是病人 病人 那心理的病呢 也是 跟親在主 跟 各種 這大環境呢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 但是啊 好好的 慢慢的來分析 來解說啊 但是呢 從業假修正 這假 你看 大家好 今天 我們講到第15句的經文 恢復本性至自然 那自然就是道 所以呢 恢復自然 就是恢復道 在江澤的預言裡面 他曾經提到 他說有些人啊 他的這個修行方法 很奇怪 那很奇怪是我們後人在說 那江澤把它提出來 他說呢 有的人 刻意高上自己的行為物為啊 那表現的 與世俗不同 那這種 作為啊 他是刻意這麼做 那還有一種人啊 發表扑論 攻擊社會的黑暗 表達心中的不敏 或者是說不滿 那這 只是 分析技術者 的作法 所以分析技術的人呢 他用這種 論 用這種 跟別人不一樣的言行 來做為自己 來做為自己 這個處事修行的方法 那還有一種人呢 提倡了 祭事救人 施財捨物啊 如果 以便修養自身 或者是 教會別人 或者是說呢 在 固定地方講學 這個呢 都是 這個 修善 人事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 蔣大功立大名 定軍臣的禮節 以致天下 這是 護國強兵 兼兵 土地者的做法 還有一種就是 在山林 有水草的地方 賢俠釣魚 為了是 放下心裡的激動 這個是呢 避世 討清賢者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就是 練習呼吸 做白癮 鐵熊掛在樹上 玄鳥伸長脖子 那不只是呢 磨練身體 想要長壽者的做法 那他列舉了這五種人的做法 他說呢 那這些做法 都是有商大道 那他後面呢 還有一個比喻 他說有一個人啊 在這個養生方面 做得很好 做的呢 可以說是呢 功夫非常的徹底 把自己導養個 像小孩子的皮膚啊 那頭髮污灰亮麗啊 那看起來呢 還很年輕啊 所謂擴打桃眼啊 那結果有一天呢 在山上走路的時候呢 就被一隻老虎抓去了 把牠吃掉了 把牠吃掉了 那他就問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牠不是養生養得很好嗎 把自己養到這樣 身體健康 皮膚光滑 很年輕的樣子 結果呢 竟然發生意外 所以 莊子在講養生啊 他說 這個養生也要爆發進去 這個意外的人也要考驗進去 那意外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啊 24小時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發生啊 我們說無常啊 所以 莊子才說啊 以上的這些人啊 通通不是養生的方法 你看我們如果說 在大廠修得很好 對於人家說修得很好 結果呢 出外發生車禍 或者是說 這個身體嚴重受到傷害 那麼你說你修得很好 那這樣呢 對莊子來講 你也達不到養生的標準 那所以說 莊子說 達到養生的標準 就是要回歸自然 那當然莊子有它回歸自然的標準 那麼呢 回歸自然 都離不開人的心性 人世間的 人場的道理 因為你 不可能跟離群所居啊 你要跟人住在一起 那跟人住在一起 你就會跟人 發生各種 互動 所謂人情事故 那這種人情事故啊 就會產生 就會產生 我們這個思想上 行為上 在修行上 有不同的變化 就會產生不同的應對 那只有恢復自然的人 那只有恢復自然的人 那他 他是 隨順自然之道 那他才能夠 跟這些人 跟人相處的時候 能夠圓勇自在 或者再 我心中之寶 和樂 消遙 這個是 庄子 在 他的這個書裡面 所強調的 養生的標準 那呼應我們今天 所要講的這句新文 恢復本性之自然 人因为秉着天地阴阳五行的气而生 所以这个大地滋养着我们 万物滋养着我们 所以人可以行天地之功 可以采天地的精华 可以为天地利心 所以人在这个天地之中 它的作用是相当的大 人讲到心性 只有人有办法说来修炼这个心性 来体育这个心性 来重点这个心性 所以在万物之中 人为万物之灵 只有人 那它才可以说呢 恢复本性之自然 那可见呢 人的智慧 它是可以透过一种修炼的行为 来达到 所谓天亲地名 达到这种天地合一的标准 那我们讲到 上次我们讲到戒甲修真 借着这个病的分析 来说明 这个戒甲修真的道理 那因为上次我们还没有讲完 而呼应到这句 恢复本性之自然 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心理的病 那心理怎么会有病呢 性是圆满具足 性是清静天等 性是这样如有的动的 那它怎么会生病呢 那么说到这个性理的病啊 我们就知道说 性不会生病 那生病的是因为 你性没有彰显出来 你的世神 把你的性 给掩盖住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让你的性得 完完全全的流落 所以说我们说 智慧 德能 向好 这些呢 都是我们性得 完完全的流落 智慧是清楚 是清朗的 是具足的 是圆满的 德能 就是我们的道德 也是圆满的 能就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这个才学 也是具足的 向好 就是我们那在的 这个长相 身体的健康与否 这个呢 就是 智慧德能 向好的流程 那对于 这个自信在我们身上 圆满的具足 那么智慧德能 向好 自然就会具足 所以我们是 应该是不会生病的 不会老 不会死 那我们应该是呢 可以随意地 驾驭这个肉体 生死自宅 什么时候 要离开 什么时候 不离开 都是由自己控制 那现在人 没有刚刚 这样 那么想到 有本书 叫旷野的声音 好像又觉得 也有记得过 这个旷野的声音 它里面呢 是一个西方的 学者 去采访 当地的这个原住民 是澳洲那边的原住民 那么跟他们的生活 从他们的这个生活 经验之中啊 它了解到 什么才是 恢复本性的自然 人要回归自然 那这个回归的到底 就在他们这些 原住民的生活 就判得到 那么原住民他们呢 自称为真人 他把这个西方这些人 原住民以外的这些人 就称为变种人 他是从真人 然后变种 变种 变种的意思当然就是 不好的 变得不好的 那他们真的 真人的样子 是完好的 是那个 审的样子 现在变种了 当然你就没有审那种 智慧德能相 那这个西方的科学家 当然 不以认同 所以不置可否 那就问这些原住民的长老 你说我们是变种了 那你说看看我们是怎样变种 你们是怎样不变种 然后他就说 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你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身体 那么能力就不一样 那怎样不一样呢 我们的身体啊 对抗这些天然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可以的很自在的来应对 你们不行 你们要穿衣服 你们会感冒 会生病 那原住民就不会感冒吗 他说原住民 这个虽然有一些小病啊 但是很快就可以痊愈 那也不是常常会生病 那他举一个例子啊 他说呢 我们可以啊 在大雨之中 不穿衣服 三天三夜都不会感冒 在雨中哦 这样生活 三天三夜 那么你们现代的人 有办法这样吗 你们所谓的文明人 有办法这样吗 这个科学家想说 没办法 三天三夜在雨中 不会感冒 不会得病 这个生病不可能 那他们呢 他们本来就没有穿衣服 他们就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 那所以呢 这个下雨 雨中 住三天 对他们来讲 只是家长便饭 那在这个例子啊 还不注意说明 他们是真人的原因啊 直到有一次啊 他们这些原作民 到山上去打猎 哦 去采果实 结果呢 在这个半路上啊 就有一个原作民 从山顶啊 摔到山谷了 那他整个的这个大腿的骨头啊 骨折 而且呢 是整个突出来了 已经刺破的表皮 哦 穿出来了 哇 看那里 这个是现代的科学家看了啊 哇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还得赶快上医才行啊 但是原作民他们呢 哪来的医院呢 哪来的医师呢 他们不需要医院 也不需要医师 那他们把他 想尽办法 把他排 排到了这个巫师的家里面 那巫师就把 那可真起了 巫师呢 他就在用他的手 就在他的伤口上面啊 这样平行的腐膜 手也没有碰到伤口 然后呢 面面有诚 那面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呢 那这个腿部的细胞啊 能够赶快恢复 恢复你的本位 哦 回归到你的自然的生活 那这些细胞呢 都回复到 都回归本位 那这样安抚一下呢 也没有服药 那也没有吃药 诶 没多久 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啊 他那个突出的那个骨头啊 竟然自己缩回去啊 这真的是太奇 太奇了啊 那中医可能也不相信这种道理 那骨头脱回去 那他那个伤口呢 又早要敷一敷 那不久之后啊 大概两三天啊 这个人的骨头好了 那还表着这个伤口也好了 没有吃药 那也没有 也没有说淡医生呢 他只是就是要安抚一下 没想到就是要发生这么神奇的事情 那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神奇啊 对他们的老爷爷可能是假装变半 那他们随时在跳舞 随时在祈祷 他们说呢 在跳舞 唱歌 祈祷过程当中啊 就是在跟天沟通 所以他们可以常常知道天的旨意 那他们的做法呢 也不会违背天的旨意 甚至呢 他们可以随时回去 他说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开关 生死的开关 那如果想要回去了 把那个开关一关掉 那这个人就回去了 那不想回去呢 你就不要去 去等他 就一直生活着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们说真人 那他们可能是真的是真人 从这种 从这个例子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 这个德能啊 至少比我们好 身体状况啊 比我们好 那我们休息 第一个表现在我们身上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身体不好 身体会得病 那都是呢 我们这个自信啊 被允灭住了 自信没有办法养血 没有办法恢复到 这个自然的本性 那所以我们找到 生理的病 心理的病 跟心理的病 这三种病啊 的原因如果能够了解清楚 那么我们相信啊 世间的人 包括修道人 他不会再生病 老生里的病 我们已经 讲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 这个 轮場关系啊 我们就是没有 离群所居 跟这些人情世故 处在一起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 就产生了 这种生理的关系 如果产生了病人,病人是在某一个伦场上,你发生问题了,所以你那个地上就会得病 比如说我们说父子关系,父子关系发生问题,这个儿子不孝须父亲 那么这个儿子啊,他的生理的病是怎样呢? 他就会常常苦痛,或者是说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说这个高光肩膀痠痛,这个上脚部位不舒服 一定是,一定是会有这样的病症产生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为非所感的人,不孝父母的人,他们还是一样把腰三脱四,大吃大喝,完全没有病的样子 那是因为呢,他的这个,那个货的能量,还没有累积到让他生病 让他成少会生病,那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他就会生病 所以生理的关系是,我们人跟五常,跟五伦之间的关系 那心理的病,上次我们也讲到心理的病 那心理的病呢,就是你的喜怒爱乐 那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甘就是嫩 那这个心理就是爱,就是恨 这个土呢,就是忧,就是嫩 那费呢?费就是老 这些心理的变化,就会产生我们这个身体内脏上的对应部位啊,产生不舒服的状况 那这个都我们上次都有提到过了 那只是说这一套系统啊,是一个很繁杂的系统 那么在王凤与言行录里面啊,他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参考 我们今天要讲心理的病啊,是我们的这个自信啊,被你灭住了 你在哪个地方被你灭住了,就会产生那个地道的病 那这个自信本来具足啊,自信怎么没有办法圆满沉险呢? 那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就是累劫累世,我们所造下来的这些习性 这些业障,我们累积了太高的这种不善的能量 佛经讲,单身赤曼仪,这些恶的能量啊,让我们的自信没有办法彰显 那我们儒家讲武显的关系,武显的这种道德啊,你没有流动 你没有办法彰显,所以呢,在那一方面就会得病 那武显,我们说人亦理自信 我们讲,刚讲完,这个客中视为钢场之独立 这个钢场里面呢,这个常就是一种常道 常道就是武显的道理 这五种,这个常道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呢,去遵循的 那有的人偏另外一种,偏这一种那一种,但是这个偏呢,没有关系 你只要好好的做,在你偏的这一种呢,把它做到圆满 那你其他的四种呢,就会渐渐的圆满 哦,比如说你,你这个人,做得好,那其他人做得不好 那么你就在人上面,好好的下风风,把人做到淋漓尽致,做到圆满 那么其他的四种,四种常道,你就会做到圆满 那如果缺人的人,缺人就是没有人心 哦,我们说禅子,我们说不慈悲啊,我们说这个酷刑啊 那这样的人呢,他会呢,喜欢碰针 哦,他会伍逆 哦,他的这个做事情呢,总是呢,就是用各种取巧的手段啊 哦,那这种人,病人,他就会造成,他的这个身体上,哦,单方面的这种病变 所以没有人心的人,常常会有这种口跟蛇躁 哦,常常会呢,这个,这个目击上升啊,哦,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种 很好的滋养啊,这个就是,性理肝,哦,不忍的人所产生的这种肝病 那我们讲到,这个,人,义,义是属于精 那一个人呢,他有这个意啊,他一定呢,这个做事果决,哦,做事明快爽朗,哦,不拘小节 哦,这个人呢,一定呢,很有意气,跟朋友呢,可以两肋插包啊,哦,毫不顾自己的安慰 能够为朋友呢,能够掌握职员,护腾到我,哦,这个是意气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重义的人,哦,重义的人,哦,重义的人一向呢,被人所割创 那么如果说,义方面,没有办法自然流露 如果,义的性德啊,被远带住了,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有这个,肺长方面的疾病 义属精,精属于肺,哦,肺是指那个呼吸系统 那肺跟皮毛又互相表移,所以呢,皮毛也会有关系 那肺跟皮毛又互相表变化了,那就是呢,这个人不讲义气 那不讲义气啊,当然呢,他就会得到,这样,相对应的病症 哦,我们讲到义敌,敌就是,属河,是属金,火是光明的,哦, 哦,火是这个,哦,火是这个,给人温暖的,那火是明理啊,啊,啊,所以有礼貌的人,哦,为人责旨的人,哦,为人符合,这个,高准的人,哦, Nancy,啊,所,意思 守規矩的人,守法守戒的人,那這個人就是屬於有理之人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子呢,總沒有禮貌,那又不守法,不守規矩 那這事情呢,隨意有為,那他的這個心臟,心血管的這種器官啊,就會相應的發生問題 所以心臟問題,血管問題,神經的問題,這都是屬於那個禮,沒有守規矩 你呢,有守欠缺,那我們講到這個信,先講智,智是屬於水,那水是智慧,水是融合的,水是清澈的,那水是這個公平的 我們說,這個,一碗水要光平的,這個水是平的,是水平面嘛,水是平的,所以呢,公拜人主事是平的的 那水又清澈的,水可以洗滴萬物,可以滋養萬物,水可以幫助人呢,這個清醒 水是融合的,水是融合的,它遇到方的,就形成方的狀態 遇到方的,就形成方的狀態 那所以呢,這個水啊,就是人的智慧 有智慧,有智慧的人,自然呢,它就懂得融合,它這個事情看得很清楚,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它,處事待人的方法,就是很圓融 這個是屬製,屬水,那水呢,是屬色,那如果不是這樣呢,做事情呢,就這樣,混沌直爪,愛怎樣就怎樣 這個,水啊,泛濫成災啊,泛濫成災呢,就好像土石流一樣,流過的地方呢,都一定受到傷害 它會把人淹死,所以,這個聰明,好變的人,他要到底把人淹死 那錢財萬盪的人,用錢把人淹死,這個呢,都是不自的行為 所以相應的,這種病症啊,就發生在,那個腎臟的問題 好,蜜藥系統的問題,或者是復刻的問題,這個都是,沒有智慧 好,沒有智慧所產生的 那麼,我們講到信,信就是從信,好,信就是屬土 那麼,土呢,是,看了條大地,很敦厚,很樸實,土能夠找到木 哦,土呢,是,這個很厚重,那土不重,哦,土很時尚,我們說一步一腳運啊 所以,真誠的人,有信用的人,這些人,人家都很喜歡 這樣的人呢,他就可以成就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的人,講話不守信用 那做事情呢,很刁傷刻薄,哦,這個,不願意呢,把自己的好去跟別人分享 那這個呢,這個就是,沒有這個,沒有後悔,很刻薄的人 那這個相應的對象呢,就是,這個消化系統上的毛病 就是脾胃,哦,這個大腸小腸,哦,這些毛病,就會產生 這個是大概講,這個性理上面的病 那如果說分析裡面的道理,當然也又可以講得很,很廣 如果我們大概呢,在分析這五種關係,就可以了解到 那所以,這個不管是心理的,心理的,包括這個心理的 這個都是呢,我們人,在這個世間,所要學的一個標準 所以成佛,我們說成大,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標準,就是在做人 把人的本分做好了,把人的道理做好了,那麼你就可以成佛,成大,成聖 那人的道理做不好,人還有一分的虧欠啊,你就沒有辦法圓滿,就沒有辦法回歸本來面目 哦,你就沒有辦法恢復自然 那所以,我們說要修,修不是跑到廟裡面去修,跑到深山裡面去修 哦,那是,紅陽起的修法 你跟這個社會人相處,你在社會裡面修,哦,你自己呢,有一個家 夫妻合和,夫妻共同來修,把這個家撐起來 那麼你一個人,把這個家呢,發光發熱,其他的家呢,就會跟著你一樣,發光發熱 哦,夫妻合起來,夫代表日,夫代表月,日月合起來就是明,就是一個太極 單單日不行,單單月也不行,一定要呢,這個,夫妻合和 所以,君子知道,照觀呼夫婦,人倫之常啊,也是從夫婦開始 把夫婦關係搞好,然後家庭的運作順暢了,那你的社會就會和諧了 社會和諧了,世界就會和平,世界和平了,大家就自然得到逍遙,得到快樂 那這個才是恢復本性之自然,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現在我們講,透過這個,我們剛才講裝職的那些 透過的精巧,透過這個,透過的內容,透過這個,透過這個,透過這個打坐,畫福,透過這個瑜伽導引,打太極,透過這個三民的這種接近,透過這個三民的這種接近,透過這個三民的這種接近,那些想要得到達良善的道理,透過這個三民的這種接近, 你做人的道理都沒有做好 你單單去做那些,你還是沒有辦法做好 所以為什麼現在念佛不能長佛 其實這個,戴佛不能長佛 蔣經說法不能長佛 打坐山傘不能長佛 吹徒念咒也不能長佛 你這個打瑜伽,學太極也不能長佛 插發,這個收道也不能長佛 這些說起來都是一種小道 小道跟大道是沒有這些關係的 但是呢可以回小小道 我們如果立下心智了 我就是要成佛成聖 我就是要出生廉死 那你今天呢可以回小向大 你可以透過你平時的那個修養 你可以達到那種這個親近的這種心態 平等的心態,真誠的心態 你把這種這種心啊 拿在人文之上 拿到我們這種社會上各個層面 去跟人家這個醜事揪 那麼呢你就可以恢復本性之自然 你就在這裡面成佛 成道 就在這裡面成不成 所以為什麼不這樣去做呢 為什麼單單去找這些民事啊 找這些方法 結果呢人的問題啊 一點也沒有解決 那所以最先前我聽到一個 一個人 他講一個故事 說有一個台灣的尼姑 跑到泰國去當尼姑 然後呢 這個人呢 在泰國遇到這個尼姑 然後就問他說 欸你怎麼跑到泰國來做尼姑啊 他說啊 這個泰國的尼姑啊 比台灣的尼姑好啊 那怎麼個好法呢 他說泰國的尼姑啊 不用煮三餐啊 他只要去脫波就行了 那台灣的尼姑 還要去照顧大眾 還要去煮三餐啊 很煩啊 好不如在泰國啊 那脫波可以好好的修行啊 那他就問他說 那你這樣子 真的就可以好好修行嗎 對啊 我的心呢 就比較親近了 可是你沒有跟他建議 結緣你怎麼會有功德呢 然後這個尼姑就跟他講啊 他的意思只要問他說 你沒有去行功利得 你剛剛脫波 那你怎麼可以行功利得呢 你沒有做這個功德怎麼可以成就呢 他就說了一句話啊 這個尼姑說啊 親近心就是功德 親近心就是功德 那這個問他這個人啊 他是我們道成本道姓的 然後就好像若有所悟啊 覺得說這個尼姑講的話很對 親近心是功德 所以就認同了他這件事情 所以就認同了他這件事情 那剛剛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那剛剛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後學自己在想 奇怪這件事情啊 總是感覺得哪裡不對啊 巧在心裡啊 巧在心裡啊 真的是覺得 欸這個事情啊 怪怪的啊 是哪裡出錯了呢 沒有錯 親近心是功德 一個人呢 能夠修到親近心啊 那他的功德啊 真的可以是度化 無量的看到眾生啊 但是後學後來想一想 一個人 要修到親近心啊 那是何等的難啊 難的原因是因為 現代的社會啊 要修親近心啊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人 穿蠶打坐 他不會成就 穿蠶打坐 要在慧能那個時代 才可以成就 因為佛陀曾經講 這個正法詞實體啊 這個 守戒 戒御兼部 那向法詞體呢 就是 禪定兼部 那慧能這個時代啊 是剛好是 常定的 堅固 的向法詞體 那落法詞體呢 道中堅固 那道中不是百姓 藉由道中你不可能成就 你只有會更加墮落 那麼我們說 現在的人 現在的和尚尼姑 要修親近心 你沒有辦法 得到禪定了 你怎麼修親近心呢 那麼你不去煮三餐 沒有這些凡人的事情 結果呢 你去脫波 藉由脫波 省去這些凡事 你就以為你得到親近心了 其實那不是真正的親近心 那是戴御的心啊 那怎麼回是親近心呢 現在要修親近心真的是相當的難 所以現在只要有人講 親近是功德 那我覺得這個 這句話需要再斟酌 因為現在竟然沒有辦法得到親近心了 那麼你在這個修行上怎麼會有成長呢 那要怎麼辦呢 你必須在人世上好好的歷練 好好的修行 你才可能會有尊重的心 才有平等心 進而才會有親近心 你的心不尊 心不成了 你面對的這些人情事故 這些倫理當場的事情啊 我們說五輪八德的道理啊 你都沒有做到 沒有做好 你怎麼可能會有真正心 你怎麼可能會有平等心 會有親近心呢 所以這個故事啊 這麼尼古講話是 有需要質疑的 有問題啊 那你給拖除一切 然後呢 你在那裡 這個 不用管事不用管人 那你就是和親民心了 這是大大的錯誤 你跟我們以前的左思大哥 哪一個不是從廚房出來的 哪一個不是從這些多災多難 把歷盡千心萬果之中 證物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 心佛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修行的課題 就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課題就是三剛五常 就是五輪八德 所以恢復本性是自然 就是恢復三剛五常 五輪八德 這個才是我們本性的自然 你現在得慶念心 你在那裡突然打坐 你在那裡 這個 拜佛念心 你在那裡拜禪 學秘咒 在那裡 這些人都沒有辦法成就了 實在不一樣了 現在人心太亂了 人心混亂 整個世界亂了 那麼這麼亂的世界 你想要得心心 結果呢 讓大家都下地獄 那麼你怎麼可能會成就呢 不可能成就 台語有一句話說 賣國嗎 我們要有這個智慧啊 我們要懂得道理啊 你的父母 你都沒有對話 兄弟姐妹 你的這些親族 還有 你的這些鄰居 社區 都沒有辦法對話 你自己哪有辦法去修親近心呢 你這些做人的道理 你都沒有做好了 你怎麼可以做活做生呢 不可能啊 所以 不要再用 弘揚醒來的道理 在山林裡面修行 在叢林 這些寺廟裡面修行 這已經不是 不符合天詞了 修行就是講做人的道理 我們說 敬天地理神明 天地 其實呢 在人家講 父親就是我們的天 母親就是我們的地 我們敬天地呢 就是從孝順父母做起 那 理神明 神明是我們的自性的流動 我們要敬天地 我們要敬我們的自性 天就是性 地就是心 敬天地 敬天地 敬我們的心性 因為運用到人世間就是父母 神明 神明就是我們的社長 我們的這個長輩 我們的這些 這個狂修道理 這個都是提醒我們的神明啊 在我們的自性裡面 我們 沒有對立的人 只有成就我們的人 所以 敬天地 眾師中 是在人的身上 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 要修本性之事啊 老子說 若得一 萬事畢 若得一的道理 那就萬事畢了 但是畢竟說 什麼事情都圓滿了 什麼事情都 都完全了 若得一啊 這個一的道理是什麼 一的道理啊 就是呢 你把人道做好 這個就是一的道理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圓滿了 這個是現在修行啊 最主要的課題啊 不要人做題目了 所以 你看現在佛家 競爭了 這個修行道長 為什麼在提上地子規 為什麼在大陸 紅法 他紅的法 是地子規 在世界各地講 也是講地子規 地子規 是儒家的 這個思想 先找了一個學者 把同好負責這些理念 用一些簡單的字句 表達出來 情節出來 稱為一本 地子規 這本書 但是他講 裡面呢 講的 也很細微 把這個 這個 這個儒家的裡面啊 他做了一種 很有調整的 這種規列 所以現在 影響現在人 很大 那麼佛家的人 透過地子規 來修行 這個有志之士啊 能夠知道 這些 修行的和尚 離婚 你在人道上都沒有做好 你一下子 要帶一種 超越世間的修法 出世間的修法 在現代來講 是修不好 你 住在這個社會環境之中 住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就是跟人相處 人就會有誓 所謂人誓 人誓 人誓不是問題 人誓是修行的方法 透過人誓 讓你了解到 我們的五常之德 我們的這種 道德的本分 這叫敦輪敬分 敦就是這個注重 輪就是輪廠 你 在這個世間 有種輪廠的關係 不管你走在哪個位階 走到哪一個環境 你都有一個輪廠的關係 不管你是做同事的 做朋友的 做父親的 做兒子的 做領導人 做被領導人 當中有一種關係在 有一種輪廠在 你就是要在這個輪廠 好好的盡你的本分 所以叫敬分 你的本分 就是做 對領導人的關係 那你就是要敬重 敬重 把你的本分做好 做領導關係 你就要敬 盡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理 你的這個理 把理 理做好 把理交好 把這個君親師的本色 本分做好 那就是自然之道 所以了解生命的本質 我們今天要極力呼吁 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做人的道理 只有了解做人的道理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本質 那生命是什麼 我們今天這個肉體 來到人世間 靈性進入在肉體之上 藉著這個肉體的方式 來到人世間 來聊我們的這種職責 那也可以說是聊我們的業 我們要把這些業 把這些使命把它做完 那你就可以回歸本來面目 這個就是生命的本質 還有比這個本質更清楚 更明白的 那所以在本質上 都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 搞正確的 那麼你是不可能了解生命的本質 要了解生命的本質 我們這裡透過一個預言故事 來跟大家說明 那有一個弟子啊 每天都問師父 什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 那這個師父呢 也不曉得怎麼說 弟子才會清楚 所以師父就用了一個方法 他就隨手拿了一顆石頭 就交給弟子 你把這顆石頭 拿到這找去賣 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賣掉 你要看呢 這個石頭 在現在市場的行情是怎麼樣 那你再回來報告 那你再回來報告 他能夠賣多少錢 那你就說 這顆石頭啊 是經過大師兄之 加持過的 然後那個弟子就會拿 拿這個石頭 在市場去賣 那本來呢 沒有人問津啊 結果呢 他一喊到有大師兄的加持啊 哇 這個 很多人就 就覺得說這個石頭 不是普通的石頭 一個人呢 就出價一千 後來出價一千人太多了 結果呢 出價到一萬 這個石頭的價值 一下子被提升到一萬塊 那這個 這個弟子就說 那你們 改天再來吧 我去請教一下師父 看那邊不用嗎 那麼這個 弟子回去之後啊 把這件事情告訴師父 說這個石頭啊 人家要價一萬塊 那師父在說 你改 昨天啊 你再把這個石頭 拿去賣 你就說呢 這個石頭啊 這個師父 報告過 加持過了 那看 看 他的行情怎麼樣 結果 昨天呢 這個弟子啊 再把這個石頭 拿到市場去賣 改口說 現在這個師父啊 已經被師父 加持過了 那一被師父加持過了 這個就有人開更高的價錢 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好 一直到呢 三十萬 這個弟子都不願意賣 那買家呢 就覺得很生氣啊 那你到底要多少才賣啊 你就開個價了 好 這個弟子也不敢開價 於是呢 就被買家說 這個師父還沒有喝啊 所以呢 他要去問一下師父 那回去就跟師父講 這個石頭啊 已經開價到三十萬了 那師父說 哎呀 這個 一顆土紅的石頭 我只是加了不同的說法而已 結果呢 就造成不同的價值 你不是在問 什麼是人生的價值嗎 那你的價值啊 都是用 世人的眼光 在認定價值 就好像這個仇佛 被賦予世人的價值一樣 所以他的價值 是不斷地在變化的 也就是說 世人的眼光 如果調整了 你的價值就變化了 那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一個人啊 他的心性 那是無量的 刀櫃 所以一個人內在的那個珠寶 是無限的價值 不可以用世人的眼光來衡量 所以 人 要有超越珠寶的眼光 那麼才可以看到 人生真正的價值 超越珠寶的眼光 超越珠寶的眼光 也就是說 這個石頭象徵的那顆珠寶 你要有超越 這個石頭的眼光 你才能夠了解 人生的價值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要 把這個 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這個物化 你不用世間的標準 來看你內在的那顆珠寶 你要超越這些世間的看法 那麼你才可以看到 人世間中的的標準 你剛剛那朵花 它插在花柄裡面 那麼所謂的時間一久啊 它就會凋謝了 被人家扔掉 那花開 花會洩 月會緣 月就會缺 人會生 人就會死 你看它這個 這個過程啊 它從 被重視 一直到被末視 這都只是一種 世間人 對他的這種 價值的看法 所以他的價值是隨 世間人的變化而變化的 但是一個人 他的這個人 人生的價值啊 它不是在世間人的看法 它是在回歸 本性之自然 那個價值在高貴 因為那個人生的這個真理啊 是不生同滅的 只有超越 這種 生死 超越 代性 超越 圓缺這種道理啊 你才有辦法看到 那個 本來的面目 那個本來的面目 不生不死 那個才是人真的價值 那他說呢 人真的價值在於知道 人的心就是佛 那佛已經是看透眾生的真相 那眾生呢 是還沒有開入的佛 所以眾生跟佛是一體的 那這個弟子呢 當然後來就透過修煉 就清除自己人生的價值 那我們從這個故事啊 從這個預言啊 我們知道說啊 在我們的人世間 其實有整個過程 都是不斷的在變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有一個不變的那個真理啊 這個真理呢 就是我的良知本性 就是我的這個良知良能 本來至善 那這個本來至善 它是沒有分別沒有對待 沒有妄想執著的 所以它用在這個五輪當場上啊 它是此醒而無礙的 所以你也會自然懂得孝道 替道總的這個忠孝的道理 這個是不需要人家教的 今天忠孝孝孝孝孝 這些道理啊 需要人家來教 需要人家來推動 那麼可見呢 人的那個價值啊 都已經被掩蓋住了 被迷滅做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 要來呼籲 大家就是回歸到當場倫理 你就可以 度過這個人生的修行 度過生活上的修業 就可以知道 人生的價值 就可以恢復本來的面目 這個就是 古聖先賢 他要告訴我們的道理啊 所以其實說 他沒有很深奧 他沒有很虛無 很空泛 就實實在在就是做人的道理而已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一切都是圓滿 一切都是至善 做人的做理都做不好 那麼其他的 這個心性的道理啊 都不用擋 所以講太多也沒有用 習來千句多 物則一句少 就是說學習的人 講千句沒有物也是一樣 你真正開悟的人 一句話就夠了 一句話就把你點空了 這一句話就是你去把 你的本分做好 你的輪場進好 那這樣呢 你就會開悟了 這個就是儒家 儒家告訴我們的道理 也是我們這個導演技 運運 這個儒家收遠 他告訴我們的做法 我們這樣 孟子曾經說 人由雞犬到 則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窮 哀哉 那人 這個雞犬走失了 知道要去把他找回來 可是心放失了 卻不知道把他找回來 這個是很悲哀的 那麼這個心呢 就是我們現在人世間 三方五常五輪八道的心 沒有人知道孝道的重要性 沒有人知道這個 中道的重要性 這個中孝 在人世間 是一個無形的價值 這樣的價值呢 可以產生很大的這個社會意義 那中孝是我們的自信所發 是我們的本心本性 但是呢 這個本心本性失去了 卻不曉得去把他找回來 那所以現在的眾生呢 這個所等逐末啊 孟子認為說 這樣的事情呢 相當的悲哀啊 所以可見了孟子 已經看到了本心本性 那只有人 從本心本性下手 到之中子 講到恢復本性之自然 本性本來是自然 那麼我們為什麼 今天要強調恢復本性呢 如果本性是自然 那麼本性應該是自然擁有 自然圓滿 自然具足就對 但是今天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要借著老師傳道給我們 直引了我們一條 回歸本性之路 那麼 這些現象 這些原因 如果看就起來 能非是佛陀講的 只因妄想 分別執著 而不能證得 所以 諸天仙佛 萬仙菩薩 分身下來 要苦度收緣 大方祝道 都是為了這件事情 要告訴眾生 如何恢復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復自然的本性 但是呢 眾生不一定會接受 也不一定聽得懂 甚至呢 不願意去歷行 那我們說 我們上次講到 仁義理智性 就是我們的本性 那麼人 行仁義理智性 就是在行 自然之道 那道 放之於這個生活之中啊 那就是德 所以說道德 充斥在我們的惡六詞中 那這些 五常之德 本來具足在我的身心之中 那我們今天 會因為環境的變化 而對於五常之德 對於這種自然之道啊 會有時流落 有時不流落 那對於這個境界 人士 會有時候啊 流落 有時候不流落 那這個原因呢 都是因為 妄想跟別執著 那妄想跟別執著 那妄想跟別執著又是哪裡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一念不覺所產生的 所以人為什麼會有輪迴 都是因為 因為我們的這個念頭 念頭產生了妄想 然後呢 分別執著 那妄想就已經很大的錯誤了 結果呢 加上堅固的執著 還有呢 這個 是非不明的這種分別 那所以 我們不斷地在 累積累識在農委 我們不曉得 什麼是我們安子之道 都不曉得我們本來面目是什麼 所以 一念三千念 一念的話年根 人的念頭 這個 一念 有三千 能夠畫三千 那這個三千 那這個三千 大概也是一個 代表說明而已 根據佛金講 何止是三千呢 禮樂普曉過的一百二十八萬兆 這個一堂子有這麼多的念頭 這些念頭的這種變化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察覺 那就是因為一念不絕啊 所以呢 這一念呢 就種下了萬年根 萬年根啊 這是指 我們輪回 六萬年來的這個沉沦啊 的一個 源頭 就是這一念 那麼佛 本來是無念的 恢復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 是無念的 它無念 所以呢 所做出來的 是沒有分別之所的 完全是 這個利益眾生的 但是今天呢 有了這個 念頭 有了這個念頭 所以呢 你會想要 達到達到你的目標 你會想要達到你所希望的 結果呢 這個就造成了這個 所謂的執著 那麼要修 修行 要達到真佛一方 無念 念就會生出我們的這個念頭 就是我們的魂魄 我們的生命 我們這個肉身啊 所以 中國人講 克念成聖 克念 當然就是 要克服這個念頭 能夠把這個念頭 把它克服住 把它想扶住的人 那麼它可以成神 成聖成佛 那讓人負血神 讓人沒有辦法克服 結果呢 這個妄念紛飛啊 妄念啊 這個思緒不斷啊 就會附上 張染的一些血神 血神當然就是指 一些五一六成的染潮 單身之愛的這些病毒啊 人類高概感啊 結果呢 人當然就會 會得病 人的智慧 德能向好 當然就會 漸漸失去 所以 老子講 多言所穷 不如所忠 所忠呢 就是 讓我們 試著來 恢復 自然的本性 指指 這個忠告 回歸到 這個自信的 本來面目 所以 恢復自然自信啊 不是在那裡言語 不是在那裡做表面功夫啊 而是實實在在的幹 要真正的實學 所以實在之學 就是�� 露子的這個步法 一步一小步 所以 所以人今天所造成的這些現象,它那個道理是什麼? 那我怎麼突破?那我怎麼回歸? 這個就是知命立命的道理。 知命了解到人有一股天命,有一份自然的本性。 無己讓我,這個天啊,賜給我們這個永恆的命。 那這個命可以讓我逍遙自在,可以讓我無拘無束。 所以我具足的這個智慧德能向好,都是圓圓滿滿的。 那我的道的流動,是權盆的。 所以以前人,為什麼來人世間這樣走一招,他就可以回去。 那我們上次講的那個原住民,他可以知道生死的該關,他可以隨時回去。 那現在,不行了。 所以,這個,指於至善。 儒家將我們,把我們的念頭,指在這個至善的寶地。 因為我們的心性,我們這個性啊,是本善的。 那本善的是,無私無邪,無善無惡,存然至善。 所以為什麼現在無常之德所流露出來的,都是自信的發展。 因為那個是,無私無邪,無善無惡。 沒有對錯的,就是全然至善。 這個就是無虐。 所以全然至善,這個就是達到,回歸到無虐的狀態。 那當然三教的說法會有,會有他的切入點不一樣。 但是呢,在講的通通都是一個,都是在講那個吧。 所以我們今天講恢復本性之自然,都是在講這個,我們的這個,心性啊。 所以當時,謠傳位被順的時候,也將聖人的道理,傳給他。 那他講了一句心討。 那就是,人心惟惟,道心惟惟,毀精毀衣,允辭絕重。 那相信大家都聽過這首詩。 那我們知道,人心的這個變化,是不可捉摸的。 這個不可捉摸的變化,讓我們沒有辦法,從這個道理之中呢,釐清出來。 從魯亂的這個六代人緯裡面,心情過來。 所以人心惟惟,他一個念頭的偏差,就可能造成,整個局勢啊,都完全改觀。 然後,你看有一個出家人,是一個民工。 那麼,因為他們的大廠,廠長有外面的這些,外面的這些人啊,來參訪。 那這個民工呢,有一天啊,看到一個男眾,講得非常高大標誌。 那他就動了繁星。 動了繁星之後呢,後來就想說呢,我現在已經是出家人了。 那我怎麼可以又動繁星呢? 所以呢,就把念頭又歸回來。 可是呢,就這一念之差,讓他治下了,各種的這種病根啊。 那他就呢,在,就產生了這個,子宮方面的病變。 啊,甚至呢,要開刀。 那他自己呢,不曉得這一念的變化,讓他這樣子。 那要開刀的前夕啊, 去接受,一個大師的指導。 那這個大師呢,也,不敢在眾人面前,講他的過錯。 就偷偷地告訴他的朋友。 咳咳。 咳咳。 要他的朋友問他,有沒有在,南庄方面, 曾經起心討念過。 這個民工的朋友啊, 來,轉達大師的意識啊。 結果這個民工一聽啊,眼淚就掉下來了。 他知道自己,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當念。 那所以呢,造成今天,讓自己的身體有病變。 那這個民工呢,一面哭一面就吐了。 就把他的病根給吐出來。 忏悔自己的不適。 承認自己的錯誤。 那病根就吐出來。 那隔天本來要去開刀了。 結果要,醫生呢,再做一次檢查。 檢查已經,沒有大礙。 不需要開刀了。 所以你說這個, 念頭圖這麼樣可怕。 一事好的動念。 你看一念自殺而已。 但是他又沒有說, 沒有馬上改正, 又馬上改正了。 又馬上了回歸, 回歸這個自殺了。 但是呢,這個已經種下了火燈。 這個叫做,這個念果的唱詞。 這形成了,天淵地別。 所以我們講, 進天地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知道, 天地不在外, 天地在內。 我們那個姓就是天。 心呢,就是地。 天清地靈啊。 我們姓要清,地要靈。 心性達到清, 達到靈的境界。 那就是子於至善。 那就是啊, 手中的狀態。 也是我們這裡所講的, 本性之自然啊。 那所以, 這個本性之自然啊, 這個恢復, 是一個重點。 恢復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說的修行。 那修行就千百萬種啊。 哦, 不管千百萬種啊。 只要你能夠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麼你修行, 就已經是, 用對本父。 哦, 所謂父子登山啊。 各自努力啊。 那登山的路啊, 有很多條。 但是只要呢, 能夠登上山頂, 那就算成功。 那所以世間, 有五大教。 我們也講過, 五教聖人的奧子。 這五大教, 通通是很好的宗教。 好, 所以我們可以在五大教裡面, 選擇一個法門, 來做為修持的方法。 那我們把道, 的這個理念, 把明明是這個道, 進入到五大教裡面去修持。 那麼你一定會成功。 那所以, 你不需要改變你的宗教。 你不需要呢, 去變化你的生活。 你就在你的原本的這種, 文化基礎上, 宗教信仰上, 好好的下功夫。 當你一直下, 下到最深功夫的時候, 你看到的這個, 本性之自然, 你會知道說, 原來五教所講的, 剛剛在講一個道理。 那就是心性的道理。 那忍的那個心, 忍的那個性。 那性是存然至善, 心是呢, 圓滿無愛。 那心呢, 因為不覺, 又有差池了。 所以呢, 要讓他, 不要有一念不絕。 不要有這個, 擔擾無明的現前。 那就是呢, 時常要守住。 二六時鐘, 不可虛於理也。 這個道, 你要守住這個道。 所以, 起心動念, 都是信德的流落。 都是呢, 這個武藏之德。 就是相當武藏的標準。 那麼, 如果說, 現在, 有人問說, 那到底, 我因為在修辭什麼? 我應該在哪一個方面, 下官夫呢? 你剛才說武教, 那我不曉得武教, 到底我要修哪一教啊? 先夫告訴我們, 明師告訴我們, 我們, 不要刻意去選。 因為呢, 總在語言不同。 每一個人成就啊, 都有他的語言不一樣。 但是呢, 重點是, 你真的要想, 爬到山底。 你真的要, 這個, 威復本性之自然。 真的要止於自然。 這個真正的這個力量, 那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 不知道, 你就好好的在生活上, 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 儒家, 就是生活上的修行。 儒家就是做好的方法。 你在公司, 你就把公司的這個本分做好。 我們說, 敦輪禁等。 敦, 就是, 敦就是加持, 敦就是厚重。 把這個, 把這個輪場啊, 把它下功夫效的身。 輪就是輪場。 所以, 在這個輪場之後, 之內呢, 下功夫。 深下功夫啊。 你在公司, 你要對老闆心中, 這個就是, 你的本分。 你要盡你的本分。 在公司, 你是, 也是一個領導人。 那麼, 你要對領, 這些對領導的人。 你要有, 有你, 你要有神。 你要把你這個領導者的角色做好。 那麼, 你有你的同事, 同事之間的這個誠信, 要做好。 啊, 同事之間的這個道義, 情義, 這個要做到。 那麼, 這個就是最好的修行。 那, 所以, 不要再去找, 特別的法門。 生活就是你最好的修行。 家就是道。 你看, 我們這個社會, 是由一個家, 一個家, 所建議出來的。 社會的秩序, 當然就是由一個家, 一個家, 所建議出來的。 那麼, 你說, 我出去公司啦, 我出去, 什麼樣的團體啦, 但是你, 轉量回家吧。 所有的, 整個社會的秩序, 都是讓個家在轉的。 家, 如果不成家了, 社會秩序, 就不成社會秩序了。 整個公司軟體, 整個國家, 也都不成秩序了。 所以, 家是最重要的。 所以, 家就是一個道場。 今天, 誰能否知道, 家就在道場呢? 家就是道場了。 想到道場, 這兩個字, 這個場, 要有道, 才叫道場。 不是說, 開一間佛廊, 這間廟, 就把它叫道場。 如果說, 這裡面的人沒有道, 那麼你這個廟再漂亮, 再大間, 你還是一樣, 淋淋落落, 顯不出道場。 那你這個家也是一樣啊。 你這個家呢, 不守當場。 父不父子不子。 家不成家啊。 那麼你這個家沒有道。 沒有道了, 就家庭破壞。 家庭問亂。 家庭問亂之後, 每個家庭都這樣, 社會就敗亡。 國家就要毀滅。 世界, 就到了末日。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當現在科學家, 在拯救世界末日。 今天我來看了, 那個Discovery, 科學頻道。 他說呢, 現在呢, 天氣越來越熱。 溫室效應, 越來越明顯。 那很多的動物, 都會漸漸的崛起。 很多的動物會滅走。 還有人呢, 也漸漸的, 會漸漸。 會漸漸。 因為氣候異常。 天災地變不斷。 那我們知道, 最近這幾天, 在南太平洋, 傳出了這個地震, 傷亡也是很嚴重。 然後, 菲律賓, 他們呢, 遇到了颱風, 結果呢, 四十多人, 因而死亡。 那更多的人呢, 流離失所, 無家可歸。 那麼這個颱風, 所造成的範圍, 還不只在菲律賓, 還在印尼, 這個泰國, 越南, 甚至馬來西亞, 通通有國際島。 你看這個, 我們爸爸水災之後, 這個國際間, 另外一個災難, 就是, 就是這一次。 這災難很多。 那災難很多, 科學家把老頭指向了, 這個氣候的暖化。 氣候的暖化, 就是因為, 這個地球, 這個人, 產生了太多的燙, 的排放量。 加速了這個溫室的效應, 讓它產生了更大的一種, 氣候的異常。 也就是說, 整個氣的對流, 越來越快。 因為熱嘛, 那熱的那個氣流, 就會跑到熱的這邊來。 那整個地球都是這樣。 所以呢, 現在, 南北極的冰, 融化了一年比一年快。 所以, 冰跑了也一年比一年少。 那現在, 有一個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呢, 把太陽光的折射, 折射到地球以外。 也就是說, 太陽光呢, 不要那麼強, 不要那麼直接的照射到地球。 把部分的太陽光呢, 把它折射出去。 那這樣呢, 地球就不會產生這麼高的溫度。 降低這個地球的溫度啊, 那當然呢, 就可以, 可以延緩這種氣候暖化的現象。 那他怎麼樣折射太陽光呢? 他把這個, 一兆多片的這種玻璃, 放到太空之中。 然後呢, 這個玻璃就會喊光嘛。 他把這個太陽光啊, 這個反射到, 其他的地區。 就是不會直接照射到地球。 那這樣的地球, 就不會, 受到太陽光這麼強的照例。 那結果如果呢? 當然, 還沒有結果。 因為他所提出的這個理論啊, 那是一種辭願的階段啊, 正在報導。 有太多的科學家都在這方面努力。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那他現在呢, 這個方法, 也是一個, 阻止太陽光照射的方法。 但是, 他那個成本, 他那個製作, 啊, 還有花下去的人力, 都是相當的龐大。 甚至呢, 要把這些玻璃啊, 摘到, 這個, 天空啊, 啊, 去把它放在那個軌道上, 這件事情啊, 就相當的難。 那個經費呢, 非常的可觀啊。 所以你相當, 人, 哪有有那個力量, 可以阻擋大自然的力量啊。 所謂孤准無力, 口回天啊, 人哪有辦法, 對抗他自然。 所以, 人定勝天制的說法。 這是以前, 鼓勵人, 的一種, 名詞而已啊。 如果現在的人, 面對大自然, 我們都知道, 人不能夠勝負, 天一定勝人。 在天的面前, 我們就是要, 保持謙卑, 保持光敬。 那天是什麼? 天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的性。 我們的性, 如果能夠能夠恢復自然, 那麼, 天的災難, 就沒有了。 天的災難, 就檢討了。 我們的心, 能夠回覆到, 這個地一樣。 你看這個地, 大地, 給我們吃養, 給我們福育。 然後呢, 他也不久會到, 讓我們見到, 讓我們誤會他。 他還是如如不動, 就是地靈。 那我們的心呢, 如果能夠像地這樣子, 如如不動, 任人批評, 任人見道。 那麼, 有更大的包容力, 來包容各種的, 罪或錯。 那麼地就擰了, 我們的心就擰了。 天經地靈, 心性清靈。 那心靈之後, 我們當然, 我們人, 就表現在外, 智慧得人向好, 就會表現出來。 我們家呢, 就會, 家道圓滿。 社會呢, 就會和諧, 世界呢, 就會和平。 那所以, 一切呢, 都是, 從我們的心性, 下降後。 但是呢, 你要想想, 我們的心性, 了解, 我們還有這個外在的環境。 我們坐在這個地球, 有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麼, 跟人之間的互動, 就變成了, 這個成就我們的心性, 最主要的, 一個環境。 你讓你家裡, 夫妻, 你有父子, 有這個兄弟, 你照外有軍臣, 有朋友。 那麼, 人, 跟人之間的互動, 就產生你的, 這種, 這種, 修行上的, 這種功力。 你在心境上, 向了多少光夫, 你回復多少自然之性, 那就在人身上, 看得到。 你對待你的妻子, 對待你的戰車, 你是不是, 用妻子之道, 戰車之道, 來對待呢? 對待兒女, 你有沒有用, 對待兒女之道? 對待父, 有沒有靜, 單靜的效果? 這個呢, 都是我們, 必須去了解, 必須去實踐的地方。 這個唯理事件, 細節啊, 真的是, 太多, 太, 太早。 但是每一個環節, 都是從心性出發。 所以啊, 一個懂得心性修持的人, 他在每一個地方呢, 都會做得很好。 所以為什麼說, 中程, 一定出自孝子之門。 那麼這個孝子啊, 他一定是, 天清地裡的心性。 也就是說, 他的心性啊, 沒有太多的雜亂, 沒有過多, 過種的煩惱妄想。 他就是性格的流落, 他就是呢, 好好地把他的孝道進口。 那孝子, 在家庭, 一定呢, 能夠, 這個引導, 妻子, 把這個家治好。 丈夫是領妻啊, 妻子是當初啊。 如果說, 如果說, 丈夫, 妻子, 能夠這樣子合同相處。 那麼, 夫妻合而起來, 那就是明啊。 我們說日月嘛, 日月就明起來, 整個家就光明了。 你這個家光明, 也會照亮到其他的家。 你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圓滿的家, 你就照亮附近的家。 你這個社區的家, 或者是說你這個家族的家, 都被你照亮起來。 這一個人影響是非常重要。 我們人, 來到人世間, 我們不是就是要做這個嗎? 如果我們不是來照亮別人的, 那麼我們, 來社會上, 來世界上噴亂子, 造成更多人, 的混亂, 造成更多事情的混雜。 那你哪有辦法回天呢? 你哪有辦法恢復本性之自然呢? 那你的人世間到底,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的作用是什麼? 所以, 從今天起, 我要想辦法, 讓自己發光。 我要照亮別人, 你照亮別人, 你就要懂得回歸心性。 你的心性, 既然是具足的, 既然是親近的, 既然是圓滿的, 那呢, 你就應該從這個, 心性出發。 你這個圓滿具足, 心近平等的心, 把它呢, 流落出來, 把它做出來, 在每一個人事物上, 都要, 有作用。 在妻子身上, 在兒子身上, 在朋友身上, 在這個, 老闆身上, 還有在父母身上, 你都要讓它起作用, 你都要讓它發光發熱。 讓大家都知道, 人世間的溫暖。 知道呢, 做人的可愛。 那麼這世間, 不就是一定光明了嗎? 家庭, 不就是快樂的家庭嗎? 我們所看到的, 不就是天堂嗎? 哪有什麼洞在地邊呢? 哪有什麼地域呢? 啊, 有什麼世界發明呢? 沒有啊! 這都是人搞出來的嘛! 那人搞, 搞的世界這樣, 乌冤葬氣的, 那麼大家都亂, 結果呢, 你自己也跟得亂跑。 那你想想, 你有沒有責任呢? 今天, 我們要說, 你如果是一個覺悟的人, 你必須要清楚。 世界混亂, 責任在我, 不在於別人啊, 是因為我沒有做好, 我沒有修好。 那就是因為我沒有做好, 我沒有修好。 那所以世界混亂, 家庭混亂, 人世間混亂, 天災地變混亂, 天災地變混亂, 一切都是個人引起的。 所以要守住這個心性, 守住這個自然之道, 那才是天地的燈啊。 你要讓天經地靈, 整個世界和平, 你要守住你的燈, 你要守住你的燈, 就是心性。 性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但是我們的性呢, 不被心所干擾。 所以我們的心呢, 流露出來的, 都是那一份的真誠, 那一份的平等, 那一份的慈悲。 那這樣呢, 就能夠回歸到圓滿的性, 那就是天地根啊。 所以天地的根, 在人啊。 你看天不遠地不遠, 天生地, 地長。 他就為了成就, 眾生。 眾生裡面, 人就是主導, 人就是主要的角色。 那麼人, 要補天地的不足。 補天地的不足, 我就是把天地的大德, 把它實踐出來。 把它講述出來。 把它做出來。 你看天地的大德, 人哪有辦法去承受得了。 這怎麼可能? 我們說天同富,地同在。 天這樣, 富是覆蓋的意思。 天, 有好像一個蓋子, 把我們這個地球, 我們這個空間給蓋住。 那就是一個無形的保護掌。 讓我們可以安居樂業, 在這個大地上。 那他自死的, 給予這個春夏秋冬, 給予這個雷雨, 各種的這個氣候的變化。 地同宅, 地就是成宅萬物。 地就是知雅萬物。 我們都站在同一個土地上。 所以呢, 我們才能夠成就。 我們才能夠成長。 那天同富,地同宅, 就是每一個眾生, 都是在這個天地之中。 那我這樣說來, 事實上呢, 哪有眾生啊。 就是我一個人而已啊。 外面的人, 這些人, 他不是別人。 那就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心性的變化, 產生的別人。 這些人, 都是為了成就我, 才來到人世間的。 所以整個土地就是我。 他們都是我的一體。 好, 這個一體啊, 讓自己啊, 要有所覺悟。 好, 讓自己能夠放下。 讓自己, 能夠成就。 這個就是呢, 什麼, 恢復自然之道。 所以自然之道, 沒有別的。 就是, 武人之道。 武常之道。 就是三綱之道。 就是儒家所告訴我們的, 這些, 作然的道理。 儒家說, 君子求己, 小人求人。 那麼, 求己是什麼? 求己是, 求內在的心性。 那心性, 我們自然, 既然知道, 心性是, 我們本自具足的。 就是我們那一份良知良能。 那麼, 所有的一切, 外在的事, 物, 人, 的這些圓滿, 通通在我們自信裡面圓滿。 所以, 君子啊, 都是反求諸己。 君子不會上外面去, 去做婚婚。 那只有懂得反求諸己啊, 你才能夠成己成人啊。 你才能夠做一個成者。 中央講成, 他講自存。 那所以啊, 這個求人的, 就是小人。 所以他這裡, 把小人, 小人不是說很可惡的人, 而是說呢, 向外怨功夫人。 心外求法的人, 就叫小人。 那麼, 心外求法, 你哪人都求得到啊? 外面哪有道可以求呢? 外面哪有法呢? 那你不斷地恢復自然的本性。 那麼, 別人所能給予你的, 都只是短暫的過程。 您是能夠給你道啊, 您是辭職你道, 您是沒有給你道。 那麼道場, 也不能夠成就你。 道場, 是幫助人, 成就自己。 也就是說, 我們要自奉自發, 才能夠感應到道場的內奔的教會。 民師的指引, 都是要靠自己, 自動自發的去探求。 那民師指引才有目的, 才有意義啊。 那所以在道場, 我們講, 修道, 我們講道。 我們透過道, 來修持自己。 透過度化上身的過程, 來行掠過波羅蜜, 來成就自己的複雜行動。 但是後學覺得啊, 這個修法, 是以前的人。 大概是十年前以前的人。 他可以說, 透過半道, 來修行。 以前我還聽過半道成道這種說法。 但是呢, 現在, 這個世界啊, 日心願意再變。 人心呢, 不斷地求新求變。 所以在這種變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人的心性, 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那個根本。 那天命的助詞, 是不是一直, 住留在這個世間, 在物質, 就是修道人。 這個我們現在呢, 真的是很難講。 我們不敢期待, 天命來成就我們。 那麼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有天命的話, 我們為什麼還要靠別人的天命來成就我們? 那天命之衛性, 社心社會道啊, 那麼我們這個性就是天命。 性, 是親近, 是圓滿。 我們恢復本來自然之性, 那這個性呢, 就是圓滿自然。 這個就是我們本來就有的天命。 那麼你了解了, 你要行天命, 你要把這個天命的道理啊, 跟眾生講。 你要不斷地去推動, 去弘揚。 這樣, 那麼這樣, 半道才有意義。 所以呢, 半道不修道啊, 專業御界分啊。 現在呢, 不能夠再講半道成道了。 現在半道沒有成道了。 因為大家都著重在這個四項上的這種美好。 渡人的多寡, 道長的大小, 都已經著重在這個。 那麼想要藉著半道來修道。 那麼想要藉著半道來修道。 充其量, 都只是在累積個人的福道。 當你這半道的過程, 你沒有了解到自己心性的圓滿。 好, 心性的這種真寵與心境嘛。 那麼你這個半道, 都沒有見性。 沒有見性, 都是存就福道而已。 也就是說, 不是功德啊。 那是福道啊。 福道不是功德。 福道不能幫助我們, 這個調出六道人為。 福道只能讓我們, 佛生道、天道, 比較好的環境。 但是呢, 福道太多了, 卻不容易修道。 聖考好了啦, 那是比逆考還要嚴重。 所以, 多少聖考, 刷掉了, 這些先生谷賞。 我們說本來是佛, 為什麼現在不是佛呢? 都是因為, 快過, 安順了。 所以啊, 把這個心性, 都抿滅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 但他不修道, 那是不行。 修道比方道還要重要。 那以前呢, 有這個天命的長者, 在庇佑的我們。 那現在天命的長者, 都一一回去了。 那一一回去了, 當然, 當然, 我們仍願意相信, 天命還是在世間。 可是呢, 這些長者不見了, 我們依什麼作為修持? 依什麼作為指導? 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可以讓我們依止了。 只有心性可以讓我們依止。 心性的覺醒, 心性的這個平等, 親近, 真誠, 真誠, 慈悲。 這個才是呢, 真正讓我們可以依止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讓自己的心性呢, 迴歸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沒有染潮。 沒有對待。 沒有這些起心動力。 這個才是我們心性的狀態。 所以這個叫修道。 調整我們的心。 調整我們的身。 心就是內在的天王。 身就是外在的環境。 所以你會注意到道之章子。 他講的這些經文, 講的這些道理啊。 不外乎三個原則。 重點都在講等。 人跟心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還有人跟自然的關係。 你看哪一句話, 有超出這三個範圍的? 沒有啊。 都在講這個啊。 我們今天這句話, 恢復等性之自然。 那麼這個不是在講我跟心的關係嘛。 我只要恢復到心性的狀態。 我就是恢復自然之道。 我就可以成道了。 那麼恢復自然之道。 你再來道道。 你再來講述這些聖人的心法。 那麼這樣呢, 你才能夠打動人心。 你才能夠感動別人。 你才能夠度化別人。 你講的話才是真正的有力量。 那一份力量啊。 來自於慈悲。 來自於平等真正。 這個真的是忍者無敵啊。 忍者可以度化所有的眾生啊。 那我們不是忍者。 那你還不能夠說。 你把道修好。 道沒有修好。 道沒有修好。 你怎麼辦道呢? 那即使在典道的會場。 你在打毛巾。 你在光好寫表文。 你在講上話。 可是呢。 你都沒有。 用親近平等。 用真誠實惠的態度。 來流露你的心性。 來對待這些人事物的變化。 那麼你的心。 你所做的這些行為。 怎麼可能會有功德呢? 我們說健性是功。 平等是德。 那這是六組談心裡面所講的。 健性是什麼? 健性就是。 你是不是流露出親近平等。 那個真誠實惠。 那麼我們現在講。 現在即使是要修親近平等。 都很不容易。 親近平等是功德。 沒有錯。 但是呢。 現在的人心啊。 要修到這樣子。 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透過這個刻頭。 透過面經。 透過祈禱。 透過這種進駐。 這個都只是。 這個。 我們說。 不是舊君之道。 中聖之法。 那真正的大聖之法呢。 就是指出你的心性。 你直接從心性上下功夫。 那心性上怎麼下功夫呢? 就是儒教講的。 你在家。 做兒子。 你就好好的進孝道。 做父母。 你就進尺道。 做兄弟。 你就做行弟道。 做夫妻。 你有這個夫婦之道。 做朋友。 你有誠信之道。 做君臣。 你有這個仁義之道。 這個就是從心性上下功夫。 你要反省你自己做到沒有。 在每一個環節你是不是做到百分之百。 心性是圓滿的。 所以做出來的一定都是百分之百。 你說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做到百分之八十。 那不行。 你還有一品生相無名沒破啊。 你就不能夠回歸本來的念念。 你就不能夠恢復本性之自然。 自然的狀態你還沒有完全達到。 只有百分之百。 所以聖本是百分之百。 佛是百分之百。 這些大佬金仙。 他們的那個是百分之百。 我們現在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要修道。 要修道。 以這個覺悟為師。 以這個親近為師。 平等為師。 從這個覺悟之中啊。 來了解到我們的起心動念。 都是要圓滿我們的自信啊。 所以我們在於各種的起心動念上啊。 都不能夠有一絲一毫的天朝。 那是真正的戰戰兢兢。 靈約女伯。 這樣才在走修道這條路啊。 他這裡講。 半道不修道。 終日欲戒份。 終日就是每天啊。 在這個欲戒。 在這個欲望的這個。 範圍裡面啊。 都在那裡生氣。 都在那裡起心動念。 在那裡貪生自慢。 那欲戒就是我們的紅塵世界啊。 黃塵世界就是因為人有各種的起心動念。 才會產生各種的欲望。 那這種欲望呢。 讓自己呢。 這個無敵的深淵啊。 那自己不知道怎麼樣 迴歸到這種本性的自然。 迴歸到親近的狀態。 那所以終日欲戒份啊。 我們今天 一碰到各種天災地變。 我們看到人民。 就是謾罵。 哦。 就是呢。 這個。 要求。 就是指責。 別人怎麼樣。 政府怎麼樣。 國家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哪一個人真正的想到。 這些天災地變。 是我造成的。 我自己要這個反攻自行啊。 我今天做不好。 所以我今天受到這種天災地變的懲罰。 天災地變。 不但懲罰我。 還是懲罰了跟我住在一起的這些眾生。 我這個罪人啊。 誰要當罪人就是我。 那麼我們今天修道人。 天災地變。 看到這些天災地變。 看到這些受苦難的眾生。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晚化這種結束。 那麼可見呢。 我們修道人也修道不得利。 修道沒有功夫啊。 我們說要發光發亮啊。 你發亮的程度。 只是照應到你這家。 那不行啊。 你要照避到整個社會整個國家。 那麼你修道才算得利啊。 你修道自己。 自己成就。 那有什麼意義呢。 是眾生都跟我們是一體了。 那麼你獨自回天。 那眾生在這裡。 六大輪违。 你回去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為什麼保守老人。 他的怨是無始無終的怨。 這個無始無終的怨。 那就是抵护到這個道理。 眾生跟我是一體的。 那眾生過一天。 我也過一天。 那麼我現在呢。 可以超越六道。 我當然要幫助眾生來超越六道。 那所以。 要修道。 要辦到。 我們現在講的辦到。 是要從你修道的功夫上來辦。 修道沒有功夫啊。 你沒有辦法辦到。 咳咳咳咳。 那麼我的妄想這麼多。 我的分別這麼嚴重。 我的執著這麼樣的固執。 我怎麼樣改變自己呢。 說到這個修道啊。 雖然說我們在人情世故上修。 但是境界現前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呢。 會被這些境界所轉。 我們這個修學之人啊。 常常也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 讓自己。 從這個界的功夫。 來下手。 我們這個道場。 每天都要行佛規禮節。 像跟仙佛上香磕头 其实这就是一种戒的功夫 透过磕头献香的仪式 让自己回归心性 让自己得到一份的亲近安宁 在那善道之间见到自己的本性 那这样就有达到作用 当然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下更多的功夫 你虽然没有办法在你随间见权的时候 就流露出心性了 但是你给自己戒律 给自己下功夫 虽然那不是就禁之法 但是透过这套戒律 你就能够在里面入定 你就会称智慧 那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火师团的时候 那么这个火师团是学生的修道团底 那学生总是很天真 那学生总是有各种招数 那学生只能够说了 这个 一样化葫芦 那不算 不算认修道 就是一股冲劲 但是那个时候 我扎下了这个基础 可以为后来的这个修行 垫定这种很深的这种道力 那我以前是用这种拖地 扫地 每天去佛房拖地扫地 用这个工夫 来让自己得地 用这个戒律 来让自己进入一种 这种修行的状态 所以当这样在扫地 在托地的时候 看到那个 这个地面 因为你的 这个扫 你的托 就变得干净了 你这个 庄严佛堂 让佛堂变得清净 让众生来到佛堂身心 心生喜悦 那这个就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工型 那我就每天这样做 有时候呢 这个 太累了 不想去做 那一天呢 就睡不着觉 你一这样的去佛堂 把这个地扫干净 你才可以 算是今天做的工夫 所以呢 这样每天要求自己 当公司并没有那么勤奋 那因为做久了 大家就会来要求你 都会来问你 你今天有没有去 扫护党 你昨天怎么没有来扫护党 都会这样来问 都会这样来问 就问久了 变成自己的不好意思 不得不去扫护党 那这次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 所以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天天去扫护党 结果这个工夫啊 一坚持下去 坚持十一年 每天去做 十一年 我们说十一年建工夫啊 这十一年总会有一点工夫吧 是的 我觉得我在那个修持里面啊 得到了很好的定工 那我的一些心诚啊 也在那里发挥了一些作用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修行啊 进入一点道题啊 得了一点智慧啊 我想啊 可能是因为 那个工夫啊 坚持 坚持了 十一年的工夫 的时间啊 才让我自己 有这样的体会 那所以 在学生的时候啊 学生 看了那个 释迦牟尼佛的地址传 那每一位地址 十大地址之中啊 那每一位地址 都有什么 什么第一嘛 摄利佛智慧第一啊 目见脸神都第一啊 大家设苦行第一啊 等等这些第一啊 那我当时呢 是非常嚮往大家设 这种苦行第一了 那所以 学生们啊 就会这样 互相的这种 互相的这种 期许的 就把你封个什么第一的 就这样叫 例如说你啊 会讲道就叫你 讲道第一 还会度人 度人第一 还会煮菜的 还会煮饭的 煮菜第一 还会礼节的 礼节第一 学生就这样叫 叫我家具 大家也觉得很有趣 大家被叫逼了 在那个方面呢 他也会特别用心 那我就想说 我什么也不会啊 什么也不行啊 讲道度人都不行啊 那他们呢 同学之间 会怎么叫我呢 我能够 讲草安 今天 讲道 道之中子 第十六句经文 启发良知良能 就是至善 那我们说启发 启就是开启 发呢 就是发漏 那么开启跟发漏 量知良能 那可见呢 人的量知良能 并没有随时开启 并没有发漏 那他需要有神 有师父 来指导 把人的这个良知良能啊 让他开启 让他发漏起来 那我们上次讲到 恢复本性之自然 本性的自然 那就是自善之导 我们说子于自善 那指一自善呢 那指一自善呢 就是知命立命 知数超数 我们有立下这种红式的法院 然后立下呢 这个超越的绝志呢 我们想要呢 回归本来的命目 我们要达到自善 那么整个自善呢 是没有善恶的 是全然存善的 全然存善 所以呢 就没有善恶可分别 那也没有所谓的 那也没有所谓的 迷 或者是 故 也没有所谓的 禅 或者是 禁 所以自善呢 是全然 全然 全然 圆满的 这种欣赏 那我们要讲 那良知良人呢 良知良人 在孟子的解释 他是这么讲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略而知者 良知也 他说人啊 不必学 就能够做的 那么就是良能 那么他不用经过思考 就可以知道的 这个呢 就是良知 那这两句话呢 把它简单的解释起来 我们说的良知良能 良知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道 良能就是德 道跟德 把它合起来 那就是良知良能 那道跟德要付诸实现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这个良知就是道 良能就是德 把这个德呢 寫信出来 把它开启出来 插入出来 实践出来 那么人家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德 就可以呢 知道 你的这个良能 就是良知良知良能 所以 这是良知良能 那所以呢 不假之所 不假之所 不需要学习 这个是良知 所以 人意理自信 它所捅断的这些德梦 它所包括了 这个各项的这种 道德行为啊 这个都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来去学习 人的信德 自然就可以流露出来 那 了解这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信德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生活之中 落实在 事故人情里面 盖人处事里面 那么呢 这个也不需要 要透过学习 你就能够知道了 你就能够做了 你就能够做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 用简单的 这个比喻来讲 我们今天讲 校道 那校道呢 是不需要学习的 所以校道 是一个人 从小 在家里面 看到父母亲 他对 长辈 所做的一切 然后呢 和乳木兰 来教化了 这些子弟 子弟呢 在这个 敬教的过程当中 那他就知道 他就自然也会流露 那个校道的性格 所以呢 他在家庭之中 对父母 就会讲校道 做校道 对长辈呢 也会恭敬 对同辈呢 也会懂得谦虚 那他的这个社会 下的德性 下的德性 衍生出来 那他们会忠于领导人 那这个忠于他的公司 他的团队 那他会对朋友 讲信用 讲诚实 讲虚实 讲谦虚 那这些德性呢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那就是性德 那就是良知啊 所以这个良知呢 所以这个良知呢 在不用这个思考 不用学习的状态之下 他可以自然而然 所以这个叫做本智具足 本智具足的性德 透过我们后天的环境把它表现出来 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 现代的这个人心 就差在这个表现出来这个动作 那么每一个人 那为什么 不能够表现出来呢 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人把它启发 因为呢 他本智具有的 那一份良知啊 被环境 被整个世界的污染 给掩盖住了 那没有人启发的自信啊 那他的这个 行为 那就跟这个动物没有两样 我们人称为幻物之灵 是灵在人的那份智慧 人的那份道德 那人如果说 没有智慧道德 那么行为不就像 动物一样吗 所以为什么当时 孟子 他批评杨朱莫迪 这种无富无君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将人民 推到这种动物的国度里面 那所以 他要 极力 提倡这种良知良能 所以良知良能的提出呢 在孟子这个时代 就已经有这个口号了 那良能 我们要知道 一定是透过良知 所发露出来的 那透过良知所发露出来的 那就是道德的原貌 那如果说没有透过良知所发露出来的这些行为 那它不能够叫做良能 那可能是人的习性 人的秉性 所做出来的这些动作 那么在自善里面 在我们的性格里面 没有这些动作 没有这些负面的行为 也没有这些污染的这种文字 自信是充满祥和 充满自善 充满了一切合同的 所以照理讲 人所生存的这个环境 应该也是这样一片祥和的 充满了人世间的爱 充满大家的这个 这个情谊啊 但是呢 现在不是这样子 那可见呢 我们的良知 已经被掩盖住很久很久了 以自己良能无法 留诊 那良能没有办法留诊 整个世间呢 就按照习性来做事 所以为什么说 性相近习相远 那么习性呢 会导致人 越来越坚固执所 把这个良知良能的这个性德 把他完全的丢出脑后 把真主人不当家了 所以呢 这些五一六成当家 五一六成 就成了我们现代人 所说的习性 那每个人习性 浅身不一样 所以他所做出来的言行 就有或大或小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对于性德而言 都不是正面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世间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人心问乱 世界问乱 我们整个人心啊 惶惶不安啊 那最近听说 台湾地区又有两个台湾 要来清洗啊 那经过了八八水灾之后的这个台湾民心啊 已经是成了惊弓之鸟 不管是受灾户 或者是说政府 或者是说人民 对于这个台湾啊 已经呢 这个像净若寒产一样 不希望呢 有这个水灾再次产生 但是又来了两个台湾 后续的发展怎么样 我们呢 也很精黄啊 要祈求这些天灾 不要降临 不要呢 这个 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 那么人 必须修得来应天 修得应天 那么在整个 人心的这种 启发 良知良人的启发 那就是天心的感应啊 这种天心的感应啊 那么老天 他就不会降灾 降难给我们 所以降灾降难 不是老天给我们 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呢 都是自己行准的 那自己的内心 那一份的这种燃烧 那一份的不善 那一份的邪恶 所以引来这些天灾地变 所以你看古时候 这个皇帝如果说做得不好 有什么事情呢 做得违背人心呢 那么他如果还想整治治理这个国家 那老天会给他机会 那他们这个 那他们这个 主德啊 如果还在的话 老天会警告他 叫他呢 修身立德 而保持呢 这个主业啊 就是国家的这种 命脉啊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你看周朝 周幽王这个时代 周幽王是个暴君 那周幽王统治整个天下 统治的啊 这个民不聊生啊 所以上天给他警告 在这个 周朝的发源地 有个叫祁山这个地方 发生了山崩 那这个 他们的光源地 这座山呢 竟然发生山崩啊 那对于周朝的人 这个是 相当的恐慌人 主地不饶了 主地发生为难了 那么可见呢 他的子孙呢 必然是 做了违背上天 这种山崩海里的事情 违背上天的旨意啊 所以当时 人家要赶快 告诉周幽王 希望啊 他们能够赶快 撒尾 摘尽牧翼 来祭祀上天啊 来求上天啊 降罪 给自己 降罪 给这些文武百官啊 那也要皇帝 拜托做起啊 希望啊老天不要降 更大的灾难 在人民的身上 那这个是 古时候 有的这个君王 他会这么做 那么我们知道周幽王 他既然是个暴君 他对于这些话呢 怎么会进得进去呢 所以后来 周朝呢 经过他之后呢 已经是元气打伤了 那可以知道 每次的灾结 都是一种上天的警告 那么在唐朝 就在唐太宗的时代 那可以说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啊 而且呢 而且呢 刚开国不久 那么唐太宗的末年啊 这个宠信武则天啊 那当时呢 这个现象呢 老天也跟他警告 一条青蛇 飞到了这个 这个宫廷了 環绕在那个 梁上 三天三夜都不去 啊 那么这个天文官呢 就赶快去占谱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呢 就说明了 会有这个女活 或女人作乱 皇帝呢 要赶快摘戒沐浴 啊 狼奇这个天福啊 希望呢 能够得到上天的亮解 那当然 当时的唐太宗 有 听进去 唐太宗呢 还算是一个贤君啊 在我们历史上呢 也是相当聪明的一个皇帝 那当时呢 他就把这个武则天 把他发配到 这个庙里面 当尼姑 不要让他留在宫顶 但是武则天的力量 那毕竟已经隐藏的形成了 在这个 唐室的这个子弟当中啊 那他也应用了他的这个手腕 应用他的人脉 那后来呢 在唐高宗之后呢 他还是 占据了唐朝的这种基业 那所以在历史学家里面 把武则天称帝的这个 这段历史啊 他还是把它归到唐朝里面去 虽然武则天改国号为州 但是呢 历史学家 并没有承认 这个州 这个朝代 所以唐朝的历史 武则天也算是一个皇帝 那这也可能是皇帝 也可能是整个唐朝 他的一个 那个国运啊 那所以可见呢 我们人 在每一个 这个生活的时空之中啊 那一份道德的呈现啊 那才是可以 长治久安的依据啊 你看一个国家是这样子 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 一个人也是这样子 当人有什么错误啊 那么老天会用各种方法来警示你 那当你呢 这个 做了不如法的时候 那么老天呢 还会用各种的人情事故来点醒你 如果呢 你不是毁到败德的人啊 那么老天呢 都会让你有这个 反省的机会 改过了机会 那我要说一个 我个人的故事 那我这个故事呢 刚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啊 在 在我大概三十岁的那一年 哦 我们家的这个家族 决定呢 把主产卖掉 那因为主 主产呢 就是一个 一大片田地啊 已经变更为 这种建筑用地 那后代的子孙呢 也都没有人在种田了 所以趁那个 变更为建筑用地的时候 把它拖走 那正是最好的时机啊 所以就把主产卖掉了 那每一户呢 人家呢 都有分到一笔 一笔主产 那分到我们这一家 我爸爸是最大的 那每一 我爸爸他有七个兄弟 所以每一户呢 大概都有大概一千万 的储藏 那分到我们这一家之后呢 我们家 又有三个小孩子 有四个小孩子 一个是女的 女的不分家产 所以呢 这一千万呢 就由我们三个小 三个这个兄弟啊 把它不分掉 那当时呢 我母亲呢 她也不懂 那她呢 是一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蒙人啊 家乡的妇女啊 她也不懂事啊 也不想了怎么让处理 那所以她就赶快的 把这笔 财长分给我们三个兄弟 那三个兄弟 我大哥 他不要 财长 他要房子 所以呢 我母亲就把 这种祖先 分配给她的这个 主地跟这个房子啊 过继到她的名下 那我个人呢 分到三百万 我弟弟也分到三百万 那剩余的钱呢 就留给我妈妈 那这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 但是女儿 我听说好像 也是有分到五十万 那后来呢 分到钱 的这些兄弟啊 姐妹啊 下场都很气壮 所以我真正的体验到 这个主产是赌 这句话 为什么主产是赌呢 因为 人看到眼前的利益 没有一个不贪的 你刚贪这个字 他本身的写法 金贝 金贝 金就是献钱嘛 贝就是钱嘛 献钱的利益 所以就成了贪 献钱的利益 哪有人不贪的 那我当时 当兵回来 我突然有这笔钱 那我也没有智慧 当时呢 还没有受过社会的洗礼 所以呢 也尽量的挥霍 也被朋友拖去 要投资什么 投资那个 投资那个 当然不久之间呢 这笔钱 就挥霍殆尽了 那我又不敢跟家人讲 那道场呢 虽然当时在道场 我有意愿 跟这个道场一起买霍糖 那那时候点的是没有答应 他说呢 那个是我的主场 我们不敢动 所以呢 就放任我 自己去处理 那我当时 那我当时 没有人生的经验 当扣完我的一个小伙子 拿了这笔钱 可以干什么 当然就是尽量互货 虽然一度有去买房子 可是呢 没有余力较垮 所以后来呢 这笔钱呢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投资被变了 然后呢 这个 为了准备考试 准备好几年 也都没有得志 所以呢 这笔钱就这样消耗光了 那 那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 只是造成我的堕落 造成 我的一个内心的创伤 因为投资是被朋友骗的 那个 投资没有成功 后来也不了了之 也被朋友借了一笔钱 在龟环上也发生问题 跟朋友借过了 那么整个运势啊 就整个 人生的前途就这样当落下来 寓意不得志 考试考不上 要去找工作 你年纪已经太大 好 挥霍到35岁以后 你要再找工作 那更是难上加难 那所以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堕啊 影响很深啊 影响很深啊 那让我对于这个 这件事情啊 实在是耿耿于怀 那后来呢 还好就是 我后来结婚 来到云林结婚之后 娶妻生子 能够了 跟太太一起努力啊 买到一个房子 总算可以安身立命了 那么算是 对于祖先啊 做个勉强的交代 现在回想起来 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啊 年少轻狂 不懂的事情 那么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 良董益友 竟是一些狐行狗党 来诱惑你 那这个道场的这些前辈啊 也是要抗认不管 所以呢 造成今天 也没有一个基础 尤其在经济的生活上 一直都是呢 处于非常穷困的状态 好 现在即使创办了春秋学会 好 创办这个春秋学会啊 可以说敞看经营 嗯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那可以说呢 都是举债度日 我们的收入都是欠钱来应的 哦 真正要累积到 有一个运输的量啊 那是 相当困难 那所以我知道 我个人的福到很差 那不但福到差呢 我自己呢 这个 呃 身体也不好 这一段期间啊 尤其是最近 五年之内啊 身体受了各种 病痛的折磨 不是让你痛就是让你痠 不是让你怎样就是这里怎样 每天晚上啊 都是这样子 在痛苦之中 趕快的 能够一睡了之啊 只要能够睡得到觉啊 那隔天起来就好一点 那到了隔天的晚上啊 又开始发作 好 持续每天都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讲课 我自己讲给自己听 我当然也要有点觉悟了 那这个觉悟呢 就是说 我自己所创 所累积下来的这些因果 到现在呢 他们也一定要来跑步 还用尽各种方法 要来跟你要 那么你必须还他们 你如果不还他们呢 那么你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 增加自己的 那根难受 所以 这个身体啊 我就放任他了 那放任他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去治疗啊 何是因为治疗啊 去检查都没有病 那检查没有病 就不晓得怎么治疗啊 所以西医呢 也不晓得要开什么药 只能够开消炎止痛药 那消炎止痛药 你吃的这个药有什么用呢 你没有用干脆就不要吃了 买了很多健康食品 到现在呢 没有一向有效的 甚至不惜呢 花大钱买那个电视在广道的这些产品 没有一向见效的 所以呢 我就知道说 不要呢 去想说 要去吃什么 能够治疗你的病 因为呢 这个是 是 冤亲在主 所扭下来的病 这是李倩人家的病 各位还记得 我们讲过病 在戒甲修真里面呢 我们讲过 有生理的病 有心理的病 有性理的病 那么这三样病呢 它是在各种状况之间发生的 那么我们说 因果的病 也是在这里面 因为呢 因果 它一定是趁了你最弱的时候 来跟你现前祷告 那么最弱的时候 是在心里 还是在心里 还是在生理呢 那其实都有 所以说 我们说冤亲在主的病 我们并没有另外讲 冤亲在主引发了病 那是因为 冤亲在主 就是 看到你身体最弱 你的这个运势最弱的时候 来跟你祷告 它让你的人 没有办法彰显 让你的性没有办法彰显 那你就会跟人家起冲突 你就会在这个 大环境里面呢 产生障碍 产生烦恼 那你就会得病 那面对冤亲在主 所障碍 得来的病 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那只有 这个忏悔 只有沟通 你 你 认错 你不断要去认错 知道自己呢 累劫 累势 所留下来的 这些 因果 实在是太深重了 人 我们不想的 还是 曾经杀过人 害过人 偷过人 骂过人 那么这些因果 累积到这一次 你现在想要 想要修道了 你现在想要学好了 那正是机会啊 正是冤亲在主 来跟你讨过的时候啊 他不算现在讨他什么时候讨 当你在违背作歹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讨 因为你根本没有功德给 你根本没有功德啊 那怎么好 那你有办法回被作歹 那还没有受到世间人的惩罚 那表示你的福气啊 正胜啊 你的福道还没有消完啊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祷告 你福气相反了 你想要学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冤亲在主就来了 那他们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管你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呢 可以让我带到机会了 你就要想办法还我 所以 像是我们讲过 那个清明姐扫墨的故事 那就是这样子 你让我达到机会了 你就要想办法还我 就是你欠我 所以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欠的啊 我必须去还 那我要还 我也要有能力还 那没有能力还 没关系 他就 他就呆在那里 他就让你痛苦 让你的前途不顺 让你的身体呢 这个感觉到不如意 那里酸那里痛 那里堵那里脏 那里脏 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有时候太不道了 有时候太古道了 觉得说呢 如果能够找一天往生 也不晓得该多好 像我妹妹这样子 睡一睡 蟑螂 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 我當時跟他來講,我也是希望這樣子 這一次這樣走了,其實這也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避免這種脫摸,避免這種苦難 但是現在想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因為我的業還沒有了,我的願還沒有了 這些業,這些願還沒有了之前你就走了 那麼你還要承受一次的業,還要承受,還要再去了一次的願 你還得再輪迴啊 我怎麼會有這種念頭呢?我不想再輪迴了 禁搞這些六道人為的事情,那我是愚痴啊 我在這裡講清說法,我就順利說來勸告世人 結果我自己沒有辦法改 那我到底在修什麼? 你根本就沒有修嘛,所以人家會不信你的 你講的話,你講的話沒有力量,因為不是你親正的 你只是表面功夫啊,你講的這些都是忌問之學 忌問之學啊,不足以為人師啊 那所以我講,透過這種DVT來講課 那這個也是因應道場的整個環境 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在道場也沒有民生 也沒有了這種道場的地位 那好像過街的老鼠 走到哪裡人家排擠到哪裡? 走到哪裡人家障礙你到哪裡? 你根本沒有機會 來表達你自己 你的這個修行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啊,後來我知道說這一切都是我欠下來的 所以我必須努力去還 我只有努力去還 那才能夠把這個業了乾淨啊 那怎麼努力去還呢? 那就是啟發良知、良忍、自善 我要把我的道額啟發起來 那一份自善的本性啊 要把它恢復起來 既然我已經得了道 那麼我就應該行道 我應該把道額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那落實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個環節上 每一個這個倫理份上啊 你要下好功夫 頂著一個這種謙卑的心啊 來學習啊 所以說 我們上次 講到在火師團 因為在火師團 有一段扎根的功夫啊 讓自己現在呢 相當的受用 在這個佛堂掃地拖地 持續了十一年的功夫 讓我現在呢 感覺到了 這個修道啊 就必須這樣子 一門深入啊 常識熏修 那你才會有成就 那十一年 也算是一段功夫了啊 所以我現在有那種 那種 可以得定的功夫 來學習這些聖人的金腳 所以這個因緣 也可能是 在那時候 所正下來的 那今天透過這個 光點 來在這裡跟大家講課 那可能也都是呢 有其因 然後有其果 我現在呢 只希望呢 能夠盡量回饋 在懺悔之中 在實踐之中 來將自己的業 趕快還清 我欠人家的 我希望能夠趕快還清 那你沒有機會 要自己小機會 那麼我只會 住書立書 我只會講清說法 其他我什麼也不會 你要去煮飯 要去指揮家公 要去這個文書掛號 這個我都不會 我只會講清說法 只會呢 這個寫文章寫書 那這個就是 我在道場的專責 我就必須 在這個方面好好做 那我本來是 台北道場 學界 在台北道場呢 就是因為 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障礙啊 那當然呢 跟剛才講的 那個主場的毒啊 遺骸啊 以至於啊 後來沒有辦法 要再 台北道場 那後來來到雲嶺 到了雲嶺之後呢 也是一大堆 障礙在前面 受到了排擠呢 那個力道更大 所以我沒有辦法 在其他道場發揮 我只有呢 自己 在自己的道場發揮 自己的道場在哪裡啊 就是我們現在看得到的 在那個光碟裡面 在這個書本裡面啊 這個就是我能夠發揮的 那我希望呢 也能夠透過 自己的這種 解說 自己的印證 把聖人的金角啊 把它倡述的 更加的淋漓盡致 更加的明白清楚 那所以常常 有一些 這個 黏著腦的這個 典籃師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這個這樣 俗衣俗字的這樣來看 看這個文字 所以看到我的書啊 這麼厚 他們就發愁了 我常常 建議我說啊 你這個書 你這個書 不要寫得這麼厚啊 為什麼你的書 都這麼厚呢 你看一本註解 到之中子 到之中子才二十三句 你看我就寫得這麼厚的書 這一本這麼厚的書 就註解了那麼多 陶寧明聖經 百孝經 也是厚厚於大本 一些老的 道經啊 收到這種書啊 搖頭感嘆的 他們感嘆不是因為讚嘆 而是因為 這麼多啊 不曉得從何去感激 那有一些 有心的人啊 他會覺得很受用 所以我們的書呢 是對於 某一部分的人 會得到受用 但是後學這個著書啊 那後學的這個 原理原則啊 就是 古人所講的 長經要短數 短經呢 要長住 短的經呢 你要寫得清楚 寫得明白 你要講得更詳細 那如果短經呢 如果長經呢 長經你就要簡單的 破藥的爬子出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於 發揮 這個先佛 這些聖選的經教啊 總是以 現代的 口語 現代的這種觀念 來解說 希望呢 能夠把每一句話 能夠解釋更清楚 讓天代的人 看到我們 從這句話啊 能夠呢 跟他的生活 跟他的這個行業 跟他的這種起心動念啊 相結合 然後呢 再 讓這句經文 在你的這個 後六時鐘 產生了 各種作用 那這個是後學當時 這個 註解經典 講述經典的一個用意啊 所以 希望透過 這樣的一個 講述啊 能夠搞 自己的那一份指責 把它完成 那我們知道 這個訓文啊 經典 那是講不完的 那所以我們要 折要講 我們道場 有在流通的 喔 有在這個 講說的這些經典 我們必須呢 先把它流通起來 好 那這個註解經典的人 很多啊 所以啊 我們就必須呢 把更真實的智慧 更實在的修正 把它表述出來 所以我們上次 好像講到 這個火石團 洗 這個 這個 擦火堂 喔 拖地 這個功夫啊 十一年 那我們不是講到說 什麼第一嗎 喔 火石團的學生 大家的 互發啊 喔 你是講到第一 你是這個 那個 顧人第一 主菜第一 各種第一啊 後來我 我對人家分了 是什麼 存者第一 喔 誠信的誠啊 當我聽到 同學們 封我這樣的一個封號 我那種感覺 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真的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人家對我的這個指教啊 對我的這個稱數啊 或者是說評語啊 從來沒有這句話 讓我那麼高興過 而且呢 我覺得呢 很 很 切重 符合 我個人的性啊 喔 我要做一個成者 那麼我對於成 成性 這兩個字呢 是非常的堅持 喔 如果 各位 聽到 我今天所講的話 你知道我這個人 在某一方面 沒有誠信 那麼你爸可以拿了這句 這個 這件事情啊 來指責我 來要求我 一定要做到誠信 所以呢 我 我 立下了絕智 在所有的 這個 德募之中啊 啊 啊 武藏之德之中啊 我就是要把信 這個道呢 守好 把它做好 把這個成 達到一個成者 那個成者 在中央裡面啊 可以說是最高的兩半啊 那做到一個成者 那一定是呢 他本身 在於良知良冷的 這種實踐上啊 做到了相當的圓滿 在於子儀智善的功夫上啊 更是 花費的這種 這個圓滿無外的境界 那所以這些經歷啊 讓浩雪知道說 其實呢 那都是一種磨練的過程 那這種過程呢 可以激發我們的智慧 激發我們的這種經驗 讓這些智慧跟經驗啊 脆發出修道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呢 就是 我們能夠啟發良知良冷多少 啟發越多 那麼你就更接近圓滿 完全的啟發 那就是聖人的境界 你只有達到80分 90分 那個是賢人的境界 那你達到這個 60分呢 那是君子的境界 那我們道場 我們的老前人 前人 我們的這個 仙佛啊 告訴我們 我們 至少呢 要修道君子的境界 那一個君子 他可以補天地的部份 他是代表天地 來教化上身 來流露這些天理良知啦 來啟發良知良能 那 世間的君子多了 那麼 每一個人 就是手禮 就是了 和睦 就是 講 講信用 就是了 人與道德 所以世界呢 就想和了 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 和平要從哪裏做起呢 從每一個家 做起 所以 對於 夫妻 夫妻是家庭 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君子知道 趙公公夫婦 所以一個君子 一定是 要把人 人倫圓滿起來 那所以 聖人 都教我們 從教道做起 所以 這個 古來的聖賢啊 他們視線的樣子 都是 有家庭的 那我們道長 有一部時期 也 也有強調清修 道青呢 一輩子 以這個 勵志紅道 推展道物 為主要 但是呢 那只是一段時間而已 後來呢 也沒有特別的 注重大家 強調大家 老前人 在世的時候 他都希望人家呢 在這個家道上 去圓滿他 一個人要圓滿家道 那就是 要從夫婦做起 日月合了 日月合了才能夠明啊 所以 師尊師母 普將 這個大道在人間 這個 將滿與其度啊 他的用意呢 也是希望 家庭圓滿 家庭圓滿 所以呢 世間 一定是 要以家為單位 一個人是搞不起來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 有作用的 必須要一個家 一個家 這樣的來成全 所以一個家 只有一個人修道 那這個人 不能算是齊家 不能夠算是呢 這個 和諾的家庭 一定要呢 整個家 家庭裡面 所有的人 都來求道 都來修道 那麼你這樣才有辦法 叫做 啟發良知良能 你這樣才有辦法 叫做 始於自善 那時候也很多這個 道場所謂清修的人 那當然 當然有他們的使命 但是大部分的人 還是都走 走向 道家火宅 的方式來修行 那這個字 比較符合 整個時代的趨勢 時代的潮流 就是要夫婦同修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力量太微薄了 一個人呢 面對 這個 六萬年來的這種 因果千種 這種因果報應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面對的 你必須用一個家的意料來支撐你 我們說一種靠種 我們說一種靠種 現在的種呢 是在講 道是在講 所以呢 家有道了 那麼 家人就 就 能夠有德性的流 這個 這個 夫妻和諧了 父子 講詞 講笑 那麼兄弟呢 想有愛 想替道 那這樣呢 所有的家都和諧了 所有的家都和諧了 這個社會 就和諧了 這個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你看聯合國 他講了世界和平 提上世界和平 已經三十多年了 甚至呢 他還在 很多的大方院小 世界的各國知名的這個學土啊 開創這個世界和平的科系 希望呢 這些學子 這些學者專家 能夠研究出一道 真正的 推動世界和平的 原理原則吧 但是我們看看 已經三十多年了 每年開會 每年呢 做這些 世界和平的活動 結果到現在呢 還沒有看到世界和平的曙光 反而呢 世界啊 好像越來越亂 社會呢 越來越 混亂啊 人心 越來越不平啊 那麼這些學者專家 也沒有辦法 去解決 好像說呢 這個 談的跟做的 跟實際的 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學者專家 我們只能夠說 他們學佛學 學道學 學儒學 學這些武教之學 他們是一個學者專家 他們沒有辦法 把這種生命的學問 落實在生活之中啊 那這樣呢 只是唱高調而已 只是呢 書本的文章啊 沒有辦法救世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 學啊 把它轉過來 道學 道學 把它不能學道 乳學 把它不能學乳 把佛學 把它不能學乎 那才是真正的 有智慧 有道德 因為我們講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無一不是從聖賢 的教化裡面 去得到這個智慧 你把佛的這種道理啊 把它實現出來 把儒家的道理 把道家的道理 把武教的這些道理 已經叫了 把它實現出來 這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很多 現在很多這個 修道的前輩啊 都希望透過 學者專家 的肯定 肯定我們這個道 肯定我們這個修道的團體 把這個道提高到學術的領域 藉著學術的領域 來弘揚這個道 後學聽 聽到了這樣的一個 做法 也是覺得 不置可否 那 這個道啊 是要透過人的羞 你才會再圓滿 那麼學道呢 是比修道還要更低級 學道只是出過文 現在呢 你要把修道人 修道的這個 的這個境界 降到學者專家的境界 這明明是下降嘛 怎麼會說是提升到 這個學者專家的境界 提升到學術的領域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後學很不以為然 一個修道人 一個修道人 他的修道的 這樣的一個體悟 分認知啊 必須由一個學者專家 來認可 這不 不是顛倒的嗎 本末導致啊 所以現在的學院 不管是宗教開的學院也好 基督教開的學院 都是走西洋的教法 一個小時一堂課 每堂課都不一樣 然後看你要學什麼 你自己在那一堂課呢 好好自己去專演 這樣教出來的學子啊 沒有一個人可以成功的 那我們成功的定義呢 不是看到他的論文 不是看到他的畢業證書 而是看到他 到底有沒有成上成選啊 或者是說 你起碼要成為一個君子啊 我們看的是這個 世間都一個君子啊 世間就多一份的光明 我們不希望看到世間太多的學者專家 每一個人都是專家 每一個人都是博士 那博士跟博士不合 博士跟博士對立啊 專家跟專家呢 都各有意見啊 這個世界呢 又變成一個爭吵的世間 道場變成一個爭吵的道場 那怎麼會對呢 這是捨本築墨的做法 那真正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像鼓手一樣 思索的教育 一個老師 帶一些學子 一門深入常識熏修 那只有透過這樣呢 你才能夠教好一個人 教好他成為君子 教好他成為這個成縣 成為仙佛普桑 這個老師呢 這個老師呢 一見是道歐得眾 他所教的學問呢 一定是呢 這個經 經事 技問 技 經濟之學 就是治理國家 治理人民 能夠呢 調整心性 這樣的一個學問啊 這樣才是做的啟發良知良人之之餐 那我們現在道場 已經沒有這個制度了 現在道場 也要辦學院 也希望呢 把道提升到 學術的領域 那麼透過這些學者專家的研究啊 把道 打到 打到 搞到 這個象牙塔裡面 越裝越驚嚴 越精細 這個就是他們會揮揚到的道 完全是錯誤 後學是認為這個是極極不可為 但是整個 整個 力量的在流行 你沒有辦法打 老全人當時 非常反對 我們的道去立案 道一立案了 道一明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道了 極其反對 可是極其反對 又有什麼用呢 整個那種 下面的聲音啊 都希望去立案 都希望有一個名額 所以老全人也是好正一隻眼 逼一隻眼 沒有辦法反對 這個是潮流趨勢 那結果到立案了 到立案了之後呢 剛好我們看到另外一層 東博的景象 但是這層東博的景象啊 大家早安 今天繼續講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那台灣最近呢 本來說有兩個颱風 要來侵襲 每一個人都是人心惶惶 戒慎恐懼 所以很多人都 忙著牽順 尤其是 南部 商區的民眾 因為 因為 發發水災 摩拉克台風啊 創傷太嚴重了 所以大家呢 真的是 晃晃如驚恐之鳥 尤其是這些政府官員 那沒想到 這一次的颱風 對於中南部 並沒有造成什麼災情 所以那些被千春的民眾啊 當然 就偷偷地跑回去了 不願意接受政府的指導 那可能是 氣象局 錯估了形勢 所以 居民啊 也不願意配合 那因為 錯估形勢的關係啊 結果這一次 比較 有災難的 竟然是 到了宜蘭市 宜蘭縣 那宜蘭縣很多 鄉鎮啊 它的下雨量都破千啊 也很多土石流 跟這個洪水 造成家園的水吃啊 那所以說 這一次的巴馬太荒 那可 真的是跌破專家的眼鏡 然後一下子往那邊走 一下子往這邊走 一下子往這邊走 那照理想它應該是從台灣的南 走到北 沒想到在南呢 南部這個地區啊 它就急急直下 一直往南走 又回奔到 菲律賓去了 那真的是 所謂風雨無情啊 那風雨啊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什麼時候會來 那要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人都沒有辦法掌握 那這個是天的意識 可是我們說天的意識 那天到底在哪裡呢 天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也沒有人可以掌握得清楚 甚至講得明白 那麼說清楚說明白 其實呢 天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還記得 以前在國中的課本 常常聽到的 天聽自我明聽 天視自我明視 那所以老天 他所聽到的 他所看到的 就是眾生的心 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所以我們先前講過 天災地變的產生啊 完全是人 的心線事變 所造成的 那心 喔 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靜靜 那他的這個世啊 所謂意念啊 就會變化什麼樣的靜靜 所以完全是心線事變 那整個 眾生所營造出來的這個環境啊 那就是每一個人的心念所造成的 那所以說 這個叫做貢業啊 所以 你知道我們現在 在講 昨天還看到 這個 新聞 有人專門在論 世界災難 可能快要到來了 據說呢 這個馬雅文化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在 在南美洲 有一本 馬雅文化 馬雅的文明 那他們的 科學技術啊 相當的高 在他們的天文學的記載裡面啊 在他們的天文學的記載裡面啊 他們把 人類的年代 紀錄到 到 2012年 那以後就沒有再記載了 所以是不是 是 在他們的文明 或者是說在他們的這種 預測 科學家的認識當中啊 人類的文明到了 2012年 就會產生 一個很大的變動 那這個變動呢 可能導致人類 有滅絕的危機啊 然後呢 在 美國 美國的這個專家 他們做出一個 科學的 預測 這個 這個預測呢 是 把這個年代啊 縮成是 2025年 那2012年到2025年 之中差13年 其實也很接近 那如果說 2012年 產生 天災地變了 那是不是到了 2025年 那整個 世間 或者是說 整個人類 會收束殆盡呢 這個是科學的 一種數據 那它認為呢 現在氣候 越來越溫暖 那麼 南北極的 這個融化 這個融化的水啊 這個融化的水啊 沉入到河裡 那會流到大海 這些 河水啊 是淡水 淡水流到海裡面 海裡 那個鹹縫啊 就被沖淡了 那這個海水 它本身 有調節氣候的作用 你看我們的 世界的地圖 世界的地理 這會講到 大西洋 有大西洋的暖流 有墨西哥的暖流 那麼太平洋 有太平洋的寒流 都不斷的在流動 那麼 暖流 寒流 這樣的一個流動啊 產生世界的一個平衡 這樣氣候的平衡 你看海 佔我們地球 70% 所以它的流動啊 它的變化 勢必產生 我們整個地球 很 很大的一個 巨變 但是呢 平常呢 大家這樣 那個暖流啊 寒流這樣 互相交會啊 就形成一種平衡的狀態 所以呢 可以相互無視 那現在呢 這個暖水 大量的 流到海裡面 就造成海的 這種密度啊 就降低了 海水 比淡水 比較重 所以我們說密度 那比較重呢 它 它是 比較有力量 也就是說它在 海流在動的時候啊 它那個力道 比較大 那現在呢 都是淡水 佔了大部分 一個比例 結果呢 淡水比較輕 所以它的那個 輕的程度啊 所帶動的 流動的狀態啊 就比較沒有力道 就比較不會流動 那比較不會流動呢 就產生一個現象了 那也就是說 有暖流的地方 那可能呢 它氣候就比較溫暖 有寒流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就特別的寒冷 那所以它預測啊 像倫敦 英國這樣的國家 那它可能會變成沙漠化 它會變成那個 那個 冰原化 那冰原化就是 整個都是結冰的 一個國土 像現在的西伯利亞一樣 好 結冰的狀態 我們說北大方啊 那 那韓國 這個美國 南部的很多州啊 都會沙漠化 顫草不深啊 那因為寒 寒流沒有來啦 所以越來越熱 所以 冷的地方特別冷 熱的地方特別熱 就產生的 這種激化的現象 那 現在的 這個東南亞 南亞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這些國家 很可能會面臨 海水淹沒的現象 那當然台灣 也跑不掉 那這個 中國大陸的 東南沿海 也會淹沒 大部分的層次 所以真的到那個時候呢 革人世界呢 已經變得 問亂不堪了 因為呢 我們土地不能利用呢 那土地不能利用 就產生 糧食不足的問題 那人 需要糧食 動物也需要糧食 那時候呢 人已經不會管動物了 所以動物呢 可能一一會被滅絕 那人呢 只好呢 跟 有糧食的人 去搶 去攻 去打 直接呢 就把它搶過來 所以造成了 世界大亂 造成了 整個 國民國之間啊 戰亂不已 像這些 強國 當然沒有糧食 他當然就要向 臨近的國家 去生首 那生首 也沒有錢 所以當然要搶的 因為他力量比較大 所以小國輸了 小國輸了 那沒辦法 小國的人民 就會不斷地抗衷 憤怒 怨恨 那是這個 種族的對峙啊 就越來越嚴重 那到後來呢 連大國也沒有糧食吃的 那就是 忍吃人啊 在我們中國歷史上 發生忍吃忍的狀態 那這個事 已經是兵網馬亂了 已經是 雞不折食了 所以會發生忍吃人 那現在呢 科學家的預言 2025年 整個世界 有可能會發生這個樣子 那科學家呢 是不是唯言聳聽呢 這個我們也 沒有辦法證實 總之他們有他們的理論依據 但是我們現在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 來想 難道 都沒有解決的辦法嗎 人 真的要 一天等過一天 一年等過一年 在那邊等死嗎 然後我們做人 在這個世間上 他的意義 他的價值又在哪裡了 那所以說 如果說這些天災地變 是人心所產生的 那自然 也可以從人心 來把它改進它 我們 讓這種危機啊 這種天災地變的問亂 它不要發生 或者是說 延遲發生 那科學家呢 提出這些數據 當然他們也有在想辦法 如何 阻止 人類的毀滅 但是呢 科學家 他們並沒有學道 並沒有學佛 他不曉得這種道理 什麼叫新縣事變啊 什麼叫天災自我明兵 天災自我明兵啊 他們完全不瞭解 那現在瞭解的人 是誰呢 瞭解的人 只有靠 這個修行人 我們講修行人啊 我們不講宗教人士 畢竟 畢竟宗教人士啊 他的認知啊 還是有限 那如果沒有說 真正把這種 盛行的教會 落實在生活上 落實在自己身心上 然後 落實在整個天地萬物上 那他不能夠叫做修行人 他只是批著宗教的樣子 那他沒有辦法 來改變人心 甚至他也改變不了自己 所以宗教人士呢 現在其實也不可靠 那我們需要 需要的人 是修行人 所以今天的經文 啟發良知良冷之至善 我們需要真正的修行人 這個時代 不能夠沒有聖先 不能夠沒有這些佛菩薩 我們需要這些人 來呼籲 來遞往狂然 來阻止 這個世界災難的產生啊 那封鎮修行人的力量 那是非常的大 如果我們想一想 武教的聖人 孔子 佛陀 耶穌基督 莫安莫德 老子等等 他們那個力量 真的是五眼佛界 你看他們 離我們已經那麼久了 最少又兩千年了 但是呢他們的影響力到現在 還在 他的這個信徒啊 能夠遵守他的教訪 繼續的 來掌握住 整個做人的本分 整個做人的本分 那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地區 如果有一個阿羅漢以上 這個地區呢 就沒有吞在地邊 什麼極化的問題 沙漠化、冰原化 這些呢 當然就沒有 如果有一個君子 住職在這個地區 那這個地區呢 就會 進入 小康的 治世 從小康呢 進入到大同 的一個治世 如果人人都是君子 那麼他影響的範圍呢 就會擴及到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乃至整個世界 所以公然不只講大同 大同就是要幫助 每一個人 成就世界而平 成就呢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這樣的一個日子 所以我們說 搖天順日 這樣的一個環境啊 是人類最需要的環境 最適合人類的環境 那尤其是現代的人 更是呢 引頸其盪的 一種期待 但是說期待啊 其實 大部分的人 都還不知道 人 真的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真的可以擁有這樣的生活 人不知道 而且大部分的人 而且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你看我們這次台風 那台風呢 來了 叫他撤走 有的人不願意走 那這個 財產 生命受損失了 就在那裡 大罵大叫 要求人 給他公平的待遇 給他合理的補償 但是呢 但是呢 他還是要繼續 在那裡 那麼你說 這種現象呢 讓每一個人看的都搖頭 明知大家是危險的步道 可是呢他還要坐在那裡 他還要繼續在那裡開坑 所以 保養法律也沒有 也沒有效用 法律治得了一死 能夠防治得了一死嗎 沒有辦法 給警察呢 能夠勸你死 能夠呢 永久的勸禮他嗎 也沒有辦法 那所以有的 學者專家認為 就再來一個颱風啊 就把他 下個氣溫把醋啊 下個這樣 人心惶惶啊 那他就不得不學歪了 但是呢 這樣的做法 那不是造成社會 更多的這種 壓力跟負擔嗎 哦 人民 相對的也要付出 賺動的代價 因為這個地方的災難 政府勞付平坦 那政府的錢是從人民來的 所以 每一個人 也沒有辦法分身事外 你還是必須要 出錢出力來幫助他 但是呢 勸他他又不走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 不斷的再做補償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不斷的再做補償 通過這種教化的方式啊 來引引他們 走向了這個 搖天順日 的大黨世界 也就是說 你必須呢 要去 讓他懂 因為他無名 他不知嘛 你必須呢 讓他知道 人是有良知良能的 人是有這種 道德有智慧的 那他現在呢 不知道的這些東西 你要不斷的告訴他 告訴他 告訴他一遍 他又忘記了 沒關係 再告訴第二遍 好 再告訴第三遍 一直的 不斷的要去告訴他 直到呢 他自己 真正的走入了 這種 聖賢的大黨 他能夠舉力的 舉達達人 我們不是說 度佛要度到西天嗎 那所以成就一個重生 當然也是要這樣子 那所以要教育他 教育 現在呢 是我們修行人 最主要的 一個做法 那但是呢 我們說教育 教育好像呢 只是呢 文字上 口頭上的 這種活動上的 這種勸導 好像也沒有辦法 很全力的把它扭轉過來 所以中國人 事實上呢 他不講教育 古大德他講教話 他不講教育 教育是 這個外來的名詞 這個外來的名詞 外來語 你看我們中國人用教育 這個字 用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那教呢 教就是 用口頭 用這些 點擊 用這些 這種經驗 來教導他 來教導他 那畫呢 畫就是用 行動 用自己 身體力行 努力實踐 道德 來打畫他 那 所謂潛移默化 這種聖人的 尖教啊 在透過 這種行為的 這種教化之下 那眾生革新啊 就會產生 潛移默化的效果 那 大家就會 會去反省 那如果我也想像這位聖賢人樣子 我應該怎麼做 那我如果想要求得 我的這個 生活上的安寧 社區的 平靜 世界的大同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 這是透過 聖賢人的 這種 嚴教 跟身教 來達到一個 弱勢 的目標啊 這樣呢 才能夠說 啟發良知良人 所以啟發良知良人 剛剛我們在這裡講 是沒有作用的 那個作用呢 是有限 你看現在 你們電視機前面的 這些同修啊 如果能夠聽得到 我現在所講的話 那麼這個也表示呢 你的善跟福德 是相當的具足 你才會這樣定下來 來一遍一遍的 來聽 聽受 我們講 道之雙子 的奧子啊 那如果一般的人 他連聽都不想聽 那麼你怎麼去教他呢 那所以只有透過 這個生教 透過你的身體力行 你表現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這樣的一個道德行為啊 就會產生 一種力量 這個力量呢 可以呢 帶領眾生呢 帶領更多的眾生 更多的這個社會國家 能夠呢 有所覺知 走向覺悟之路 啊 至少呢 他們也願意 讓自己做一個君子 做一個君子呢 幫助自己啊 在於生活上 在於這個起心動念上 起碼的都是 善念 都是為別人著想 不再自私自利 不再呢 明文立揚 也沒有當真之慢 這樣呢 才是真正的解決 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目的的危機啊 啊 這個災害所形成的 只要的一個恐慌的世界啊 才能夠真正的化解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需要靠誰呢 真的現在 有發生一點作用的 那就是修行人 這個修行人呢 是要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把道德 哦 归在自己的身上 哦 行在自己的生活上 那才能夠發生一點作用啊 否則 真的是 要降化這麼多重生啊 已經 沒有人有那個力量 哦 聖人不在了 民事也過去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時期啊 有的人也把握住了 那也只是一部分的人啊 那這個大部分的人怎麼辦呢 他還是要去面對啊 他還是存在的恐慌 哦 哦 存在的不安 那麼 人人的這個 聖訓 我們的教義 我們的這個道德 還要替師呢 傳度到人間 那麼你要替天傳道 哦 你要替師弘揚 分擔師 的一個責任 你不身體力行 那怎麼行 那怎麼動呢 所以我們用教化這個名詞啊 是不是 只講口頭功夫啊 而是講身體力行 那麼我們講 你看 六種位呢 他曾經講 什麼叫安德 他說 他說見信是功 平等是德 這個叫功德 那麼見信是功 我們用儒教的話來講 見信呢 就是呢 看到了自己的良知 哦 平等呢 就是自己的良能 哦 也就是說 你自己的自信 你看到了 你把它發揮到 這個世間 人人的作用 就是 佛家講的智慧 那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儒家講的良能 所以良能是代表智慧 良知呢 是代表 對不對 道德的本性 哦 佛家也講親近心 保持悲心 保持悲心 其實呢 這個就是我們良能 他所擁有的 這樣的一個德行 那其他良知良能呢 就是把你這樣的德行呢 把它 把它採量出來 把它找到 找到之後呢 又能夠把它實現出來 那這樣呢 才能夠 止於自善 人人都回歸到 那個圓滿的 這個自信 道德 那這個世間不就太平了嗎 所以 有啟紮良知良能這句話 知自善 這個呢 這裡面有無窮的厚意 解說起來呢 道理可以講得非常的深 我們要見性 才能夠看到 我們的良知本性 我們只有做到 平等性 是這個真誠心 才是真正的良能的作用 那所以 六種慧能 跟朋友夫子 甚至呢 武教的經 這個經訓 武教的聖人 他們都 用 這個 各地眾生的語言 來表達 這個良知良能的作用 良知良能的圓滿 跟具足 所以 你要化解世界災難 你想要擁有 國泰民安的生活 那麼 你就是呢 在良知良能上 好好的來下功夫 那麼你不會做 沒關係 你再跟著善知事做 跟著我們這個地區 有君子 有這個 仙神菩薩這樣的一個人物 我們跟著他學 所謂的大德者 你跟著他做 他怎麼教我們怎麼做 那麼你 沒有這樣的人可以接近 你還可以有經教 聖人的教法 你看一句 學一句 看兩句 做兩句 那麼你不是就是 學到了聖人的嗎 所以 這個 呂甘孟子 孟子在世的時候是沒有聖人的 我們 我們的古代 朱夫子 雖然說 孟子 是 子思傳給他的一個道 但是呢 孟子跟子思啊 他們的年齡差太多了 好 可能也快要一百年 那麼他們怎麼可能不面呢 子思怎麼可能把道傳給孟子呢 那所以 孟子呢 他是思俗孔子 他是學孔子 但是他也有學當時子思的門徒啊 來把這個孟老夫子的思想 容內貫通 然後他又藉著這個倫語 孟老夫子的直接的傳承的這些文具啊 他把他落實實踐 然後呢 照著他的話去做 你看他就成了聖人 所以名師啊 重重在啊 怎麼會沒有名師呢 所以我們到達 有一位仙佛 他叫做 教化古少 我們稱為了 教化師姐 那他這個教化的意思啊 這個取得非常好 他不說教育古少 而是說教化古少 你看 不但用言教 還用這種生教 這個畫 畫真的是 過畫存神啊 要做到這個過畫存神的教化 那才是真正的 要來度眾生啊 好 雖然說 這個 其他家的一種說法 說要教育人民 讓人民呢 進入到佛菩薩的之間 好 當然他們的 這個講法也沒有錯 好 教育 的確是 現在非常需要的 一個課題啊 那現在的人民啊 很少聽到 這個聖人的叫法 真的有心要去 聽金訊的 那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人了 你看我們現在 電視節目一百多台 這個錄影大公點 到處衝刺 電影呢 每年不斷的 有新的片子出來 那麼人 追逐這些 深光的刺激啊 已經是 相當奇怪了 如果沒有這些刺激啊 那他的生活呢 就會索然無味啊 也就不曉得要做什麼 假如其實晚上 晚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看電視啊 一邊看電視 一邊聊天 那麼誰能夠知道 在這種 晚上的時間 好好的來自省 好好的來 這個 想想今天所做的 有沒有符合量 符合這個量子量碼 已經不多了 所以現在呢 電視在焦 電腦在焦 那這些呢 裡面啊 裡面啊 充斥著 這種殺到遺忘的事情 這個 暴力社群的問題 隨時 隨時充斥在 我們的生活 而且呢 它是 每天二十四小時 送到我們家裡面 所以這不是磨 是什麼呢 磨每天都來叫到我們 所以我們奔磨穴 就變成磨的樣子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 台灣的明星 每一個人呢 都傾向自私自利 每一個人 都傾向呢 這個 抗爭 憤怒 每一個人呢 都很 不知不覺 大家都緊要這樣子 真正的有知有覺的 或者是說 先知先覺的 這樣的人物呢 在台灣 要不斷的去 叫大眾生 那所以 我們知道 現在為什麼 不能夠是 弘揚起的 這種荒教的方式 因為弘揚起 在 從這個 同島複土之後 一直到 這個民國初年 這一段時間 也可以說 整個中國的歷史 最精彩的這個部分 這個戲碼是不斷的 在喬到 在喬到 那所以呢 這段期間啊 在孔老夫子的時代 就已經是 李幻月公了 那孔子的出世 還能夠 出來勉強維持一個小康的局面 那是聖人的教化 所以那個時代的人 遇到這樣的聖人 那個時代的人 有福氣養 其實當時是兩位聖人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還有一位老子 他在做無偽的教化 那個教化的影響力量呢 也不屬於皇子 所以兩者的力量呢 是互相的配合的 那後來呢 師魯這邊的 他們轉到了佛家 轉到了這些祖師大德 佛家的教化 那麼佛家是出家的教化 出家人 他們所所作所為 當然就是出家的事情 所以他勸人 離開世間 他勸人呢 要這個 不爭 不貪 用出世間的教法 所以他們自己呢 選擇在山裡面 選擇在偏僻的地方 來修行 那他們教化的方式呢 是他自己修行 有了成就 那麼會影響當地的民眾 民眾會認為這裡有一個 有道的高僧 所以民眾會來接近 他就藉著這個機會 教化民眾 沒有說出去教化民眾的 他們都是躲在山裡面 但是呢 當時的運 這種法運 就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的民心 還很純粱 還很純樸 他沒有這種廣紀網路 沒有這種有線電視的干擾 這些報章媒體的熏陶 他們的心呢 還能夠安置在一個 平靜的狀況 你看我們以前 誰敢去抗爭呢 誰敢對政府叫香呢 除非已經逼到了 沒有飯吃了 真的要人吃的那個局面 他才會起來革命 把這個政府呢 換掉 那個是已經逼到不得已了 所以平常的太平盛世 都還是呢 一種安止的狀態 大家呢 理得心安 人人呢 在他的生活上呢 安居樂業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些祖師大德 用諸事的做法 來驕傲人心 讓人心呢 更接近這種佛菩薩 的一個理念 那那個是呢 相得益彰 真正的有達到 他的驕傲的作用 但是我們想想 現代呢 你看民國初年以後 整個世界已經更新了 民國初年跟民國之前 那是 幾乎是 一百八十度的民心啊 裡面就我們呢 我們看 古人的生活就好了 他們呢 他們要飲水 他們就要 這個井裡面去去 去河山泉 去啊 去有山泉的地方去啊 那走路呢 走路呢 走路當然用雙腳 那沒有車啊 那可以坐車的人 那是 很不得了 很不錯的啊 那是車 車也是馬車 也是 驢子車 哪有像現在的汽車這樣子 那換風點 要靠自己的一雙手 啊 用牛 來幫忙 充其量只是這樣子 你看這兩千多年的生活 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人心的變化還沒有這麼大 但是民國初年以後 那真的是已經 不一樣了 我們中國 被船間泡立 打開了門戶 我們認同西洋人的方式 認同西方的這種 科學 所以呢 一味的去 滅外成洋 認為西方總是最好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 西方人 在這種 外在的 物性上啊 不斷的研究發展 就產生了工業革命 所以整個時代的一個大變革 是從工業革命之後 整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那 距離現在 大概 四百年吧 可是呢 到中國 中國 是民國初年 是民國初年 真正的受影響 民國初年以後 我們接受了全盤的西華 所以中國人的民心呢 也跟著變化 那影響呢 也過了一百年了 那一百年裡面呢 大概 大概 已經隔了三代了 三代 三代都沒有受過這種 聖賢人的教話 祖師黨的教話 你看我 我父親這一代 就很少 我爺爺那一代 也很少 我總是那一代 可能還有張高一點邊 但是呢 我想大概也沒有 因為我的爺爺 他是一個男人 他雖然認識一點是 可是知識程度 也沒有 也沒有 不是很高 那得了這個三代之後 一直到我們 我們現代 我們還想 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恢復聖教 能夠幫助眾生 啟發良知良人之至三 所以中國人 脫離這個經教 脫離祖師大法人 的教法 也 已經得了 一個世紀之久 所以 現代的人心啊 要教話 要啟發他 那更是呢 難上加難 那現在 那現在關靠這些修行人 修行人要有道 那才叫修行人 修行人才是真正的影響力 那些做表面工夫的 那影響力 是有限 而且呢 不能夠深入 所以我們老實講 行外功能內德 有用無體 用行事 蓋大尿 將來是空 行外功 外功呢 就是去講說人意道德 去辦這些活動 去做這些 這個議程人 去宣話 這個是行外功 包括去辦到也是行外功 但是呢 沒有內德 你辦到的人沒有內德 沒有自己的道德涵養 沒有啟發良知良能 那麼你行的這些事情啊 還是有它的作用 有福德 那這個福德呢 那這個福德呢 可以幫助你 將來 升到這個七天 享受呢 這個天人的富貴 當天人呢 還會再輪走 富貴小孩呢 還要到人世間來 甚至呢 還要多喝到商品 這個是有用無體啊 有用無體 那都是一個表 表 表象 修行沒有修到內心 專修外展 那你說 這怎麼會叫修行 那八方人呢 現在在點道 在講道的這些人 你自己的脾氣毛病 貪生吃爛 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啊 你把對世間的這種 貪生吃 轉到道場 在道場呢 你還是對這些道金 貪生吃 對道場貪生吃 那麼你只是找個對象而已啊 你的貪生吃那個根還在啊 所以呢 你沒有內格 你只是 在行外空 在修復到 有用無體 體才是功德啊 體才是良知良人 沒有這個體 不能夠幫助你 回天 你不知道見性 你不知道道德 沒有落實道德 所以呢 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天上無無功德神啊 人間無不忠孝勝啊 那麼你忠孝做到了嗎 你這個人文 這個當場做到了嗎 那是內德啊 有的人有一部分做到的 有的人呢 完全依照 自己的脾氣毛病 在做事 那所以 老師講 這裡講 辦行事 這個都是行外公 辦行事 蓋大廟 將來是空 行事 就是 你 點了多少人 你渡了多少人 你辦了多少活動 你蓋了多少廟 你的道 這個 道區呢 到底有多少 我們說 我們說子弟兵 你的子弟兵有多少 這個都是辦行事啊 辦行事 蓋大廟 這個都是外在的 你跟大廟一間一間的蓋 現在大廟呢 越來越多 到處在熱狂 到處在缺錢 我們知道 該個大廟要 花很多的錢 那這個錢呢 不是一般的財司啊 這個錢呢 都是數以萬計的 其實說數以萬計是 還很客氣啊 現在你要到一間大廟 我們知道 上千萬啊 你跟上千萬 每一個人一生的福到 有可能還存不到一千萬 他要上千萬的這種 這種錢財來蓋大廟 到處去賣款 到處呢 希望道慶捐款 廟處蓋了很多了 帶來的越來越多了 但是呢 老實講 將老實講 你這個主持人 回天了 就傳承下來的人 有沒有辦法將你的道 繼續傳承下去呢 將師孫師母的法 繼續弘揚開來呢 這個不得而止啊 那會否為了這個廟呢 來互相爭奪呢 這個呢 也是很有可能 所以老實講 將來是空的 一切都是空的 你帶的廟人 終究人 終究會 是別人的 或者是說別人收過去 或者是說政府 幫你強行徵收 或者是說鮪魚貼在地邊 這個廟呢 累積了上千萬的財產 就這樣貌而烏有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那我們 修道人 大部分的時間 都花在這種用 這種心思上啊 那他怎麼可能會有成就呢 那由於現在的 這個 這種親近心啊 實在是太難得了 要修行 已經修到這種親近啊 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現在 為什麼講儒家應孕 儒家沒有 讓你修到燈 這樣子 儒家沒有叫你 拋到身在裡面 居修精進心 啊 儒家叫你在 這個家庭裡面 家庭裡面 把作為的人的道理做好 那你就可以成為 這個忠孝聖 你就可以成為耕德神 忠孝是耕德 你在人世間成聖了 回到天上 當然就做神 所以 吉利在呼籲 三當五常 五輪八德的重要性 所以現在保養醫院 他不太講黃娘喜的那一套 在山珍林 林內 去 常常打坐 拜佛念經 那個呢已經是 這裡講的 行外公 辦行事了 那個沒有辦法幫助人家超身鳥子 沒有辦法幫你超身鳥子 將來是空 一場空 你沒有回天 結果呢 這個大廟也沒有人 那不是一場空嗎 那你所成全的這些人 也通通沒有辦法回天 那你在人之間這樣 這樣呢 抖了一回 結果呢 什麼也不是 所以沒有認清目標啊 這真的是一個 很大的 障礙 走都走錯了 那你還要修 你要怎麼修 沒有在良思良冷身上 願功夫 那麼你講什麼道呢 講道不外乎 講道半道 就是在良知良冷上 你要見信見信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良知啊 你會有智慧 又智慧來辦事啊 這個是良冷啊 有道德有智慧 你就可以辦得圓滿 你就可以辦得俱俗 那麼呢 你就可以幫助整個 眾生啊 它回歸本來自善 那啟發它的這個良知良冷的自善 那個這個才是認清課題 認清目標 所以良知良冷 現在我們講 真的是 我們修行的 一個主要的入處 你看當時王陽明 他提出自良知 要自 這就是達到 達到這個自良知 達到這個良知 那你要有一種方法 你的方法 你的方法 就是在 你的這個人倫上 好好地來行 好好地來做 所以說 悟者尋心啊 望者密佛 覺悟的人 他會在心上下功夫 他會在外面去找佛 那麼我們知道修行 所有的一切 作為啊 都是向內 下功夫 都是歸出於自己的身上 結果啊 現代的人 提默地去求佛 求這個佛堂裡面的佛 大廟裡面的佛 去良港 這個求神問佛 大家早安 大師總子 講到第十四句的經文 借講修真 那昨天呢 有這個網路 傳來的一封 訓文 那是 98年 9月12號 正好人佛堂 的培訓啊 那麼它裡面呢 大概的內容 我們 稍微 解說一下 那剛好呢 就配合我們現在所講的 借賈修正 這句經文的含義 他說呢 紅塵到處是病毒 問土進土在何處 天地間正氣不足 邪氣難足 事態混亂人心不肯 那他說呢 我們現在呢 這個人世間啊 到處都是病毒 那我們知道 現在在流行的一種病毒 就是H1N1 那這個病毒啊 以前被叫做株流感 那現在呢 可能沒有人在趕叫株流感 那現在這個病毒呢 還在發威之中 那麼陸續 而定的 或者是說 因治病而死亡 這個數字啊 還是 在累加上當中 那尤其進入秋冬時期啊 那可能啊 這個病毒不會更加的蔓延 那除了這個病毒之外 我們這個世間 病毒太多太多了 那我們吃的菜 吃的飯 有很多毒 我們喝的水 也有毒 甚至呢 我們吸的空氣啊 也有毒 所以一個人 如何能夠逃脫的啊 這個病毒的侵襲呢 那當你主在這個社會環境 這個 地球 世界啊 沒有一處你是逃得掉的 所以說到處是病毒啊 那 這麼多病毒 在我們的 生活環境之中 那我們唯一 可以抵抗病毒的 就是身體的這一份 抗體 事實上呢就是我們的正氣 那一個人的正氣 他是從內在他出來的 他一定是自己 在三股五常 五元八德 的這種 原型作為上啊 合乎自然的標準 那麼這個病毒 不是自然的標準 那麼當人如果能夠 生活上回歸自然的標準 那麼他就有足夠的抗體 也就是說他有足夠的這個正氣啊 能夠抵抗病毒 百毒不清啊 百毒不清啊 但是如果說這個 病毒啊 很持久的 侵占在人世間的環境 那可能呢 所有的生生 也沒有辦法 住在這個地球很久了 那所以 老師問呢 靜土在何處 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靜土 讓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 那靜土在何處呢 那我們試著來分析這段訓文啊 它裡面也有提到 那天地間正氣不准 邪氣難准 這個正氣不准啊 這個就是世間的通病 世間的現象 那每一個人呢 他被外在的這些毒氣 五億六成所沾染 那內在呢 又有自己的那一份 貪生吃慢 殺到淫貌這樣的一個邪氣啊 內外交通之下 人沒有不生病的 所以呢 只有自己 將內在的這一份毒氣啊 能夠洗滌乾淨 淨除乾淨啊 那麼至少還能夠抵抗病毒一段期間 那他說事態動亂人心不古 喪失古道 失去本心邪氣制 事態動亂 那我們已經分析過這種現象 那麼人心不古呢 當然就是人沒有辦法 合乎天地的法則 回歸自然的生活 所以造成呢 事態動亂 那上司古道 古道是什麼 古道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失去了這個等心呢 那所有的這些邪氣啊 自然就會來侵擾你 其實病毒隨時通知在我們的作上 那有的人還活得很好 不受病毒的侵害 有的人呢 一下子 就得到病毒的感染 那這個都是因為 他自己內在的 那一份政績 那是不是足夠 所以呢 素孽不察 危機是否啊 不曉內省 改過向善 邪惡機具 日久承襲 迷失方向 亂了方寸 無力反攻 任邪惡少事 惡訊循環 那老師在這裡指了 各種的現象 那都是因為 我們呢 沒有回歸到自然的生活 那我們本性 本性所發了出來的 是自然的生活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習近毛病 被失間的五一六成濫造 習近毛病加上五一六成 結果呢 無力反攻 協志 和行 以前孟子講 揚珠莫迪之眼 共行天下 將這個人世間 帶入禽獸的世界 那我們現在 何止是禽獸的世界呢 簡直是混亂不堪的世界 那這樣的世界 那這樣的世界 他說 土耳門啊 我們覺悟了嗎 你們覺悟了嗎 你們覺悟了嗎 那麼這個 這種事情啊 誰可以說真正的覺悟呢 如果不是深陷痛苦的泥沼 然後有勇氣 然後有勇氣 有智慧拔出來 沒有人了解到那一份痛 那一份苦啊 那所以 今天我們受到人 跟著世間的這些現象啊 在生活 我們感受到 世間的苦 感受到 人心的那一份福利啊 那我們是很清楚啊 我們應該幫助 老師 幫助先佛 來覺悟自己 覺悟自己 就是讓自己回歸自然 回歸自信 只有自己覺悟了 那麼 你才有辦法去覺悟別人 所以 老師這裡問 你們覺悟了嗎 他後面就在講 所信這人間啊 唯一的淨土 自信佛堂 在獨兒的身上 這個人世間 還好 有一個佛堂 可以讓我們安置 我們就在這個佛堂裡面呢 可以呢 安身立密 長處久安啊 這個佛堂在哪裡呢 他說呢 就在獨兒的身上 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這個自信佛堂 那麼這種道理呢 我相信 在道場的人 都已經很清楚了 老師傳給我們道之後 我們內在就有一尊佛 那佛在的地方當然就叫佛堂 這個佛呢 這個佛呢 會發光發亮 它會呢 弥滿整個世界 所以呢 這個會發光發亮的佛 就是我們的自信 從自信來下方向 從自信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可是呢 他又說 南爾土爾心中那載明燈 卻忽敏忽愛 那這個就麻煩了 明明知道佛那裡 佛在那裡 可是呢 這個佛不靈啊 我們內在那一份自信佛 不靈光 不要說 智慧神通了 我們能流露出一點 那一份 是非喜捨的心 這個 是非真假的那個心啊 我們都很難去辨別清楚 孟子說 側隱之心 是非之心 辭讓之心 羞惡之心 那我們這些心呢 什麼時候可以流露呢 都是在回呼其微的狀況之下 那麼所以呢 那一份 那一盞明燈啊 忽敏忽愛 來到道場 聽到了這個 經文的道理 聽到了人的 講述者的修判經驗 也許他就可以發那一份 勇猛精進的心 可是呢 離開這個講堂之後 離開這個道場 那他那一份心呢 已經消去了一半 回到家 看到家裡面的 整整整整的一切 而進戒線前 結果呢 那一份道心 已經沒有了 這忽敏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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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修 就是 讓我們自信佛黨 忽敏忽暗的那個障礙 要把它修除掉 因為自信佛黨 本是光明的 它是光碩碩的 它那個光呢 是持續不斷的 但是呢 今天忽敏忽暗 是因為呢 外在的障礙 把它掩蓋住了 所以你必須去修 把那個障礙呢 把它修掉 那建一光照耳過 何時向前 抵達彼岸 毒耳門 耳門想過嗎 建一個光 不容易呢 做一件善事 做一個好事 結果呢 接下來 犯了兩個過錯 那又退後兩步了 進一步 退兩步 所以何時向前 抵達彼岸 我們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 真正的 回歸淨土 回歸立天 所以想想這個道理 我們真的要在戒慎恐懼當中 我們每趟這一步 我們每趟這一步 是不是就可以保證這一步呢 不會再退後了 當我們有一份 劍心的力量 有一份智慧的發漏 我們是不是呢 可以常保住 那一份劍性 那一份這種智慧 那一份明明的的關注啊 常常地保持住 二六時鐘 不理這個道 這個是修行的功夫 他說人人誠心瘦 人人 把這個誠心 拿出來 以誠心助詞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啊 少除貪生吃 赤子心懷長寶磁 將我們的累結 累世的脾氣 慢慢地來找走 保持那份真心真性 赤子的情懷 莫再製造毒素 污染環境 人人掃清世界的毒 用道德倫床 有己做己 再造祥和親朋之士 那他說呢 不要再製造毒素了 那麼你想想看 我們世間人 其實當我們有一份起心動念 是惡的 是為自己的 那就是呢 自己再製造一份毒素 來污染這個人世間 這個起心動念的毒啊 是比其他所有外在的毒 還要毒 那我們說這個 單身吃 孟儀 殺到無望 這些呢 都是我們起心動念的毒 那麼你如果沒有這些起心動念的毒 你怎麼會去做這些事情呢 你不會說 下了很重的農藥 然後去種菜 用很不健康的水 給人們飲用 或者是說製造各種的 擾亂人身心的 這種產品 甚至呢是偽藥 你就不會製造這些毒素了 所以污染環境呢 事實上呢 不是 不只是這些外在的東西啊 最重要的是 人 內在的那一份 這個習氣毛病啊 污染了整個世界 那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 氣候 變青 這個溫室效應 那這個溫度呢 越來越暖 越來越熱 這個是毒 這個不是自然的啊 那沒有自然 當然呢 它就會累積那種不好的能量 結果呢 人類呢 自死而過 所以人們要炒清世界的毒啊 這個世界的毒 人人有責 人人有責 人人懂得 來回歸自信 回歸倫理肛場 回歸清淨平等 那麼 那麼 世間的毒 必然會消失 所以他說 用道德輪場 有幾座起 道德輪場 才是先進世間 才是先進世間 最重要的 一個要素 每一個人 都能夠回歸到德輪場 那麼他就 無謂再找毒 我認為這個毒的環境 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由己做起啊 想要有清平的世界 由每一個人做起 這個叫做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一切呢 都是因為自己 的不好 造成這個 事件的現象 這是真正的回頭 好 回頭諸己莫作 勉力重善不平 真正的回頭 就是回歸到自然的生活 回歸自然 就是 以倫理道德為標準 現在我們不要說 擦場打坐 我們不要說 這個 送金戀活 那個都是 一種手段而已 真正在生活之中 運用的 是道德倫理 是這些 三光五常的標準 那麼 辱家應運 也都是我們這個道理 只要我們 把這個人道做好 整個世界就會 降活 把世界的賭 就會清楚 這個是 從每一個人的生活 下功夫 那所以 由己做起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 我們 不需要靠別人 不要再指責別人 不要再批評別人 不要再要求別人 一切呢 從自己做起 這個是真知真見 如果說 把心放在外面 不斷地去抗爭 不斷地去對立 造成整個社會的問亂 這個就是堵錯了 那 人們能夠當作糾纏 回歸到葡萄場 那麼 這樣呢 世間 真正地會打到 世界大同 那 這是 最近一篇 這個 先口的訊文 老宿的訊文 所報寄我們的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借著講 這個 借假修真 來體會這個道理 那麼 借假修真 從 剛才這篇訊文 我們可以清楚了解 那什麼是假 什麼是真 假的 假的就是 我們看到的這些毒素 毒素是假的 我們所知道的這些 當生吃慢 這些殺到營養 這些是假的 因為 人的自信 本來清淨 本來光明 清淨光明的自信 沒有這些東西 那沒有這些東西 人們怎麼會受到這些東西的污染呢 這個是說不通的 那可是現象已經造成了 那可見呢 我們自信呢 已經迷妹很久很久 那所以 世間 我們可以說 碰得到的一切 都是一種假象 都不是真的 你看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個世間的現象 這個世間的現象 是因為人心 所感應出來的 我們今天 看到這些傷的大地 是我們人心的變現 這是火在 這個內容經上 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知道說 當這些 現象 能夠從我們內心去 去感受到的話 那麼 這個外交這些現象 都會因為你內心的變化 而產生變化 我們知道 有一個 日本的博士 他做了一個水的實驗 那這個實驗呢 因為在網路上已經流傳很久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有聽過 這樣的一個消息 水 水 他可以因為人 給他的一個訊息 然後呢 他會呈現 他那個喜怒哀樂的變化 水在 他說呢 水啊 在那個裝水的瓶子上 如果貼上這些 正面的 的這個字啊 不管是什麼字 哪一國家的字 只要是正面的字 只要貼上去 那麼這一瓶水呢 就有一個正面的瓷神的 的一個元素 那他呈現的結晶呢 就會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 貼上一個負相 負面的 的文字呢 醜 恨 殺 死 等等啊 這些負面的文字 把它貼在這個水的瓶子上面 結果裡面的水呢 變得混亂不堪 他那個根子結構啊 可以說是啊 醜陋不已啊 醜陋不已啊 那所以 水會看呢 他會看懂的這些文字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 他會感受得出來 這個真的是 相當的靈啊 那水也會聽 他會聽啊 如果說你每天說 我好愛你 我好喜歡你 我對你非常恭敬 用這些正面的話 每天都跟他講 那麼他的這個分子結晶呢 也是變成非常漂亮的結晶 就好像鑽石一樣 那你如果每天都要講這些 惡言惡語 這些負面的話 那他的結晶呢 就會變得非常的難看 不管你是用哪一國的語言 所以他會聽 他會聽 他會看 他會看 他會這個 感覺 他會知道 你如果每天去看他 每天去光照他 他的這個水晶子啊 一直保存在一種很好的狀態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試驗 在那個 日本有一個琵琶湖 那他曾經受到地震的影響 所以呢 他們湖水呢 混濁不安 那把他的水 舉出來做法院啊 他裡面的根子啊 也是呢 混亂不移啊 結果他就請了 十幾名的同事 在這個水 這個湖水的附近啊 來做這種 啟送 祈禱的功夫吧 就一直灌充這個水啊 我們希望你趕快好起來 趕快好起來 用這種起頭的力量 結果做了三天之後啊 再把這個水拿來化驗 果然他裡面的分子結構啊 又變得很漂亮 原本那個非常不安 非常問亂的這個分子 已經呢 回歸到 很安定祥和 很漂亮的結晶 那所以啊 從他的實驗啊 這個科學的數據啊 我們知道說 水有這個見聞覺知啊 那他這個見聞覺知呢 可以依照 人心的這個 變化 而產生感應 那水是屬於礦物 還是屬於植物 還是屬於動物呢 那如果 認真的把它歸納起來 水應該是屬於礦物 那礦物它是 所謂的無情 沒有感受的 那無情的重生啊 在佛佛經的話來講 那麼無情的重生 它也會有見聞覺知 那它的見聞覺知是什麼樣來的 那佛經說啊 這個就是 這個無情重生的 這個 有這種雜性 每一個 大陸人都有它的性 性稱為法性 這個法性在人的身上 就叫做佛性 那麼佛 佛性呢 是 它那個靈感覺知啊 會更 更加的 敏銳 所以在人身上 成為佛性 那麼佛性跟法性 有沒有 一樣呢 其實佛性跟法性 是同樣一個性 佛性呢 都是呢 圓滿無外的 這個就是佛經講的 情與無情啊 同圓走至 同圓總至啊 就是 它就是 它都是依此的 那個本來的 那個大本體的自信 所以它表現出來的 那一種智慧啊 是同自信發得出來 所以同圓總至啊 這句話的道理啊 可以說的很深很細 那種細微的感覺啊 細微的印象呢 我們必須達到佛菩薩 聖賢人的標準 我們才可以知道 但是呢 透過佛經的道理 透過這些科學家的這種理論依據啊 我們也可以知道 佛所講的 事實上呢 都是有它的道理 它用這個道理呢 現代的人 用它的智慧 是沒有辦法去印證 但是科學家呢 慢慢的去把它印證出來 那可以知道說 佛的智慧啊 真的是無量無邊啊 那如果說這些科學家 也能夠來學佛 來了解這個佛經的奧子的話 那麼他們對於他們的科學實驗 可能會有更加的突破性的發展 會讓世人更清楚 佛所講的真理啊 那我們知道 水既然是人心的感應 那麼整個三樓大地 是不是也可以依照人心的感應 而產生出它的變化呢 那這個答案呢 相信是肯定的 那所以我們說 天災地變怎麼來 人心的感應來了 那麼這些 這個山川河谷怎麼來 也是人心的感應來的 每一件東西呢 都會印著人心的變化 而產生啊 那所以我們看 現在這個證詞 這是一塊大理石 這個石頭 像我們剛才講的 石頭也有法性 那麼石頭的這個法性 它可不可以成佛呢 如果 如果 如果在我們 剛才所講的 法性跟佛性是同一個性 那麼石頭也可以成佛 那石頭怎麼成佛呢 石頭是根據 我們自己成佛之後 他就跟著成佛了 所以成佛不但石頭 成佛在我們 人身上 我們內在的自性身上 當我們的這個自性啊 是一種圓滿具足 親近平等的 那麼我們看所有的大地 三核 整個天地的一切 都是跟我是一種的 都是我內在自性的應血 那麼這些呢 空中包羅在 我的身心之中啊 就好像 米諾祖師 把整個 萬國九州啊 包羅在 他的大肚裡面一樣 所謂放之 則米六合 卷之則退場於密 那麼這一個自性啊 沒有大沒有小 沒有方沒有圓 沒有外沒有內 它通通都包光 所以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那就是我們自性的變化 那這個自性啊 我們必須去把它開啟 我們才能夠懂得這個道理 了解到法性與佛性是同一個性 那麼你對於三核大地 這個存現啊 那個都是我內心的變化 整個三宇宙大地啊 就是我 就是我而已啊 所以三核大地 它是為了成就你 來呈現這些想 那三核大地變化了 也是因為你造惡 你的脾氣煩惱 把這個本性燃燒了 所以造成了 你看不到這些真想 所以你看 身體跟引致 是一體的 那我們看到的引致 其實是身體的假象 但是呢沒有身體 就沒有引致 引致它的變化 是從身體的變化產生的 那我們現在 世間的一切也是這樣子 世間一切的變化 其實就是我們新的變化 那個新的變化呢 是這個 剎那不可捉摸的 所以呢 那三核大地的變化 也是剎那不可捉摸 只有回歸到我們的 本心本性啊 那個圓滿聚首的本性啊 我們才可以說 它是永恆存在的 所以 聽完整講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那引致是假的 三核大地是假的 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相 真相只有一個 真相呢 就是我們那個圓滿聚足 如如不當的本性 所以想想 六道如會怎麼來 我們新的變化來 新變化什麼 就產生了 那一道的 這種縱深 你就會到那個縱深 那個波度上 呈現出來 那你今天會在地球上呈現出來 也是因為你的心 達到這個地球 就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你今天到這裡 看到的這個現象 都是 是自己的心所變現的 所以這個道理 佛菩薩 不斷地在告訴我們 不斷地希望我們清醒 那所以我們說 古來聖賢皆寂寞 那麼這些聖賢人 他們講的話 眾生不相信 而且不願意去做 那麼這些聖賢人 只好用自己的這個身體力行 來做出來表演給大家看 做出來視線給大家看 那麼如果有人能夠照顧他的這個視線 來跟隨著 來跟隨著 一步一距的來做 那麼他也可以回歸到本來的自性 這個就是聖賢人 寂寞的原因 寂寞的原因 那寂寞的原因 是因為 他還有一個動作還沒有做出來 那他這個動作呢 他在思索要怎麼做 如何讓更多的眾生 能夠接受他所做出來的這個動作 接受他所講出來的這些話 各種一言一行啊 都能夠讓他們有所起悟 所以聖賢人他看起來是寂寞的 那事實上是因為眾生不瞭解他 這跟聖賢人呢 這個距離太遠了 差距太大了 以至於呢 認為聖賢人呢 都是特立獨權 都是呢 為了自己的理想 滿頭苦幹 其實 這個是聖賢寂寞的原因 但是聖賢他不是這樣 他內心一點也不寂寞 他內心 希望所有的戰勝 所有的百姓 能夠走向聖賢之路 那這條路 真正的帶給他們 生活 幸福 快樂 圓滿 自在 那所以 了知道 世間 一切都是 一些都是假象 那麼你的心 還需要怎麼變化嗎 那你不需要變化了啊 你的起心方面 也都是虛妄的啊 不如說你想賺錢 你想擁有一個事業 一處豪宅 一處豪宅 擁有一份理想 事實上呢 這個都是虛妄的 那都只是一種過程 當然這個過程 有待了必要的經過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執著 這些呢 只是過程 過程完了 就必須把它放下 所以你不需要 太過於追逐 當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下 不要過過的去追逐 過過的去追逐 外在的這些東西啊 反而讓你忘了 你內在等友的 內在等友的 反而更加分數 更加圓滿 更加光亮 只有向內參求的人 才能夠真正了解這種道理 那所以說 既然是 線上都是假的 這個天地是假的 那麼我們這個肉身呢 肉身也是假的 我們說我 我是故我在 我因為能夠自搞 所以我存在 這個世間 那這是 這個 是皮卡來講的 西方的這個哲學家 那其實呢 他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說法 也是不成立的 那我是故造 我都沒有了 我怎麼會有詩呢 你看詩想這個詩啊 他是心上有一個 有四個格子 有一個大田地在那裡 大框架把它框住了 所以你只能夠在這個田 去繞 去繞 去使腦 去運作 你的心就在這個田上 那怎麼會對呢 我是 無限瘋狂的 我是無量無邊的 既然是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我怎麼會被這個框框給空住呢 所以 我是沒有吃的 事實上呢 連我都沒有 什麼是我 你們想想什麼是我 我這個 我的家庭 我的事業 我的產品 我的公司 我這個身體 這都是我的 但是呢 你想想 真的是你的嗎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隨時都要會破滅啊 不管是什麼因素 那隨時都會不存在 事業 事業也是一樣啊 現在經濟不景氣 那麼老地的就一大堆 所以事業也是 不能夠久住 那麼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是我的吧 我的身體也不是我的 如果身體是你的 你可以叫他 不要生病啊 你可以叫他不要老 可以叫他不要死 那這個才是我的啊 那這個才是我的啊 我可以 增多地掌握住 這一屆 這個才是我的啊 最近有一個新聞 一個 叫做大白沙的 這個藝人啊 他想要變成美人魚 想要重回 這個演藝界啊 那所以呢 他平面的減肥 然後呢 去做美容手術 希望讓自己啊 變成美人魚 變成這種 演藝的一個明星啊 那麽在演藝圈 必須用這種色相 來 讓自己立足 要用這種色相 來迷惑觀眾 可是想一想 他的這些 動作 他可以讓自己 久住到什麽時候 那如果說 做了一圈呢 然後呢 把自己呢 變年輕了 你可以維持多窮 你有沒有辦法 抵擋的柱 哪有要的現象 抵擋的柱 使誰的牽引 那這個說起來啊 這個演藝界是沒有辦法 去清楚了解 那只有修行人 當然演藝人員 也可以是修行人 那只有修行人 那種莫達的 那種清澈的 那一份智慧啊 才有辦法讓自己 覺知到這種事情 所以今天不是演藝界這樣而已 整個世間的人 都是這樣子 向外追求 看這個外在的 這種表象 所謂的脾相 那這個脾相呢 把自己呢 這個心呢 更加 更加的迷惑 因為為了追求這個脾相的美好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不洗一切 去追求他 那麼你的心呢 本來是向內的 向內呢 可以見到圓滿 見到光明 結果呢 人一直不斷地在向外 那這些相愛的結果呢 結果就造成 自己的心迷惑出了 迷惑了 看不到本性本性 那結果追求的假象呢 也是虛幻而不可 如果 錢是你的嘛 錢 你也不可能帶走啊 那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帶走的 只有功德 只有正義 那麼我們下觀看 希望呢 希望呢 能夠讓自己 帶更多的功德 那希望 以後 能夠 脫離這種 人 身上的束縛 人身的束縛 我們可以回歸到 一個永遠的六手 這個才是 我們要追求的 所以追求的是 千秋冥 萬事立 那個才是 有追求的意義 所以老子 他曾經有一句話 他說 吾所以有大亂 唯吾有身 即吾無身 吾有何亂 他說 我有一個大憂患 就是因為我有這個肉身啊 台灣話叫無心啊 他說 即吾無無身 吾有何亂 當台灣無心 沒有這個肉身的時候 我就沒有什麼憂患 那麼老子這句話 那 表現了一些 境界上的說法 那就是一種 空無的 一種 觀念 那麼我的肉體都沒有了 我自然就沒有受到肉體的拘束了 那我就可以 所以 逆遙自然 你看我們沒有肉體拘束之後 我們馬上聚除 無多 無種神通啊 所以鬼 他的這個神通的能力比人強 那是因為 我們人本來也有 我是被肉體拘束住的 沒有辦法使用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使用呢 因為呢 你追逐假象 你不是借假修真啊 你借這個放棄真的去追逐假的 結果你本來的就 不斷的再流失掉 我們說智慧 德能像 通通流失掉了 智慧是本來 我們仍能俱足的 結果我們沒有智慧 人生最大的智慧 就是如何 讓自己呢 回歸自信 回歸禮天啊 回歸這個永恆的生命 這個才是最大的智慧 那麼擁有這種回歸的力量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看透一切 世間的假象 看到一切 人情世故 的這些包補啊 那麼看到不是說離開他啊 而是說呢 你如何 知道圓人 圓滿的去面對他 那麼你今天沒有那個智慧 所以呢 你就被他所束縛 被六道人為束縛 被公司家庭束縛 對七根子愛所束縛 所以一直在這個 這個 圈圈裡面啊 輪迴不已啊 不曉得什麼時候 可以跳出這個輪迴 那你今天沒有明事來告訴你 你沒有好好的在公格上下公通 來修持 你怎麼會懂得這些道理呢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當然老子講 極無無身無有何萬 我沒有這個身體的時候 我就沒有這個憂患了 那麼老子的道理呢 他沒有講得透過清楚啊 那我們必須把它解釋清楚 那當然我沒有這個身體 我就沒有憂患了 那是因為我從有身體的限制之中 已經超越出來的 已經擁有那個智慧 所以 擁有那個德能 我超越了這些人世間的障礙 所以呢我可以呢 沒有憂患 我可以逍遙自在 那並不是說 我只要沒有身體 我就可以逍遙自在 所以你看 鬼道 鬼道他並不能逍遙自在 他雖然有 五種神 可是呢 他還是受驅述 他被拒出到鬼道 他也不曉得怎麼獲利 那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是因為 他們的見聞覺知啊 沒有辦法體悟到 我們自信 本來光明 本是圓滿 本來親近平等的 那個大本體 他沒有修行 沒有明示的指引 所以呢 他不曉得 所以今天我們借假修真啊 那這個道理呢 是很 很需要的 今天我們如果沒有用這個肉體 好好地來修持的話 那麼我們到了鬼道 人死為鬼吧 到了鬼道 我們還是繼續地淋落 繼續地被束縛 繼續地被束縛 所以了解老子所講的這句話 那是真正的 這個借假修身 的一個方法 知道 知道 知道目的的痛 世間的苦 知道眼前這一切的 這個 這種 有限性啊 那麼我 努力地 靜靜不懈地 從這個困局之中啊 脫身出來 那麼我就可以回歸到 我的本 本性本性 回歸到 那更逍遙自在的 原始面貌 這個是老子 這句話當的正義啊 那所以借假修真 今天的這個課題啊 是因為 我們有這個肉身 能夠在此時整個 接受到民事的教導 接受到這個大道的群洗 所以呢 能夠利用這個有用的肉體啊 好好的來努力修持 那你沒有這個肉體之後 你想要再修持 也已經不可能了 那所以 老天這樣大道的可貴啊 是可貴在這裡 所以想想啊 到底是靈性比較重要 還是肉體比較重要 那如果說 用我們的觀點來講 借假修真 那麼 靈性跟肉體是同樣重要的 那為什麼肉體也重要呢 你剛才不是說肉體是假的嗎 對啊 但是我們今天 可以透過假的 得到真的 可以透過假的 得到真的 那麼我們今天 如果沒有肉體 我們不曉得 這種四圈的環 肉體上的痛 那種有限性的那種束縛 沒有肉體 沒有肉體 也沒有辦法承受 這種大道的傳承 民視的指數 所以在 訊文裡面告訴我 把所有的眾生 要成就 都是從人生 開始修行 那麼如果說這樣的說法的話 觸生是不可能 觸生是不可能 修道回 回歸本性 那麼鬼道也不可能 地獄道更不可能 他們都必須 成人生的樣子 然後呢 激功美德 然後呢 才可以跳脫 又到人為 那這種觀念呢 在 各種宗教裡面 都 並不是很清楚 也沒有很 很詳細的說明 那今天邪火告訴我們 我們能夠 得到這個肉體 能夠 又生同 民視家道 大道普傳 所謂來著找 不如來著巧 那我們又 得到了 那麼這麼好的機緣 都讓你碰到了 你不好好的來修持 你不好好的努力的 來跳出 六道輪圍 努力的回到我們 原來的老家 那麼你想想 你現在都不做了 你要等到怎麼做 等到你有肉體了 可是呢 已經沒有大刀 沒有民視來講你了 沒有這個環境 讓你熏起了 那麼你也是 來了也是沒有用 那所以 現在修到 最好的時機 就在此刻 當你有幸 能夠聽到這樣的道理 你就應該 你就應該呢 好好的來 動下公坑 好好的來回歸自然的生活 我今天呢 是為了眾生而活 我不是為了自己而活 因為我知道了這個道理 那我知道了眾生的苦痛 如果說 眾生都能夠跟我一樣 瞭解到這樣的道理 那麼大家一起回禮天 大家一起回歸那個 這個 逍遙的本體 那今天不是很好嗎 我可以從 炭鼓之中 把它擦國 擦打出來 我可以知道這種 炭鼓的 那一份角色 所以呢 我更需呢 這個 慈悲喜捨 要來 帶領更多的眾生 來回歸到 他的本來面目 那所以呢 現在的眾生呢 不容易勸 我們所謂的鋼牆燃耗 鬥爭堅固 不容易勸 而且現在的貪生吃慢 越來越深重 那科技 要給人類 一時的方便 可是呢 帶來更多的禍化 我們受之於科技 所帶來的 跟我們受到傷害 所比起的 可以說呢 都不償失了 那沒有辦法 現在根本沒有辦法走回脫路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 在這樣的環境下 取得一個平穩點 那科技雖然對我們傷害很大 可是呢 我們如何利用科技 好好地來哄法一生 好好地來幫助正聖 這個也是一個思考點 雖然科技呢 畢竟把我們帶到世界末日 但是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世界末日 無限地延續下去 那它不要到晚 這個是我們辦得到的 因為在佛 講所謂的時空的問題 它那個時空是沒有意義的 他說幾千萬年 多遠多遠的這個國土 他這講的都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 那人 如果能夠修到那個境界 而悟到那個境界 人一殺到之間就可以到達 所以呢 時空呢 對於覺悟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覺悟的人沒有時空啊 覺悟的人沒有思想 沒有念頭 所以我們剛才講 我是故我在這句話是錯誤的 我都沒有了怎麼會有事 那我在哪裡呢 根本就沒有我 我是一個大本體 我跟所有的眾生都是一體的 那所以 了解到眾生的根性 我們就要 用各種方法 我們這裡 用一個例子 他說呢 有一個老女人 他養了一群公雞 那麼他很 相信 整個地球都是因為他在轉 因為呢 太陽就是因為他的公雞在降 所以才會 升上來 所以他跟人家講 我是最偉大的 你們不可以欺負我 你們不可以沒有我 如果我呢 整個世界都是黑暗的 他常常這樣跟人家講 那每個人都笑他 這個人 狂妄不疑 這個人呢 他酒公呢 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所以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其實也反映了我們世軍人的現象 不曉得他在說什麼 不曉得他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耶穌基督不是說嘛 神啊 原諒他們 因為他們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在做什麼 那跟這個老女人是一樣的 那麼他 聽到村裡面的人都不相聽的話 結果呢 他就離開自己的村莊 另外一個村莊 那另外一個村莊住的時候呢 他發覺到說 只要他的東雞一覺 太陽就閃 早上就起來了 那 他都相信呢 太陽是因為他的東雞 就會升起的 那他是公的主人啊 所以他最偉大 一到他又遷移到西村 事情都是這樣 越來越相信自己是他 大家 道知中子 講到借甲修正 中子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呢 智人用心若靜 那麼智人 當然就是曾修行 已經 到達側悟的人 已經修行到最圓滿階段的人 那麼他的用心啊 表示說他還是處在人世間 對於這些 待人接悟的道理啊 他已經能夠 用最圓融的方法 來面對他 那他所謂最圓融的方法 就是指 像晉子一樣 他的心像晉子一樣 晉子我們知道 是光明 是無瑕的 那他因為光明節亮 所以他所呈現出來的這個物像 這些景象啊 都完完整整 毫不遺漏的 呈現在晉子裡面 那當晟人 大概面對這些人情世故的時候 他所呈現出來的這個樣子 就是 你所呈現的樣子 也就是說 你是一個好人 他造出來的樣子就是好人 你是一個善人 他造出來就是善人 當你有不好的一面 當你有這個罪過錯的一面 他呈現出來的 也就是你不好的一面 罪過錯的一面 那這是智人用心若靜 所以這個智人啊 他不會跟人家爭 他看到了這個事情的真相 他知道說 欸這個地方是 不圓滿的 這個地方呢 是有需要 去修正的 他的內心會知道這個標準 但是呢 他不會去跟你 說明 他不會去強加於你 那也就是說 聖人的標準啊 他不會把他的善 他所謂的美 所謂的好 強加在眾生的身上 他只是 很自然的 如如實實的 把 本來的面目 把本來的真相 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是智人 所以 講到這句話 來呼應我們今天 講戒假修真啊 我們對於 世間的萬事萬物 其實 就是應該這樣子 那我們為什麼會對於世間 有所謂真假 好愛 對錯 善略的分別呢 那這個分別呢 就是因為 你的心呢 有所偏執 你的心沒有辦法像禁止這樣子 很如此的呈現出來 你是偏心的 你喜歡 某一個人 某一件事情 你好惡某一個人 那麼這個 好惡啊 會在你的言行之中 表現出來 你的心是不誠懇 你的內在呢 不夠誠懇 所以表現出來的 當然也就不夠誠懇 也就不夠誠懇 也就不夠如實 那我們說實相 實相的道理啊 就是 大道呈現的 自然的狀態 那大道呈現的自然狀態 它沒有去分 你我 沒有去分對策 沒有去分好壞 那這個是 成語中行於萬 的一個修行的道理 那我們說 借假修真 我們看到了世間萬事萬物 然後體現到我內在那個如此的本來念夢 透過萬事萬物的這個 啟發 跟詞點啊 我應該誤出這樣的道理 了解這樣的道理 那麼我們生命的現象 就是來到人世間 來瞭解這樣的道理 因為很多事情 你都還沒有想到 很多人情事故 你都還沒有報告 有些 所謂的 現在 我們說業障 你必須去還清 有你的 這個使命 與責任 你必須去打了 這個是我們人 來到人世間的 的目的 所以當你遇到 各種 障礙 各種境界線前的時候 那個絕對不是無緣無故現前的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來詐騙你 無緣無故有個人呢 來批評你 或者是說 伸出手對你 指責謾罵 或者是打你 這個呢 你要想想 一定都是事出有因 世間呢 人世 時空 這麼多 為什麼 只有你呢 會單單出現狀況呢 那麼這個要想想 那一定是呢 我在跟 他的責任之中 有一種因緣的牽引 那這種因緣的牽引啊 是很 很維繫的 這種維繫啊 維繫到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事實上我們說是英國 那英國的道理呢 在中國 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說呢 被佛家 他特別突顯出來 所以我們認為是 這個是佛家的思想 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相信英國 就會受英國的報應 那不相信英國 就可以不受英國的報應 這是有可能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 這是不可能的 你不相信英國 你還是一樣會得到英國的報應 那麼所以說 你面對各種的煩惱 障礙 你都一定要呢 翻喜的去面對它 然後呢去把它解決這個問題 你絕對不是逃避 你不是恐嚇 或者是說 你用各種詮釋的方法 去把它壓抑住 這個呢都不能夠解決問題 那麼我們生活之中 有太多這樣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有各種問題 那你在各種問題上 你有沒有辦法處理得了 你過關了沒有 其實呢 這個都是功修功德 和修功德 你不能夠靠婚 不能靠妻子兒女 不能靠這個帳婚 靠親戚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你必須自己去面對 你自己要去解決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事情呢還是同樣的 會一而再再而三而發生 會造成你更多的煩惱跟痛苦 那麼會有此時此刻 你當下去迎接她 去面對她 然後呢去跟她化解 所以解靈啊 還需細靈人 就是這個道理 那這個是戒假修真 最主要的真相 所以真假我們可以說是一不是二 為什麼真假是一呢 因為呢 真的裡面 它的一個波動 會產生假的 真的裡面雖然沒有假的 但是呢它心的印顯 會產生假的 那個心的印顯呢是 就是人在無知 無理的狀態下產生的 我們說動 所謂一動不如一靜 但是這個動呢是它的一個 時空背景的因素 那它動呢就會產生各種的像出來 那只要呢一有所 我心有所承擲的 這些像呢就會 成為一種承擲的像 成為一種讓想 那人會把這種讓想 當作是真實 那這個是因為人不覺得關係 那不覺得關係才有所謂的 各種人民對待的產相 那我們想想 我們生活自重 我們要面對著人情世故啊 那實在是太過太多人 我們以前小時候 還有父母 他可以幫我們處理一切事情 但是我們長大之後呢 父母他沒有辦法幫你處理各種事情 父母已經老了 那麼你必須承擔起 照顧父母的責任 現在父母的問題 是成為你的問題 何必的問題 而且你要這個 擔心情願的 你要快安息息的 幫父母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個才是人生的意義啊 我們今天講孝道 那現在人都不喜歡聽 那因為現在的家庭都是小家庭制 所以啊 這個媳婦不喜歡跟公婆在一起 甚至呢兒子也不喜歡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現在爸爸媽媽都有 不敢養兒防老這樣的一個觀念 都必須自立自強 都得靠自己啊 都得靠自己啊 即使是老了還是得要靠自己啊 那這個是因為 時代混亂 人心扭曲啊 下道淪落 那時候 的一個社會現象 那麼下道淪落了 整個社會的狀態 他那個不安的狀態 波動的現象 會更加明顯 因為在人 主要的一個基本而行 已經呢 土耕瓦解 既然下道已經瓦解了 那麼人想在其他的德目上建立起來 那是不可能 你要透過制度 透過整個 團隊的一個徽章 或者是透過整個社會的氛圍 你要來保有整個社會的秩序 這個是相當困難的 也是自標不自本的做法 我們知道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 那家庭呢是夫婦之間組成的 那夫婦呢 夫代表日 夫代表月 日月合起來才會敏 日月才會合合 合合才能夠產生整個和諧的狀態 那夫婦和諧的民怨 他就懂得孝順父母 他就懂得能夠在孝順父母的這個過程之中 來教大子女 所以教大子女是從孝順父母開始做起 那你說孝順父母這一邊的責任我不要管了 我只想顧我的兒女把它顧完就好了 結果所有的這些因緣果報就通通跑到兒女的身上 那是你的問題 那是你的問題沒有解決 你把問題丟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那孝道就基本的德性沒有進了 結果呢 你把這種沒有進到孝道的這種因緣果報 結果丟到孩子的身上 那孩子以後呢 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 你才會感受得到 你以前怎麼會這麼做 但是那個時候呢 後悔都已經來不及了 那除了說 這個問題 家庭的問題之外 這個問題事實上呢是很多 我們呢如果能夠好好的來分析 好好的從這種 人文制度來分析啊 那麼你會發現他說 這個世界問外啊 天災地變啊 他所有解決的方法 都是在家裡面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現在舉一個生命的例子 也就是說人都會有生老病死 那麼人面對生老病死 通常都是被擺佈的角色 被玩弄 被死神的玩弄 人完全沒有力量去對抗 生老病死 尤其是現在人的這個 毛病啊 這種病啊越來越多 那你奇妙的病 產生一大分 那現在的醫院 可以說是相當的發達 科技的文明呢也相當的發達 可是呢對於這個病啊 卻常常束手無策 那沒有藥可以移植它 你最好的設備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場問題 你看現在H1N1 我們看來只是一種流行性的感冒 那麼流行性的感冒 這個病毒 竟然呢 竟然呢擴及到全球 讓全國全世界的人呢 人心恐慌 那醫師們束手無策 只能夠用呢 這個疫苗 只能夠發展呢 抗藥物啊 來抗藥物啊 來抵制它 但是 這個抗藥的這種藥品啊 抵抗的這些藥啊 他用多了 會讓這種病種啊 又突變了 結果突變之後啊 那醫學家呢 又有了三個抗藥物 又沒有辦法對治療 他必須啊 去 開發更新的藥 更強的藥 來抵制它 來殺死這個病毒啊 那這樣 想想這種現象 是不是有一點像我們 人世間所講的 冤冤相告 現在我沒有力量抵抗你 被你殺死 將來我會有力量的 我就把你殺死 那殺來殺去 結果呢 到底誰會贏呢 冤冤相告何時要 那我們面對 這些疾病 面對這些病毒的狀態啊 我們只能夠認下解的 我們只能夠認下解的 化解的道理在哪裡啊 化解的道理在於 人心的祥和 人心的親近 如果說沒有貪生吃人 你沒有想要擦開對方的念頭 你跟他和平共著 那麼這個病毒啊 他自然就不會這麼猛烈 他自然也就和平起來了 所以 所以 我最近 因為 在家庭裡面 面對了這些生死的問題 讓我特別的感觸 我的媽媽 在 今年 去年 去年的年初的時候 那就因為 這個 脹口的功能縮減 那尤其肝臟 肝臟也有陰亡 甚至長腫瘤 吐血不支 那麼就這樣 離開了 人們會想說 這是 老人病啊 老年人 他就會得種病 他會因為病而死 這個我們那時候理解 可能是這樣嗎 但是沒想到 一年之後 我的妹妹竟然也死了 這個消息 讓所有的人 非常的震驚 那我妹妹 她可能還不到40歲 雖然附雲長行40歲 但是她實際的年齡 可能是38歲或39歲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是40歲 40歲就離開人世間 那病因是什麼 病因是 不免原因 不知道原因 然後就過世了 那你想想 這個人世間 這種無常的到來 它是讓人不可想像的 那我師生的招手 你沒有辦法控制 那你唯一靠去的力量是什麼 就是 你在此生 你對於這顆心 的一個羞恥 你對於這個世間的奉獻 所謂善 所謂功 所謂德 你做了多少 這個是你可以跟死神 談判的籌碼 那這個代理呢 要好好的講 細細的講 才能夠 打動人心 才能夠 讓眾生呢 真正的從這個 靈魅之中醒過來 好我們說我妹妹40歲 就走了 不免原因就走了 留下兩個孩子 一個在上小學 一個在上國中 年紀都還小 那整個家的家計啊 這家務啊 本來都是她的招手 那她自己還要工作 那丈夫呢 在外面工作 很久才會來一次 那你看現在啊 現在 這個父親啊 要單獨的面對一切 如果想想 我們在生活之中 常常聽到說 啊某一個人 又怎麼樣的 我們什麼人的親戚 啊什麼朋友他又怎麼樣的 這樣的訊息啊 常常傳到我們的耳中 那我們呢 有時候呢 感觸很深 有時候呢 無關痛咬 你看我爸爸她每天在 家務病房工作 那她在工作 的這個階段 看幾乎各種 生死的狀況 那對她來講啊 那可能也是 不痛不癢的 那偶爾會有很大的感受 但是呢 總是一種 不痛不癢的心態啊 那想想 如果說 今天 躺在我們面前的人 是我們的家屬 我們最最愛的人 那我 胖的胖 我素手無策 我不曉得怎麼辦 把眼睜睜著 抗亂著她 人家說 眼睜睜眼睜 人相丟 這樣眼睜睜的看著死神 把她帶走 那對於世間的這些疾病 我們到底 要如何醫治她 如何對治她 如何對治她呢 如果說 我們都想跳出六道輪迴 我們都想解決問題 可是呢 我們自己的生死 甚至這些疾病 只是生死之前的二道 那這個花道 那這個花道的問題 花道也是一種代應啊 你種什麼因 得什麼果 這個果 還沒有結成之前先開花 這個花就是你的代應啊 但有時候花是很漂亮的 當然就是善果 有的花是很不好看的 有的花是很不好看的 很 意象跟意義不好的 這個花 那可能就是惡的 很壞的 那這個你都必須去承受 所以 特學就特別去研究 人更以 這個大善者 他當時啊 他對於這個病的態度 以及呢 他對於這個病的 扣測 的能力啊 竟然可以太多用腳的 然後把這個病呢 把它 把它治好了 就一句話而已 就把它治好了 那所以呢 從他的經驗之中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病啊 的成因啊 其實是 有它的源頭的 我們說病 第一個有可能是病床口入 我們吃的東西 沒有吃 吃對 沒有這個 吃對營養 沒有按照 這種三餐比例的標準 你隨便吃 無亂吃 不定時定量而吃 結果呢 就吃出病來 那你不按照你的體質 不依照呢 這個 這個營養的這種成分 這個無亂吃 這個也生病了 那生病呢 那還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呢 夜感風寒 夜感鼠熱 這種 這種風寒 鼠絲造火 這種影響 也會讓人得病 那這個病的病因啊 就是外因 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 也會病 所以外在因素是呢 對現在的我們來講 外在因素太多了 這個太多了 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 的飲食啊 叫做飲土食肚 飲的呢 都是這個 有毒的 或者是 有病菌的 食肚呢 就是吃的東西呢 都是農藥 都是辣肥 都是毒藥 甚至我們吸的空氣啊 都有可能是 不乾淨的空氣 那就是整個 大環境的分野 所引造出來的 那病存口入 這個外因呢 那就得找醫生啊 你必須要靠醫藥 那這個醫生呢 也要看你的因緣果報 你要找對醫生 找出你的貴人 然後呢 下對藥 吃對的這個處方 那當然你就病了就好了 這裡面牽 那就是 牽引著很多的這種 因果細微的項目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 意義論索 總之呢 吃藥 看醫生 病治好了 那這個就是啊 你的 你有那個福分啊 不受到這個疾病的干擾 不受到這個疾病的干擾 這是外因 再來就是 內因 內因我們是講 心理的這個層次 你的心境影響到你的肉體 結果呢 肉體就生病了 你呢 這個 火氣 事實上火氣就是指 人的這種體溫啊 然後上下流竄 體溫 升到腦了 你就腦熱 體溫下降了 那麼你就 積在腰 你就會 得腰的症狀 積在腳 腳 腳腳走 就沒有辦法走路 氣 氣在那裡 也會得病 所以呢 有 這個心理的病啊 那個心理的病啊 這個就是中醫 他研究的範圍 所以中醫呢 他能夠講到 這個層次啊 他是比 西醫呢 還要更 更深入 那西醫當然 他沒有辦法 講述這種 心理的層面 西醫雖然也有 心理醫生啊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 像中醫 他講到這個人的 五臟六腹的變化 是因應了整個 天地 五行的變化 你看我們的肛 肛為什麼會不定 六三肝 這個我們最常聽到的 你生氣了 喜歡那個發我 喜歡罵別人 喜歡這個兇別人 這個六三肝 你就會得肝病 肝肝發炎 所以得到 入肝 西肝 得到了呢 這個肝臭化 肝腫瘤 好肝膽 消炎 所以肝得病 肝也得病 這個是夢 一個人喜歡發夢 一個人沒有辦法控制自己這種衝動的情緒 他就會當定 我們說剛屬墓 這個墓是團直的 也就是說墓是往上漲的 墓是欣欣上榮的 墓是草墓團聖的 這個是正常的墓 有健康的墓 我們說羊墓 羊墓就是這樣子 所以墓它的本質就是人 人力理智的人 所以墓性的人 他是有仁慈之心 他對人非常的柔和 對萬物他也有慈愛幫助的心 但是如果是陰墓的話 如果說這個人他沒有這種修養 常常生氣 常常發怒 就會讓自己的墓形 會成為陰墓 陰墓就是喜歡抗衝 喜歡不服手 喜歡去做一些違非作改的事情 我就是不意要跟你不一樣 那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有干病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飆盡利益 飆盡利益 他喜歡發怒 喜歡有自己的個性 他有個性的 結果就是造成陰墓 就傷肝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肝的藥是最多人 很多知道土 火氣大 火氣重 那這個就是肝火 肝火藥 所以要調肝火 現在的肝火藥最多 是因為現在 毒中病的人也是最多 那台灣的肝病 那更佔是 可以說是 國家的病 國人的病 更是佔第一位 那所以這個 要懂得去降服他 年輕人他有個性 不偏從父母的話 不偏從師長的話 結果呢 就給自己 累積那個氣 浴積著肝 結果呢就生病了 這個病呢 你只要能夠 柔心 受氣 接受這個 父母師長的調教 孝順父母 風靜師長 那麼這個病呢 就會慢慢地化走 那我們心 我們說到心 心臟的病 心臟是有什麼生起的 我們說 愛恨情緒 心是愛恨情緒所生起的 那你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了 這個無以復駕 用盡各種的手動 用盡各種的方法 就是想要得到這個人 那得到的時候呢 看到這個人的缺點 看到這個人的缺點 結果因愛生恨 或者是說你沒有得到 結果呢就恨對方 恨女方 恨了所有的人 誰造成你 今天沒有辦法得到這個人 那你就恨誰 就愛恨交加 這種恩怨情緒 造成你的心 得病 那心病 現在也是很多 心臟病 心肌梗傷 心血管 發生病變 各種 高血壓 血液 缺乏 這種血的問題 都是屬於心的問題 那我們在 社會上也聽到 很多 很多人 有一些都是 這個 很有名的人 然後呢 就走到外面 結果呢 一下子心肌梗傷 走了 甚至呢 這個年紀很輕的 這些青少年 也會中功 也會得中功 然後呢 因為中功造成呢 這個植物人造成呢 家人的這種負擔 也是有 那這個 心病 心病 心病產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對於事情 的這種 愛恨太明顯了 愛恨太明顯了 就產生了這個 心的疾病 我們說心 心屬火 這個火 是體 是我們人 體內的這個溫度 那這個溫度呢 不協調 火是屬於上升的 火氣上升 這個火呢 上升 結果呢 就累積在 我們的這個 腦裡面 所以 腦產生的疾病 也是心所 延伸出來的 到 腦 譬如說這種 譬如說這種 腦黏痴痰症 譬如說 這個 腦血管 疼力 譬如說這種 失眠 甚至呢 我們說 精神病 這個呢 都是因為 愛恨情主 造成新的火氣激在 這個腦裡面 所以引發出來的疾病 那麼火的本性 有陽火跟陰火 陽火是正規的火 我們說這個 心屬火 火是為禮 禮貌的禮 那麼火性的人呢 他是光明的 因為火相升光明 火性的人是 光明坦蕩的 而且呢 這個人呢 很有禮貌 他這個人呢 很謙虛 那雖然呢 這個動作是很快 也就是說火性的人呢 他動作會比較急 講話會比較急 可是呢他是正大光明 他是這個 他是這個 依照這個法律制度 那 裝備狀舉的 這個是屬於陽火 你看很明顯啦 那個 關聖帝君 我們知道關聖帝君的臉就是紅的 所以我們知道他是火性的 那他的一言一舉啊 都是合乎道德文理的標準 所以他一個是守法律 這個是養火 那養火呢是正常的 那如果說呢 這個 養火你不去培養他 結果呢 你讓你的愛 你的恨 穿過了你的本性 明媚了你的本性 結果呢 就造成陰火 那陰的火 那就非常可怕 陰火在燒啊 陰火在燒呢 他就會把整個神經系統 把整個人的精神啊 通通會燒毀掉 哦 反射在我們心上 身體上的 血管的疾病 心臟問題 精神的問題 這些都是心 就陰火所造的 那所以說 對於這種 人世間的變化 你必須用 淡然處置啊 那我們講到 疾 疾是疾味 疾味是 互相表理的 那疾呢 疾的病啊 疾味的病啊 就是怨恨 憂失 所產生的 而怨 埋怨 你那個怨呢 是 埋在心裡面 那埋在心裡面呢 當然呢 就累積就是病 所以 毒在那裡 所以 如果會發毒 你就 這個排 排泄呢 就不正常 你的代泄呢 就 變得相對的弱 啊 胃腸的功能呢 就相對的減輕 我們說 脾胃不好 或者是說 胃不好 那有時候胃道好 胃的功能太強 也會造成病 那個 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呢 他想太多了 事實上 沒有 沒有這些現象 你看上次 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在報告一個胃病的情況 就是因為胃功能 蠕動的能力太強 結果引發他的 胃病 引發他胃病 結果造成當然 三餐也吃不下 人越來越瘦瘦 可是去檢查的時候 你的胃什麼病也沒有 你的胃很正常 很健康啊 那為什麼胃也會不病呢 因為呢 一死的這種 怨氣啊 怨氣 憂失 也想太多 煩惱太多 憂鬱沈重 運氣 積結在那裡 所以造成呢 一死的那種 脾胃啊 他的這個 運作不正常 那因為運作不正常 把這種 脾胃的症狀 傳送到腦 結果腦就下命令 現在脾胃開始不正常了 所以我們呢 要好好的去顧手 結果就是因為腦 不斷的在下命令 說脾胃是不健康的 其實是自己認為 自己的脾胃是不健康的 所以這個專家 這些醫生啊 他們對治這樣的病啊 他們就是用科學儀器 來幫他們診療 而且讓這些病人啊 看著他們診療的結果 譬如說這個小苗 超音波小苗 就讓他看 你看啊 我現在幫你做超音波小苗 一邊做一邊讓他看著一幕 你看你的病 你的胃都沒有什麼毛病 你的皮沒有什麼毛病 你腸胃也很好 之後這個斷層掃描 之後這個X光什麼的 一大堆的檢查 通通讓他知道 你的病是沒有問題的 當自己知道病沒有問題之後 他就自然了 就放開心懷了 他就也不再去想都想吸了 也不再去埋怨都埋怨吸了 結果啊 病漸漸就好了 我們知道 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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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養肚跟贏肚 養肚是正常的肚 這個養肚啊 他表現在我們的德性上的 我們說 仁義理智性 這個皮肚啊 就是代表性 那性是什麼到底呢 性就是說 人眼為性 你講的話就是你的這個心意 你的誠意啊 那你講的話你要做到了 那你做到了 不管對方的反應是怎麼樣 你都不要再埋怨 你都不要再擔心啊 也不要憂慮啊 你就好好的表現出你自己 得那一份誠心敬意 成語中型以外 把它表現出來 這個是信用 所以沒有信用的人 常常也會產生脾胃之病 你看脾胃 脾胃的病 胃腸的病 在我們現在 好像更多 因為胃呢 很多會出毛病 尤其是一些鄉下的 一些農人 老年人 常常因為 埋怨 埋怨兒女 這個擔心兒女 擔心家庭 結果呢 常常脾胃的出腫瘡 像要潰癢 胃吐症 或者是說胃潰癢 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發炎 小腸大腸 吸收不正常 各種 各種腫瘤 在胃的也很多 腸胃也很多 這種相愛系統的問題 都是你 埋怨求造成的 你的一股氣 堵在脾胃裡面 所以呢 沒有辦法消化 造成整個腸道的消化系統 所形成問題 那麼它的是在腸 在脾在胃 我們好像都連著講 其實呢它裡面還有細分的道理 如果說是在這個 武藏手陰 那陰呢就是比較是屬於 你面對的這種小輩 你的平輩 所造成你的 這種傷害 你埋怨你的 你的同事 埋怨你的同學 或者是說呢 埋怨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擔心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擔心這些小輩 結果呢 就會造成 脾胀出問題 你埋怨大人 埋怨你的上司 你的長官 這個就會是長的問題 那麼我們說 皮屬土啊 你要這個 有養土跟陰土啊 你要變成陰土的話呢 你就是生嫩器啊 你就是埋怨啊 你就是不肯啊 那你就會這個 育育果肝啊 這個是陰土 那我們要把陰土 翻過來 成為陽土 那我們再講 肺臟的病 肺臟的病 就是呼吸系統 那呼吸系統有毛病呢 那呼吸 呼吸屬於 這個肺 肺跟皮膀是相標的 所以皮膚的問題 也是屬於肺的 那肺臟怎麼引起呢 肺臟是因為 你喜歡 你喜歡這個 腦 腦人 哦 傷腦筋 你那種傷腦筋啊 這種情況啊 不斷的累積就會產生肺病 或者是說你 悲傷 你會悲傷 常常呢 面對事情呢 無法自主 非有自主的就悲傷起來 這個 喜人憂天啊 那這個悲傷呢 就產生你的肺 肺的症狀 哦 你的腦能的事情太多 也會產生你的肺的症狀 那肺 肺的症狀有很多啊 你的這個呼吸系統 造成問題 肺 肺肌水 肺腫瘤 那肺這個 這個呼吸道 障礙 或者是說 整個皮膚 精神 精神 氣色不假 皮膚 這種 臉色為你 等等啊 這些都是肺腸 所造成的 一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肺 在五行的德性裡面 肺屬於這個 金 五行屬金啊 那德性呢 德性屬於義 我們說 仁義理智 這個義啊 就是屬於肺 所以當一個人 他沒有道義 他不講義 義就是 我們上次講到 合情 合理 合打 的言行舉止 那就是義啊 你問有言行舉止的標準 那麼你 常常呢 在那裡 傷腦筋 或者是說 你常常呢 會悲傷 悲傷 自己做不到 會產生了 各種的 難過的現象 那就產生了這個 呼吸 呼吸道 會 非常的麻病 那會 會屬於意 會屬於金 金有陽金 跟陰金 陽金呢 陽金就是一種 一種 這個 一種喜樂的 一種 我們說樂觀的想法 你看金呢 就是 這個 一塊在那裡 你看那個金的那個筷子 就是他非常的剛硬 他非常的堅強 然後呢 他也代表一種 一種折善固執 這樣的人呢 是屬於 陽金 他對於人生啊 都是正面的想法 所以呢 他 都會積極的去處理 各種事情 他不會萎靡在那裡 也不會消極 他呢 像鋼劍不洗一樣 像這個太陽 那種力量一樣 這是屬於肺 那陰金呢 就屬於那種 消極的狀態 好 悲悲 或者是說 煩惱 這樣的狀態呢 就產生肺病 再來就是說 腎病 腎 腎臟病 腎屬水 所以 當人 厭反的時候 當人呢 會恐懼 會驚慌 會驚慌 會厭反 這個就會產生 腎臟病 腎臟病呢 包括醫藥系統 包括整個復科的疾病 這個都屬於腎的病 那腎 腎的病啊 尤其像復科的 很多 現在的也是很多 那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 婦女啊太操感了 現在婦女啊 要走出家庭 要操感家庭 要操感事業 要操感這個 額女 操感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 現在 婦科的病啊 很多 那麼 南科的病啊 我們說腎臟病啊 也不少 現在的男性啊 的性功能不全 或者是說 這種 社務腺腫大 或者是說 這種 體力不佳 等等呢 都是因為 這個 操勞 煩氣 都是因為呢 這個 生活在 金花 恐懼之中 就會得到這種 腎臟病 那我們說 腎臟 腎除水 羊水 羊水是 正常的水 羊水是 不乾淨的 羊水是滋潤的 那 那 陰水呢 陰水就會造成 這個 土石流 就會造成水災 就會造成呢 這個 臭 臭水溝的水 那臭水溝的水 就滋潤 會發臭 那 人如果說 整個 泌尿系統發臭了 那麼 您也要煩惱了 你要洗腎嘛 那現在洗腎了很多 整個 這個排泄 出了問題 那這次為什麼 操產的事情太多 你的 驚慌的事情 恐慌的事情太多 所以羊水 要把它恢復成羊水 不要讓它變成陰水 陰水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 聖在 這個武德之聲 它是主的智 智慧的智 那這個智呢 在我們 的這種 修行的這種經典來講 智是最重要的 智是 所有的修行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革命 那 也就是說 當我們 會迷了 我們就會產生 智慧 當我們心病了 那個智慧 有染而生 智慧本來 圓滿具足 結果呢 今天智慧 沒有辦法拒損 沒有辦法浪現 這個都是因為 人被洗手所攔 對於整個人情世故的 這種 微理細節 給障礙住了 為什麼變成 李教癡人呢 那因為你的智慧 沒有辦法流露 所以你認為 李教會癡人 那這是我們大概說 五臟的疾病 這個是內陰 這個是心理的病 心理的病 要透過你的條心 我們說的 今天說的這個 戒甲修真 你要藉著這個身體 來把你的心調好 藉著這個現在 有這些明師 有這些同兄 有這個大道 在指導你 你要趕快把他調好 所以這個 人與理智性 你要把他做好 骨藏之德 你要把他恢復起來 這個呢 這是我們今天修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的 所以修行人 他本身呢 身體要健康 他精神要清朗 這個要 清安自在 修行要達到這樣子 人家才會對修行 產生嚮往 產生肯定 那這對修行人 也是病激奄奄的 那你怎麼樣 去影響別人呢 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自己啊 也最近因為受病 病所苦啊 所以感覺到這個病啊 一定要把他 把他克服 把他治癒 那當然找了很多方法 那如果說 你的病因 是從心裡 進來頂起了 那麼你必須從心調起啊 你找外面的醫生 是沒有辦法治你的心裡的病 心裡醫生也沒有辦法治你的病 那因為呢 你這個人情事故 你都沒有做好 你在這個周圍環境之中啊 你跟人的互動 是不協調的 那不協調 你自己呢 又把這個垃圾啊 放在你的心裡面 躲在那裡就 就生病了 那你氣不順啊 那你就生病了 這個病呢 心裡的病是從 氣毒 這個火發了 這種現象所以 所產生的 那所以 在公司上 在家庭裡面 在學校裡面 或者是說在道場裡面 你都要記得 你都要記得 把這種 仁義理智性 這些德目啊 把它實現出來 把它實現出來 而且呢 把這種 仁義理智性的德啊 協調在整個 身心裡面 絕對 絕對不是強加的 也 也絕對不是呢 你 要求別人 或者是說別人強加於你 都不是這樣子 你自己內心 要有所覺悟 因為你做人沒有成功嘛 你這個做人 到底沒有做好 所以呢 就累積成你的病 我們講 做人沒有成功嘛 那希望呢 大家不要聽了這樣之後 就對後學 的話呢 產生的反駁 那很多病呢 其實原因很多 我們只是講 心理的病 來分析它的原因呢 因為我知道 很多道長的 這個前輩 我們說 前人 或者是典傳師 或者是這些 法師 莫師 那他們的這些 病的產生啊 有時候呢 是為了這個道長 而 累積下來的 也就是為了眾生 而產生這個病 它有一種 頂結救世 這樣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這種原因呢 我們沒有辦法 去了解 也沒有辦法去解說 我們看到很多祖師大德 他走的時候呢 也是四性病態 四性病態呢 這個病人到底是從而來 我們沒有辦法說 他修 修行修得不好 也不可以說他做人做得不好 他在某種概念呢 在這些修行方面 都做得很好 可是呢 他還是呢 都病而死 這些是 很多唯理細節啊 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心理層面 講說的 你看這個 童子 去看他的學生 染波紐 摸了他的手 說詞語 詩人也 惡有詩集 詩人也惡有詩集 哎呀 沒有辦法救了 這個人 這樣的好人 怎麼會有這樣的病啊 所以童子也很無奈 你幹嘛好人也會生病啊 那麼我們今天 從心理的方面 來 來細說 希望呢能夠藉著這個心理的調養 營養的協和 讓我們的身體呢 達到一個沒有病的狀態 這種沒有病的狀態 是我們現代人 希望去追求的 所以透過病呢 也能夠讓一個人覺悟 讓一個人覺知 走向聖賢之路 這個是我們今天講病啊 病而已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具體啊 那我們還有一個 心理上的病 還沒有講 那這個心上的病啊 那就 鄧治人 那心理的病呢 也是 更新在乎 跟 各種 這大環境呢 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大叔啊 好好的 慢慢的來分析 來解說啊 但是呢 從爹假修正 這假 你看 大家早安 今天 我們講到第15句的經文 是 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自然 那自然 就是導 所以呢 恢復自然 就是恢復導 在庄子的預言裡面 他曾經提到 他說有些人啊 他的這個修行方法 很奇怪 那很奇怪是我們後人在說 那這樣子把它提出來 他說呢 有的人 刻意高上自己的形容誤會啊 那表現的 與世俗不同 那這種 作為啊 他是刻意這麼做的 那還有一種 一種人呢 發表扑論 攻擊社會的黑暗 哦 表達心中的不平 或者是說不滿 那這 只是憲世祭俗者的做法 所以憲世祭俗的人呢 他用這種 覆論 用這種 跟別人不一樣的言行 來做為自己 這個處事修行的方法 那還有一種人呢 提倡了 祭世救人 師財捨物啊 以便修養自身 或者是教會別人 或者是說呢 在 固定地方講學 這個呢 都是這個 修善 人事的手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講大功立大名 定君臣的禮節 以致天下 這是護火牆兵 堅定土地者的做法 還有一種就是 在山林 有水草的地方 賢俠釣魚 為了是放下心裡的激動 這個是呢 避世討親賢者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就是 練習呼吸 做導引 學雄灌在樹上 學鳥伸長脖子 那這只是呢 磨練身體 想要長壽者的做法 那他列舉了這五種人的做法 他說呢 這些做法都是有商大道 那他後面呢 還用一個比喻啊 他說有一個人啊 在這個養生方面做得很好 做的呢 可以說是呢 功夫非打的徹底啊 把自己保養的啊 像小孩子的皮膚啊 那頭髮霧霧亮麗啊 那看起來呢 還很年輕啊 所謂貨塔童年啊 那結果有一天呢 在山藏走路的時候呢 就被一隻老虎抓去了 把他吃掉了 那他就問一下 這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不是養生養的很好嘛 把自己養到這樣 身體健康啊 皮膚光滑 很年輕的樣子 結果呢 竟然發生意外 所以童子在講養生啊 他說 這個養生也要爆發進去啊 這個意外的人也要考驗進去 那意外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啊 24小時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發生啊 我們說無常啊 所以童子才說啊 以上的這些人啊 通通不是養生的方法 你看我們如果說 在大場修得很好 被人家說修得很好 結果呢 出外發生錯誤 或者是說 這個身體嚴重 受到傷害 那麼你說你修得很好 那這樣呢 對童子來講 你也達不到養生的標準 你也達不到養生的標準 那所以說 童子說啊 達到養生的標準 就是要回歸自然 那當然童子有它回歸自然的標準 那麼呢 回歸自然 都離不開人的心性 好 人世間的 人場的道理 因為你 不可能跟離群所居啊 你要跟人住在一起 那跟人住在一起 你就會跟人 發生各種 互動 所謂人情事故啊 那這種人情事故啊 就會產生 我們這個思想上 在這種行為上 在修行上 有不同的變化 就會有產生不同的應對 那只有恢復自然的人 喔 那麼他是 隨順自然之道 那他才能夠 跟這些人 跟人相處的時候 能夠圓榮自在 和樂逍遙 那這個是 這個是 庄子 在 他的這個書裡面 所強調的養生的標準 那呼應我們今天所要講的這句經文 恢復本性之自然 人因為秉著 天地陰陽五行 而氣而生啊 所以呢 這個大地 滋養著我們 萬物滋養著我們 所以人呢 可以行天地之功 可以呢 採天地的精華 那可以呢 這個為天地利心啊 所以人在這個天地之中 他的作用呢 是相當的大 那人 假告心性 只有 人啊 有辦法說 來修煉這個心性 來體育這個心性 來綜合這個心性 來綜合這個心性 所以 在萬物之中 人為萬物之理 只有人 那他才可以說呢 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可見呢 人的智慧 他是可以透過 一種修煉的行為 來達到 所謂天親地靈 達到這種天地合一的標準 那我們講到 上次我們講到戒牆修徵 藉著這個 病的分析啊 來說明 這個戒牆修徵的道理 那已經上次我們還沒有講完 都呼應到這句 恢復本性之自然 我們今天要講 這個性裡的病 那性裡怎麼會有病呢 性是 性是 圓滿具足 性是清淨平等 性是這樣如如可動的 那他怎麼會生病呢 那麼說到這個性裡的病啊 我們就知道說 性不會生病 那生病呢 是因為 你性沒有彰顯出來 你的世神 把你的性啊 給掩蓋住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讓你的性德啊 完完全全的流落 所以說我們說 智慧 德能 相好 這些呢 都是我們性德 完全的流落 智慧是清楚 是清朗的 是具足的 是圓滿的 德能 就是我們的道德 也是圓滿的 能就是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這個才學 也是具足的 向好 就是我們要在的 這個長相 身體的健康與否 這個呢就是 智慧德能向好的流程 那對於 這個自信在我們身上 圓滿的具足 那麼智慧德能向好 自然就會具足 所以我們是 應該是不會生病的 不會老 不會死 那我們應該是呢 可以隨意的 家喻這個肉體 生死自在 什麼時候 要離開 什麼時候 不離開 都是有自己控制 那現在人 沒有辦法這樣 那麼想到 有一本書 叫 曠野的聲音 好像或許也有提到過 這個曠野的聲音 它裡面呢 是一個西方的 學者 去採訪 當地的這個原住民 是澳洲那邊的原住民 跟他們的生活 從他們的這個生活 經驗之中啊 他了解到 什麼才是 恢復本性自然 人要回歸自然 那這個回歸的道理 就在他們這些原住民的身上 就看得到 那麼原住民他們呢 自稱為真人 他把這個西方這些人 原住民以外的這些人 就稱為變種人 他是從真人 然後變種 變種 變種的意思當然就是 不好的 變得不好的 那他們真的 真人的樣子 是完好的 是那個 省的樣子 現在變種了 當然你就沒有省那種 智慧德能相 那這個西方的科學家當然 不以認同 所以不治可果 那就問這些原住民的長老 你說我們是變種人 那你說看看我們是怎樣變種 你們是怎樣不變種 然後他就說啊 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你們的身體跟我們的身體 那個能力就不一樣了 那怎樣不一樣呢 我們的身體啊 對抗這些天然的這種 現象啊 你們都可以很自在的來應對 你們不行 你們要穿衣服 你們會感冒 會生病 那原住民就不會感冒嘛 他說原住民 這個雖然有一些小病啊 但是很快就可以痊癒 那也不是常常會生病 那他舉一個例子啊 他說呢 你們可以啊 這個在大雨之中 不穿衣服 三天三夜都不會感冒 好 在雨中呢 這樣生活 三天三夜 那麼你們 現代的人 有辦法這樣嗎 你們所謂的文明人 有辦法這樣嗎 這個科學家想說沒辦法 好 三天三夜在雨中不會感冒 不會得病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他們呢 他們本來就沒有穿衣服 他們就是住在這個森林裡面 那所以呢 這個下雨 雨中 住三天 對他們來講 只是家常便飯 那在這個例子啊 還不注意說明 他們是真人的原因啊 直到有一次啊 他們這些原住民 到山上去打獵 去採火石 結果呢 在這個半路上啊 就有一個原住民 從山頂啊 摔到山谷了 那他整個這個大腿的骨頭啊 骨折 而且呢 是整個突出來了 已經刺破的表皮 穿出來了 哇 看看 這個是現代 的科學家看的 哇 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還得 趕快上衣才行啊 但是原住民他們 哪來的醫院呢 哪來的醫師呢 他們不需要醫院 也不需要醫師 那他們把他 想盡辦法 把他排 排到了這個巫師的家裡面 那巫師做法 那可真其了 巫師呢 他就在用他的手 就在他的傷口上面啊 這樣平行的撫摸 手也沒有關在傷口 然後呢 面面有詞 那面的醫師呢 就是希望呢 那這個腿部的細胞啊 能夠趕快恢復 恢復你的本位 回歸到你的自然的生活 那這些細胞呢 都回復到 都回歸本位 那是要安撫一下啊 也沒有服藥 那也沒有吃藥 欸沒多久 大概半小時的時間啊 他那個突出來的那個骨頭啊 竟然自己縮回去 這真的是太奇 太奇了啊 那中醫可能也不相信這種道理 那骨頭縮回去 那他那個傷口啊 用草藥敷一敷 那這久之後啊 大概兩三天啊 這個人的骨折好了 那代表這個傷口也好了 沒有吃藥 那也沒有 也沒有說看醫生啊 他只是就是要安撫一下 沒想到就是要發生這麼神奇的事情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神奇 對他們偶爾可能是家庭變半 那他們隨時在跳舞 隨時在祈禱 他們說呢 在跳舞 唱歌 祈禱過程當中啊 就是在跟天溝通 所以他們可以常常知道天的天的旨意 那他們的做法呢 也不會違背天的旨意 甚至呢 他們可以 隨時回去 他說他們的身上有一種開關 生死的開關 那如果想要回去了 把那個開關一關掉 那這個人就回去了 那不想回去呢 你就不要去 去等他 就一直生活著 所以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們說真人 那他們可能是真的是真人 從這種 從這個例子啊 我們看到他們的這種 這個德能啊 至少比我們好 不是 身體狀況啊 比我們好 那我們修行 第一個表現在 我們身上就是我們的身體 身體不好 身體會得病 那都是呢 我們這個自信啊 被泯滅住了 自信沒有辦法當選 沒有辦法恢復到這個自然的本性 那所以我們講到 生理的病 心理的病 這三種病啊 這三種病啊 的原因如果能夠了解清楚 那麼我們相信啊 世間的人 包括修道人 他不會再生病 把生理的病 我們已經 講過了 其實就是我們 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的這種 這個 輪廠關係啊 我們整 沒有 離脊所居 跟這些人情事故 處在一起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啊 就產生了 這種生理的關係 那如果產生了病呢 病人是在某一個輪廠上啊 你發生問題了 所以你那個地方就會得病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說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發生 問題啊 這個兒子不孝順父親 那這個兒子啊 他的生理的病是怎樣呢 他就會常常 苦痛 或者是說 心 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說 這個 刀方肩膀痠痛 這個 上膠部位 不舒服 一定是 一定是會有這樣的 病症產生啊 所以我能看到一些 違非坐牢的人 不孝父母的人 他們還是一樣 腰三顆四 大吃大喝 完全的沒有病的樣子 那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 痘的能量 還沒有累積到 讓他生病了 那他至少會生病 那如果還沒有改善的話 那他就會生病 所以生理的關係是 我們人跟五常 不跟五輪之間的關係 那心理的病 上次我們也講到心理的病 那心理的病呢 就是你的喜怒愛樂 我們上次講的 這個病 這個病 就是悶 就是悶 那心呢 就是愛 就是恨 這個土呢 就是 憂 就是悶 那肺呢 肺呢 肺就是 老 悲 那肺呢 那肺呢 就是肺 就是 心口 這些心理的變化 就會產生 我們這個 身體內臟上的 對應部位啊 產生不舒服的狀況 這個都我們在上次 都有提到過了 那只是說這套系統 是一個很繁雜的系統 那麼在王鳳以言行錄裡面呢 他把這個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有機會呢 可以來商討 我們今天要講心理的病啊 是我們的這個自信啊 被你滅滅住了 你在哪個地方被你滅滅住了 就會產生那個地方的病 那這個自信 本來具足 自信怎麼沒有辦法 圓滿呈現呢 那我們只能夠說 這個就是累積 累積 我們所 造下來的這些 奇性 這些業障 我們累積了太多的 這種不善的能量 佛君講 單真是慢儀 這些荷的能量啊 讓我們的自信 沒有辦法彰顯 我們儒家講 武常的關係 武常的這種 道德啊 你沒有流落 你沒有辦法彰顯 所以呢 在那一方面就會得病 那武常我們說 仁義理智信 我們講 剛講完 這個客村視為 剛場之獨立 這個鋼腸裡面呢 這個腸 就是一種腸道 腸道就是武常的道理 這五種 這個腸道啊 是每一個人 都必須呢 去遵行的 那麼有的人 偏另外一種 偏這一種那一種 但是這個偏呢 沒有關係 你只要好好的做 如果在你偏的這一種啊 把它做到圓滿 那麼你其他的四種呢 就會 漸漸的圓滿 譬如說你 你這個人 做得好 那其他的做得不好 那麼你就在 上面啊 好好的下功夫 把人做到 淋漓盡致 做到圓滿 那麼其他的四種 這種腸道 你就會做到圓滿 那如果缺忍的人 缺忍就是沒有人心 我們說慘忍 我們說不慈悲啊 我們說這個酷刑啊 那這樣的人呢 他會呢 喜歡 抗爭 他會是 會穩定 他 他的這個 做事情呢 總是呢 就是這樣 用各種 取巧的手段 那這種忍不忍 他就會造成 他的這個 身體上 當當面的 這種病變 所以沒有人心的人 常常會有這種 口跟舌燥 常常會呢 這個 這個怒氣上升啊 所以沒有辦法 得到一種 很好的滋養 這個就是 性理肝 不忍的人 所產生的這種幹病 那我們講到 這個 這個 人 意 意 意是屬於經 那一個人呢 他有這個意啊 他一定呢 這個做事果決 做事明快爽老 不居小姐 這個人呢 一定呢 很有意氣 跟朋友呢 可以兩肺插頭 好不顧自己的安慰 能夠為朋友的 能夠仗義之源 負湯到我 這個是意氣 所以我們中國人 很喜歡 綜藝的人 綜藝的人一向呢 被人所歌頌 那如果說 意方面 沒有辦法自然流露 意的性德啊 被 眼帶住了 那麼這個人呢 就會有這個 肺障方面的疾病 意屬經 經屬於肺 肺是指能的呼吸系統 那對跟體毛都互相表移 所以呢 體毛也會有關係 那整個呼吸系統 發生變化了 那就是呢 這個人不講義氣 那不講義氣啊 當然呢 他就會得到 相對應的運動 那我們講到的 義禮 禮就是 是 屬火 火是屬金 火是光明的 火是這個 給人溫暖的 那火是明理啊 所以有禮貌的人 為人正直的人 為人符合這個標準的人 守規矩的人 守法守戒的人 那這個人呢 就是屬於 有理之人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子呢 沒有禮貌 那又不守法 不守規矩 做事情呢 隨意有偽 那他的那個 心臟 心血管的 這種器官呢 就會相應的發生問題 所以心臟的問題 血管的問題 神經的問題 這都是屬於 那個禮啊 沒有受緣吧 禮呢有所欠缺 那我們講到這個信 那我們講到這個信 先講智 智是屬於水 那水是智慧 水是融合的 水是清澈的 那水是這個公讀的 我們說 我們說 這個 這個 一網水要標平 這個水是平的 是水平面嘛 水是平的 所以呢 當拜人主事是平的 那水又清澈 水可以洗涤萬物 可以滋養萬物 水可以幫助人呢 這個清醒 水是融合的 水是融合的 他遇到遠的 就形成 形成遠的狀態 遇到方的就形成方的狀態 那所以呢 這個水啊 這個水啊 就是人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 自然呢 他就懂得融融 他因為事情看得很清楚 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他主事帶人的方法 就是很圓融 這個是屬 屬質 屬水 那水呢 是屬色 那如果不是這樣呢 做事情呢 就是 恒天之狀 愛怎樣就怎樣 這個 水啊 泛濫成災啊 泛濫成災呢 泛濫成災呢 就好像土石流一樣 流過的地方呢 都一定受到傷害 那會把人淹死 啊 所以 這個聰明 好變的人 偷到底把人淹死 那全財萬貌的人 用群把人淹死 這個呢 都是 不自得行為 所以相應的 這種病症啊 就發生在 腎臟的問題 泌液系統的問題 或者是負科的問題 這個都是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所產生的 那我們講到性 性就是蟲性 啊 性就是屬土 那麼土呢 是 看我們的大地 很敦厚 很普適 土能夠找萬物 哦 土呢 是 這個很厚重 那土不重 哦 土很實在 我們說一步一腳印啊 所以真誠的人 哦 有信用的人 這些人 人家都很喜歡 這樣的人呢 他就可以成熟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的人 哦 講到不守信用的 那做事情呢 很刁穿柯薄 哦 這個 不願意呢 把自己的好 去跟別人分享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 沒有這個 沒有後悼 很柯薄的人 那這個相應的對象呢 就是 這個消化系統上的毛病 就是 脾胃 哦 這個大腸小腸 哦 這些毛病 就會產生 這個是大概講 這個心理上面的病 那如果說分析裡面的道理 當然也又可以講得很 很廣 因為我們大概呢 在分析這五種關係 就可以了解到 那所以 這個不管是 心理的 心理的 包括這個心理的 這個都是呢 我們人 在這個世間 所要學的一個標準 所以成佛 我們說成敗 我們最主要的 的一個標準 就是在做人 把人的本分做好了 把人的道理做好了 那麼你就可以 成佛 成大 成聖 那人的道理做不好 人還有一分的虧欠啊 你就沒有辦法圓滿 就沒有辦法 回歸本來念念 哦 你就沒有辦法 恢復自然 那所以 我們說要修 修不是跑到廟裡面去修 跑到深山裡面去修 哦 那是 紅陽起的修法 你跟這個 社會人相處 你在社會裡面修 哦 你自己呢 有一個家 夫妻合合 夫妻共同來修 把這個家撐起來 那麼你一個人 把這個家呢 發光發熱 其他的家呢 就會跟著你一樣 發光發熱 啊 啊 夫婦啊 合起來 啊 夫 代表日 婦代表月 日月合起來就是明 啊 就是一個太極 單單月不行 單單月也不行 一定要呢 這個 夫婦和合 所以 君子之道 照關乎夫婦 那 人倫之長呢 也是從夫婦開始 把夫婦關係搞好 然後呢 家庭的運作 送上了 那麼你的社會就和諧了 社會和諧了 社會和諧了 就會 和平 世界和平了 大家就自然 得到逍遙 得到快樂 那這個呢 才是恢復本性之自然 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那可以現在我們講 那可以現在我們講 透過這個 我們剛才講莊子的那些 透過念佛 透過這個打坐 畫圖 透過這個瑜伽導引 打太極 透過這個三民的 這種 接近 那些 想要 得到良善的道理 結果呢 不曉得世間的變化 你做人的道理都沒有做好 你剛剛去做那些 你還是沒有辦法做好 所以為什麼現在 念佛不能成佛 這個 代佛不能成佛 講金說法不能成佛 打坐山蟬不能成佛 打坐山蟬不能成佛 吹復念咒也不能成佛 你這個打瑜伽 學道集也不能成佛 插瓜 這個書道的也不能成佛 這就說起來 都是一種小道 小道呢 跟大道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呢可以回小向大 我們 如果 立下 心志 我就是要成佛成聖 我就是要成佛兩死 那麼你今天呢 可以回小向大 你可以透過你平時的那個修養 你可以達到 那種 這個親近的這種心態 平等的心態 真誠的心態 你把這種 這種心啊 拿在 人文之上 拿到我們這種社會上各個層面 去跟人家 這個處事 接吾 那呢 你就可以恢復本性之自啊 你就在這裡面成佛 成佛 就在這裡面成佛 所以為什麼不這樣去做呢 為什麼單單去找這些名詞啊 找這些方法 結果呢 人的問題啊 一點也沒有解決 所以最先前我聽到一個 一個人 他講一個故事 說有一個台灣的尼姑 跑到泰國去當尼姑 然後呢 這個人呢 在泰國遇到這個尼姑 然後就問他說 你怎麼跑到泰國來做尼姑呢 他說啊 這個泰國的尼姑啊 比台灣的尼姑好啊 他怎麼都好跑呢 他說泰國的尼姑啊 不用煮三餐啊 他只要去脫波就行啊 那台灣的尼姑還要去照顧大眾 還要去煮三餐啊 很煩啊 好 還不如在泰國啊 那脫波可以好好的修行啊 那他就問他說 那你 那你 那你這樣子 真的就可以好好修行啊 對啊 我的心呢 就比較親近了 可是你沒有跟著建議 結緣 你怎麼會有功德呢 然後這個尼姑就跟他講 他的意思只要問他說 你沒有去行功利得 你單單脫波 那你怎麼可以行功利得呢 你沒有做這些功德怎麼可以成就呢 他就說了一句話啊 這個尼姑說啊 親近心就是功德 那這個問他這個人啊 他是我們道場的道姓 然後就好像又有所悟啊 覺得說這個尼姑講的話很對 親近心是功德 所以就認同他這件事情 那當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那當他自己在想 奇怪了這件事情啊 總是感覺哪裡不對啊 巧在心裡啊 真的是覺得 欸這個事情啊 怪怪的 是哪裡出錯了呢 沒有錯 親近心是功德 一個人能夠修到親近心啊 那方的功德啊 真的可以是度化 無量的不能創生啊 但是奧學後來想一想 一個人 要修到親近心啊 那是何本的難啊 難的原因是因為 現代的社會啊 要修親近心啊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現代的 參殘殘打錯 他不會成就 啊 殘殘打錯 要在慧能那個時代 才可以成就 因為佛陀曾經講 這個正法慈時期啊 這個 守戒 戒律堅固 那 那相法時期呢 就是 殘定堅固 那慧能這個時代啊 是剛好是 殘定的堅固 的相法時期啊 那落法時期呢 道爭堅固 那道爭不是本性 啊 藉由道爭 你不可能成就 你只有會 更加墮落 那麼我們說現代的人 現代的和尚尼姑 要修親近心 你沒有辦法 得到場地了 你怎麼修親近心呢 那麼你不去煮三餐 啊沒有這些反忍的事情 結果呢你去脫波 啊借著脫波啊 省去這些凡事 你就以為你不到親近心啊 其實那不是真的親近心 那是戴對的心啊 那怎麼會是親近心呢 現在要修親近心 真的是相當的難 所以現在只要有人講啊 親近是公則 那我覺得這個 這句話啊需要再斟酌 因為現在竟然沒有辦法 得到親近心啊 那麼你在這個修行上 怎麼會有成長呢 那要怎麼辦呢 你必須在人世上 好好的歷練 好好的修行 你才可能會有 真純的心 才有平等心 進而才會有親近心 那你的心不真 心不成啊 你面對的這些人情事故 這些倫理當場的事情啊 我們說五輪八合的道理啊 你都沒有做到 沒有做好 你怎麼可能會有真誠心 你怎麼可能會有平等心 會有經驗心呢 那所以這個故事啊 這麼一股講的話是 有需要質疑的 有問題啊 那你別搬除一切 然後呢你在那裡這個 不用管事不用管人 那你就是何欺民心了 這是大大的錯誤 你看我們以前的左四大哥 哪一個不是從廚房出來的 哪一個不是從這些多災多難 歷盡千辛萬苦之中 證明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 新佛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修行的課題 就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課題就是三甲五常 就是五輪八格 所以恢復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復三甲五常 五輪八格 這個才是我們本性的自然 你現在得慶念心 你在那裡灘灘打坐 你在那裡了 這個 拜託念心 你在那裡拜託 學秘書 這些人都沒有辦法拯救了 實在不一樣 現在人心太亂了 人心亂亂 整個世界亂了 那麼這麼亂的世界 你想要得慶念心 結果讓大家都下地獄 那麼你怎麼可能會成就呢 不可能成就 台語有一句話說 賣國花 我們要這個智慧 我們要改個道理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你都沒有動畫 兄弟姐妹 你的這些親族好友 你的這些鄰居 社區 都沒有辦法動畫了 你自己哪有辦法 去修清淨心呢 你這些做人的道理 你都沒有做好了 你怎麼可以做佛做聖呢 不可能啊 所以不要再用 弘揚起來道 在山林裡面修行 在叢林 這些事量裡面修行 這已經不是不符合天使了 修行就是講做人的道理 我們說 見天地理神明 天地其實呢 在儒家講 父親就是我們的天 母親就是我們的地 我們見天地呢 就是從孝順父母做起 你神明 神明是我們的自信的流浪 我們要拜我們的自信 天就是性 地就是心 這個見天地 就是敬我們的心性 要應用到人世間 就是父母 神明 神明就是我們的師長 我們的這個長輩 我們的這些 這個同修道友 這個都是提醒我們的神明 在我們的自信裡面 我們沒有對立的人 只有成就我們的人 所以下父母 眾師尊 是在人的身上 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要修本性之事啊 老子說 若得一萬事必 若得一的道理 那就萬事必了 萬事必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圓滿了 什麼事情都完全了 若得一啊 這個一的道理是什麼 一的道理啊 就是呢 你把人道做好 這個就是義的道理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圓滿了 這個是現在修行啊 最主要的課題啊 不要人說題目了 所以你看現在 所以你看現在 佛家 競爭的 這個修行道長 為什麼在 提倡地子規 為什麼在大陸呢 狠狠 狠狠的法 是地子規 在世界各地講 也是講地子規 地子規是儒家的 這個思想 今天找了一個學者 把孔老父子的這些理念 用一些簡單的字句 表達出來 情節出來 成了一本 地子規 這本書 那麼他講 裡面呢 講得 也很細微 把這個 這個儒家的理念啊 他做了一個很 很有調整的 自然規列 所以現在 演講現代人 很大 那個佛家的人 都會過地子規 來修行 這位有志志士啊 人都知道 這些 修行的和尚 泥坤 你在人道上 都沒有做好 你一下子 要帶這種 超越世間的修法 出世間的修法 在現代來講 是修不修不好 你住在這個社會環境之中 住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就是跟人相處 人就會有事 所謂人事 人事不是問題 人事是修行的方法 透過人事 讓你了解到 我們的武藏之德 我們的這種 道德的本分 所以叫 敦輪盡分 敦就是 這個 注重 輪就是輪場 你 在這個世間 有種輪場的關係 不管你走在哪個位階 走到哪個環境 你都有一個輪場的關係 不管你是做同事的 做朋友的 做父親的 做兒子的 做領導人 做被領導人 通通有一種關係在 有一種輪場在 你就是要在這個輪場 好好地 盡你的本分 所以叫盡分 你的本分 就是做 被領導人的關係 那你就是要盡重 盡重把你的本分做好 做領導關係 所以 那它就要盡 妳要盡 盡 我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做人的道理 只有了解做人的道理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本性 那生命是什麼 我們今天這個肉體來到人世間 靈聖記錄在肉體之上 藉著肉體的方式來到人世間 來聊我們的這種職責 那也可以說是聊我們的業 我們要把這些業 把這些使命把它做完 那你就可以回歸本來命運 這個就是生命的本質 還有比這個本質更清楚 更明白的 所以在本質上 都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 搞正確 那麼你是不可能了解生命的本質 要了解生命的本質 我們這裡透過一個預言故事 來跟大家聰明 那有一個弟子啊 每天都問師父 什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 那這個師父啊 也不曉得怎麼說 弟子才會清楚 所以師父就用了一個方法 好 他就隨手拿了一顆石頭 就交給弟子 你把這顆石頭拿到市場去賣 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賣掉 你要看呢 這個石頭 在現在市場的行情是怎麼樣 那你是要回到報告 看能夠賣多少錢 那你就說這顆石頭啊 是經過大師兄加持過的 那個弟子就會拿這個石頭 在市場去賣 那本來呢 沒有人問津啊 結果呢 他一喊到有大師兄的加持啊 哇 這個 很多人就覺得說這個石頭 不是普通的石頭 一個人呢 就出家一千 後來出家一千的人太多了 結果呢 看 出家到一萬 這個石頭的價值 一下子被提升到一萬塊 那這個 這個弟子就說 那你們 改天再來吧 我們去請教一下師父 看那邊不願意嗎 那麼這個 弟子回去之後啊 把這件事情告訴師父 說這個石頭啊 說這個石頭啊 人家要價一萬塊啊 那師父再說 你改 隔天啊 你再把這個石頭拿去賣 你就說呢 這個石頭啊 是師父過過過 加持過的 那看 他的行情怎麼樣 結果隔天呢 這個弟子啊 再把這個石頭拿到市場去賣 改口說 現在這個石頭啊 已經被師父加持過了 那一被師父加持過了 這個就有人開更高的價錢了 十萬二十萬三十萬 好啊 一直到了三十萬 這個弟子都不願意買 那買方呢 就覺得很生氣啊 那你到底要多少才賣啊 你就開個價了 好 這個弟子也不敢開價 於是呢 就被買家說 這個師父還沒有喝要買 所以呢 還要去問一下師父 那回去就跟師父講 這個石頭啊 已經開價到三十萬了 那師父說啊 哎呀 這個 一顆股東的石頭 我只是加了不同的說法而已 結果呢 就造成不同的價值 那你不是在問 什麼是人生的價值嗎 那你的價值啊 都是用 世人的眼光 在認定價值 就好像這個師父 被賦予世人的價值一樣 所以他的價值 是不斷地在變化的 也就是說 世人的眼光 如果調整了 你的價值就變化了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知道 一個人啊 他的心性 那是無量的刀櫃啊 所以一個人內在的那個珠寶 是無限的價值 不可以用世人的眼光來衡量 所以 人 要有超越珠寶的眼光 那麼才可以看到 人生真正的價值 超越粗寶的眼光 超越粗寶的眼光 也就是說 這個石頭象徵的那顆粗寶 你要有超越 這個石頭的眼光啊 你才能夠了解 人生的價值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要 把這個 把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這個物化 你不要用世間的標準 來看你內在的那個珠寶 你要超越這些世間的看法 那麼你才可以看到 人世間真的的標準 你剛剛一朵花 它插在花瓶裡面 那麼所謂的時間一久啊 它就會凋謝了 被人家扔掉了 那花開花會謝 越會緣 越就會缺 人會生 人就會死 你看它這個 這個過程啊 它從被重視一直到被末視 這都只是一種 世間人對它的這種 價值的看法 所以它的價值是隨 世間人的變化和變化的 但是一個人 他的人生的價值啊 它不是在世間人的看法 它是在回歸本性之自然 那個價值在高潰 因為那個人生的這個真理啊 是不生不滅的 只有超越這種生死 超越代謝 超越圓缺這種道理啊 你才有辦法 攀到那個本來的面目 那個本來的面目不生不死 那個才是人生的價值 那他說呢 人生的價值在於知道 人的心就是佛 那佛已經是看透眾生的真相了 那眾生呢 是還沒有透過的佛 所以眾生跟佛是一體的 那這個弟子呢 那來後來就透過修煉 就清除自己人生的價值 那我們從這個故事啊 從這個預言啊 我們知道說啊 在我們的人世間 其實有整個過程 都是不斷地在變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有一個不變的那個真理 這個真理啊 這個真理啊 就是我的良知本性 就是我的這個良知良能 本來自善 那這個本來自善 那這個本來自善 它是沒有分別 沒有對待 沒有我想執著的 所以它用在這個五輪當場上啊 它是執行而無害的 所以你也會自然懂得孝道 孝道 孝道 總的這個中孝的道理 這個是不必要人家教的 今天中孝 孝孝 孝孝 這些道理啊 需要人家來教 需要人家來推動 那麼可見啊 人的那個價值啊 都已經被掩蓋住了 被迷滅住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 要來呼籲 大家就是回歸到當場倫理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人生的修行 透過生活上的修業 就可以知道人生的價值 就可以恢復本來的面目 這個就是 古聖先賢 它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所以其實說來 它沒有很深奧 它沒有很虛無 很虛泛 這實實在在就是做人的道理而已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一切呢 都是圓滿 一切呢 都是自善 做人的做理都不好 那麼其他人 這個新興的道理啊 都不用擋 所以講道多也沒有用 習來千句多 習來千句多 物則一句少 好 就是說學習的人 講千句沒有物也是一樣 你真正開悟的人 一句話就夠了 一句話就把你點空了 這一句話就是你去把 你的本身做好 你的人場建好 那這樣呢 你就會開悟了 這個就是儒家 儒家告訴我們的道理 也是我們這個保良體 應運 這個儒家收遠 它告訴我們的做法 好 我們這樣 孟子 曾經說 人有雞犬到 者之求之 有房 放心 而不知寵 還在 那人 這個雞犬 走私了 知道要去把他找回來 可是心放私了 卻不知道把他找回來 這個是我們悲哀的 那麼這個心呢 就是我們現在人世間 三股五常五輪八道的心 沒有人知道孝道的重要性 沒有人知道這個 中道的重要性 這個中孝在人世間 是一個無形的價值 這樣的價值呢 可以產生很大的這個社會意義 那中孝是我們的自信所告 是我們的本心本性 但是呢 這個本心本性失去了 卻不曉得去把它找回來 那所以現在的眾生啊 這個所等逐末啊 孟子認為說 這樣的事情啊 相當的悲哀啊 所以可見了孟子 已經看到了本心本性 那只有人 從本心本性下手 到之中子 講到恢復本性是自然 本性本來是自然 那麼我們為什麼 今天要強調恢復本性呢 如果本性是自然 那麼本性應該是自然擁有 自然圓滿 自然具足才對 但是今天 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要藉著老師 傳道給我們 指引了我們一條 回歸本性之路 回歸本性之路 那麼 這些現象 這些原因 如果看重起來 無非是佛陀講的 只因妄想 分別執著 而不能正德啊 那麼所以 諸天先佛 萬仙菩薩 分身下來 要來苦度收緣 大幫助到 都是為了這件事情 要告訴眾生 如何恢復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復自然的本性 但是呢 眾生不一定會接受 也不一定聽得懂 也不一定聽得懂 甚至呢 不願意去立行 那我們說 我們上次講道 人意理智性 人意理智性 就是我們的本性 那麼人行 人意理智性 就是在行 自然之道 道 道 放之於生活之中 那就是德 所以說道德 充斥在我們的二六使中 那这些五常之德本来具处在我的身心之中 那么我们今天会因为环境的病况 而对于五常之德 对于这种自然之道 会有时流浪有时不流浪 那对于这个境界人士会有时候流浪有时候不流浪 那这个原因呢都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那妄想分别执着又是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念不绝所产生的 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人为 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念头 念头产生了妄想 然后呢分别执着 那妄想就已经很大的错误了 结果呢加上坚固的执着 还有呢这个是非不明的这种分别 那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累劫累势再沦为 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我们安子之道 都不晓得我们本来念念是什么 所以一面三千面啊 一面的话年根啊 人们论斗啊 这个一面也有三千 能够画三千啊 那这个三千当然也是一个代表说明而已啊 根据佛经讲 何只是三千呢 明的菩萨说的一百二十八万兆 这个一堂纸有这么多的念头 这些念头的这种变化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 那就是因为一面不绝啊 所以呢这一面呢就种下了万年根 万年根啊这是指我们轮回六万年来的沉沦的一个源头 就是这一面 那么佛本来是无念的 恢复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是无念的 它无念所以呢 所做出来的是没有分别执着的 完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 但是今天呢有了这个念头 有了这个念头 所以呢你会想要达到你的目标 你会想要达到你所希望的 结果呢 这个就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执着 那么要修行 要达到真佛一方无念 念就会伸出我们的这个念头 就是我们的魂魄 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个肉身啊 所以中国人讲 课念成圣 课念当然就是要克服这个念头 能够呢把这个念头啊 把它克服住 把它相扶住的人 那么他可以成神 成圣成佛 那让人复血神 让人没有办法克服 结果呢 这个妄念跟这个啊 妄念啊 这个思绪不动啊 就会附上 张染的一些血火 血神当然就是指一些五一六成的染潮 单身之外的这些病毒啊 这内功外感啊 结果呢 人当然就会革命 人的智慧不能向好 当然就会渐渐失去啊 所以 老子讲 多言所穷 不如所忠 所忠呢 就是 让我们 试着来 恢复 自然的本性 支持这个忠告 回归到这个自信的 本来面目 所以恢复自然自信啊 独自在那里言语 独自在那里做表面功夫啊 而是实实在在的感 要真正的实学 所以实在之学 独自的这个步伐 一步一脚步 所以儒家也讲 指于至善 真正的知子 指到这个至善的宝地 那知子是什么 知子就是我们要知命立命 我们要这个了解 人今天所造成的这些现象 它那个道理是什么 那我怎么突破 那我怎么回归 这个就是知命立命的道理 知命了解到人 有一股天命 有一股自然的本性 无极然我 这个天啊 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 这个命啊 那这个命呢 可以让我 逍遥自在 可以让我呢 无拘无束 那所以我去主的这个智慧 德能向好 都是圆圆满满的 那我的道和流露 是全德的 所以以前人 为什么来人世间这样走一招 他就可以回去 那我们上次讲的原住民 他可以知道生死的开关 他可以随时回去 他可以随时回去 那现在不行了 所以 这个 此于至上呢 儒家教我们 把我们的念头啊 指在这个至上的堡地 因为我们的心性 我们这个性啊 是本善的 那本善的是 无私无邪 无散无恶 纯然至善 所以为什么说 五常之德 所流露出来的 都是自信的发道 因为那个是 无私无邪 无散无恶 没有对错的 就是全然至善 这个就是无念 所以全然至善 这个就是 达到 回归到无虐的状态 那当然三教的说法 会有 会有他的 切入点不一样 但是呢 在讲的 通通都是一个 好 都是在讲那个道 所以我们今天讲 恢复本性之自啊 都是在讲这个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心性啊 所以当时 是 谣 传为北圣的时候 也将圣人的道理 传给他 那他讲了一句 心道 那就是 人心毁毁 道心毁 毁 毁精毁医 允殖绝终 那相信大家都 都听过这一首诗 那我们知道 人心的这个变化 是不可捉摸的 这个不可捉摸的变化 让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个 这个道理之中的 厘清出来 从混乱的这个六代人为里面 清醒过来 所以 人心毁毁 他一个念头的偏差 就可能造成 整个局势啊 都完全改观 那你可以有一个 出家人 是一个尼姑 那么呢 因为他们的大厂 常常有外面的这些 外面的这些人啊 来参访 那这个尼姑呢 有一天呢 看到一个男众 讲得非常高大 标志 那他就动了 凡心 动了凡心之后呢 后来又想说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 那我怎么可以 又动凡心呢 所以呢 就把念头又归回来 可是呢 就这一念之茶 让他自下的 各种的这种病灯呢 那他就能在 就产生了这个 子宫方面的病变 甚至呢 要开刀 那他自己呢 不晓得这一面的变化 让他这样子 那要开刀的前夕呢 去接受 一个大师的指导 那这个大师呢 也 不敢在众人面前 讲他的过说 就妥妥地告诉他的朋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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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的朋友问他 有没有在 南众方面 曾经几心斗念过 这个尼姑的朋友啊 来 转达大师的意识啊 结果这个尼姑一听啊 眼泪就掉下来 他知道自己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动念 那所以呢 造成今天 让自己的身体有病变 那 那这个尼姑呢 一面哭 一面就吐了 就把他的病根给吐出来了 忏悔自己的不是 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病根就吐出来了 那我昨天本来要去抬刀了 那我昨天本来要去抬刀了 那我昨天本来要去抬刀了